无双数字,第十五集,书接上文 侯爷,我不想去守皇陵,他色声开口 我今年才三十五岁,还可以在宫里做事,请侯爷帮我 内庭内侍间的大太监,是内庭八尖之首 不仅掌管内侍间,还掌管其他期间甚至是负责暗杀的梅花内卫 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虽然大进的内庭不怎么参政,但是除了参与政务以外 内侍间的大太监,可以说是内臣的巅峰了 要知道,哪怕是上书台的宰府,或者是在外征战的大将军 见到了内侍间的大太监,都要客客气气的 毕竟内庭八尖里有一个天幕间,还有一个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梅花位 因为参与了朝廷太多秘星,一旦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 一般就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随服侍的皇帝而去 另一个就是跟陈举一样,去郊外守皇陵 不出意外,一辈子都不能进京 陈举之所以能那样洒脱地抛下大太监的位置 一来是因为太康天子即位的时候已经成年,内庭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二来也是因为他跟了承德天子几十年,主仆秦深 再加上年纪已经五十多岁 痊愈之心远没有年轻时候旺盛 所以才能那样洒脱地放下内庭大太监的位置,去招领守灵 但是对于肖正来说,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他是承德朝的时候,宫里赏给魏王府的宦官 少年时就在魏王府做事 魏王殿下登基之后,他才一步登天 从一个王府管事,一跃成为内侍间的少监 进而成功执掌内侍间,整整十年时间 哪怕到现在,太康天子病逝了,他也才三十五岁 这个年纪,正是一个人事业心最重的时候 哪怕他只是一个太监 此时的肖正,在宫里除了天界的主人之外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 内庭八间有五个间的太监,是他的干儿子 即便是一些未成年的小公主小皇子 多少也要看他的脸色 让他从一个叱咤京城,位高权重的大太监 骤然变成一个守一辈子皇陵的宦官 没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个落差 肖正自然也接受不了 而这个时候,能够帮他的人并不多 按照大经历来的规矩 天子病天之后 他身边的大太监理所应当的 应该谢人内世间的位置 毕竟新天子身边需要信得过的新人 很少有人能够打破这个规矩 算来算去,也就只有两个人有能力帮他 第一个,自然是元昭天子的生母谢太后 只要太后娘娘在陛下面前说一句话 她就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下去 第二个人,就是眼前的李侯爷了 李侯爷是元昭天子的老师 更是把元昭天子从小带到大 即便外观不得干涉内庭的事物 但是只要李侯爷替他说几句话 他就有很大机会 可以保住这个大太监的位置 这不计,也可以继续留在内庭 事实上,他一早就像要去静安侯府寻李姓的 只是因为内官要避回外城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一次,李姓亲自来到内世间 他自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才是 李姓文言,有些诧异地看了这个大太监一眼 随即缓缓开口,陛下尚且年幼 内庭的事情还不熟悉 萧公公无论如何,也能在宫里继续待上几年 怎么这样着急,总要给自己谋个后路 萧正看着李姓,微微低头 陛下再有两年就要亲政 到时候,那时间多半就要换人再来 奴婢必须要,想点法子 静安侯爷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深深地看了萧正一眼 萧公公知道,我是一个外臣 外臣插手不了内庭的事情 萧正深深低头 您还是陛下的老师 李姓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不急 萧公公最少也还有两年时间 不过萧公公执掌内庭多年 陛下尚且年幼 宫中许多事情,还要萧公公帮衬 我想到时候 萧公公是很有机会留在宫里的 这个时候 先帝心事没有多久 李姓不可能就这么干巴巴地插手宫中的人士 而且外臣勾结内官也是大罪过 更重要的是 李姓不能确定 萧正是不是那一对母子派来试探自己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一口答应 不过在朝堂上待了这么多年 他也学会了官老爷们的说话方式 那就是 不管是什么事情 不要说绝 他这么说 既拒绝了萧正的请求 又给他留了一点希望 萧正从椅子上起身 对着李姓深深作依 真到了那个时候 奴婢的前程 就全托付在李侯爷身上了 金安侯爷笑了笑 这是萧公公找我其实用处不大 还有两年时间 萧公公不妨多多讨好太后娘娘 陛下年纪不大 只要太后娘娘开口 内庭就还是萧公公的内庭 萧正深深低头 奴婢 受教了 李姓从那时间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萧正拱手告辞 临别之前 他开口问道 陛下现在在哪 此时宫里的事情 还是萧正全权负责的 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上午是在上书台 这会儿应该在卫阳宫里读书 侯爷要去见陛下 李姓点了点头 微微叹了口气 龙虎山的事情 多少查出了一点端倪 虽然陛下年纪还小 但是这件事事设先帝 应该由陛下决断 萧正低头道 那奴婢去给李侯爷通报 有劳萧公公 片刻之后 李姓已经身处 卫阳宫的天子书房 此时的天子书房里 堆砌了一堆厚厚的文书 都是上书台的几个行走 从上书台抄录出来的文书 这两个月时间 天子除了听大儒讲经 授课之外 一般上午就在上书台里 与几位宰相请教国事 下午的时候 就让人把上书台的文书 抄送到卫阳宫里来 自己慢慢琢磨 十分用功 李姓走进来的时候 这位少年天子 还在翻看上书台 已经批复完的奏书 金安侯爷垂手走进去 弯身行礼 兵部李姓 见过陛下 大经的礼仪并不是十分严谨 除了公众场合见皇帝的时候要跪之外 大臣私下礼 见皇帝是不用下跪的 更何况 李姓现在是帝师 本来也就不用给天子下跪 元昭天子听到了李姓的声音 立刻从书桌后面跑了出来 亲自把李姓扶了起来 少年皇帝见到李姓 很是开心 老师 您终于进宫看我来了 他这时候即位不久 甚至没有登基 因此还没有养成自称症的习惯 李姓抬头看了一眼 这个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孩子 也微微一笑 陛下 臣或许已经查出先帝的死因了 本来 两个月的时间 元昭天子的丧腹之痛 已经减弱了许多 此时李姓提起父亲 少年人脸上的笑意立刻收敛 他伸出了手 微微发颤 给我看看 太康天子的死因 其实并不复杂 仓促之间 李姓也没有写成文书 因此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刚问出来 臣就来见陛下了 未来的即见诸文字 臣说与陛下听 元昭天子点了点头 他挥了挥手 让未央公的工人 搬来了两把椅子 一把请李姓坐下 另一把自己搬过来 坐在了李姓对面 老实说吧 李姓点了点头 开始讲述龙虎山的事情 事情前后并不复杂 只一炷香时间 李姓就把前后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遍 然后他看向眼前的这个少年天子 开口道 陛下 事情大约就是这样 先帝驾崩 多半与常年禁单有关 此事的侍主 已经畏罪自尽 龙虎山天师府嫡系52人 眼下都在臣府上观着 此事涉及先帝 生杀与夺 聚在陛下一念之间 天子毕竟还是个少年人 他听完之后固然愤怒 双拳紧握 但是还是看向理性 老师 还未清政 按规矩 皇帝未清政之前 只能观政不得参政 也就是说 现在的元昭天子 还没有权力过问 朝廷里的任何事情 就算天师府的事情事发了 也应该交给三法司去办理 他没有办法过问 金安侯爷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陛下尽管说如何处置就是了 只要陛下说出口 不用陛下出面 臣可以把事情给陛下全部办妥 这句话并不是吹嘘 李姓已经有上书台下发的文书 主审龙虎山之案 现在事情基本上已经水落石出 他想要龙虎山满门抄斩 还是点到为止 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天子沉默了 他虽然做了皇帝 但是两个月来 没有参与任何决策 而且才刚满14岁 在后世 可能也就是个初中生 骤然让他来决定生死大事 的确有些难为他了 李姓没有着急 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学生 龙虎山的事情 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告知元昭天子 自己做决定 之所以把决定权交在这个少年人手里 更多的是想看看 这个少年天子的心性如何 天子低头思索了许久之后 抬头看了看李姓 老师 你以为这些人该如何处理 李姓面色平静 陛下已经做了天子 需要尝试着自己做决定了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陛下不妨自己好好想一想 元昭天子点了点头 皱眉沉思 过了许久之后 他再一次抬头看着李姓 老师 给父皇敬药的那个人 死了是吗 李姓点头 死了 前天服要自尽 死在陈的府上 天子皱了皱眉头 继续问道 龙虎山天师府 我好像在书里看到过 名气很大吗 是很大 李姓淡淡地说道 细算一下 自初代天师张灵立教以来 至今已经有一千来年的历史了 千年时间 王朝轮替 而天师府长存 被人称为陆地先宗 天子听到这里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缓缓开口 老师 我刚刚即位 不好对这种名声很大的世家下手 金安侯爷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臣既然要帮陛下办事 自然可以帮陛下背下这个黑锅 天师府的事情 仅可以算在臣的头上 陛下只要给一句话就行 少年天子神色坚定 他咬牙道 老师 我刚才细想过了 龙虎山禁药 也是父皇让他们禁的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恐怕会有伤父皇圣名 元昭天子微微低头 我的意思是 天师府的这些人可以不杀 但是要耻夺天师府的天师名号 让他们从今以后 不得再以天师之名行走天下 李姓从椅子上起身 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然后开口问道 陛下 不改了 天子抬头看了看李姓 老师有办法耻夺他们名号吗 这个简单 只要给他们随便安个罪名 天师府的牌子 就可以轻松摘去 他们能长存千年 是因为历代朝廷都没有动他们 而不是动不了他们 天子点了点头 那就这么办 这个少年人咬了咬牙 暂且便宜这些妖道了 他还有两年才能清正 清正之后 以天子之尊 自然可以任意拿捏天师府 李姓点了点头 正要起身告辞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于是他再一次对着天子拱手 还有一件事情 要知会陛下 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把李姓拉着坐下 然后开口道 老师太生分了 这里又没有外人 您就把这里当成静安侯府就成 因为作为姑姑的清和长公主很宠他 所以元昭天子幼年时 经常在静安侯府居住 那时候他还是称呼李姓为姑父的 李姓顺势坐了下来 开口道 北边的宇文氏 陛下应该知道 宇文氏是大静的心腹大患之一 身为大静的皇帝 元昭天子自然是知道的 事实上早在他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 东宫的教习还有讲师 就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 当年北州的旧事 以及宇文诸部的行程 他点了点头 学生知道 李姓继续说道 北疆宇文部的首领宇文昭 抑郁与陛下和亲 想要把他的女儿嫁给陛下 少年人听到这种事关婚嫁的事情 有些不太好意思 他开口问道 老师如何知道的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那个宇文昭的女儿 沉溅过了 不出意外 等陛下登基大典之后 宇文部的使团 就会正式入宫朝拜陛下 提起这件事 上一次宇文昭的那个女儿 宇文却来见李姓 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根据李姓得到了情报 这些人并没有走 而是留在了京城里 两个月的时间 足够他们与宇文昭通信 然而直到现在 他们都还没有离开 那么很显然 宇文昭已经接受了李姓的提议 要把这个女儿 送给大静的新天子 元昭天子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看着李姓 小声问道 老师 您的意思呢 陛下可以先见一见 这位宇文部的姑娘 如果喜欢 就把她留在京城里 三年之后手效期满 那进宫里做个妃子就是 陛下如果不喜欢 便把她送回北江 元昭天子看了一眼李姓 老师 父皇临终前与我说过 他说 老师会帮我 解决掉宇文珠布 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李姓看着元昭天子 笑了笑 就算陛下去了 这个宇文部的姑娘 北边的战士该打还是会打 不会有任何改变 无论什么时候 联姻都是最脆弱的联盟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尤其是双方的差距足够大的时候 不管是哪个时代 都很少有单纯靠联姻就能解决的事情 如果有 那代表双方差距不大 或者说 都不想再继续打下去了 而北江的事情就不一样 大进的朝廷 一直想要彻底打掉这个北州的残余势力 智不济也要打残他们 从武皇帝再到太康天子 积家三代人都是这个念头 而在李姓的角度上 他与宇文部虽然有过盟约 但是也不代表他不会对北江动手 太康天子临终之前 曾经托付李姓解决北江的问题 李姓当时硬承下来了 那么他就会尽力去解决北江的问题 况且 这是一桩天大的功劳 可以让静安侯府以及叶家 凭借这份功劳 在大进朝廷的地位 到达一个崭新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 李姓现在在新朝里 虽然地位高 但是不是府城 没有太大的实权 一个禁军右营握在手里 但是只能够自保 或者说维护京城的稳定 真正的朝政大权 都握在那四位府城手里 说白了 只要那四位府城 全部看他不顺眼 联合在一起 就可以罢除掉他身上的所有职位 甚至他身上这个太保的位置 如果真与府城有了什么冲突 北疆就可以用来大作文章了 秦安侯爷在卫阳宫里 与袁昭天子说了会话之后 便动身离开了卫阳宫 走在皇城里 这会儿是下午 阳光扑洒在皇宫里的青砖上 宫里虽然还是到处悬挂白帆 但是不少工人都在忙碌 准备2月27的登基大典 李姓副手 走在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皇城里 只觉得百感交集 他第一次进入皇城 还是在雨林卫里做对付的时候 奉命轮值永安门 那时候 还跟内卫的人闹了起来 聚众斗殴了一次 也是那次 他在这座皇宫里 见到了城的天子 然后是太康天子 一转眼 这座工城里的主人 已经变成了元昭天子 他今年才28岁 就已经是正儿八经的三朝元老了 正想着这些事情 就已经走到了永安门 他抬头看了看 轮值永安门的近卫 全部都是身着红衣的内卫 因为太康年间定下的成立 如今的雨林卫 已经被默认不参与进攻轮值了 李信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走过永安门 上了自家的马车 回到了静安侯府 这时候 太阳还没有落山 李信坐在侯府的书房里 让人把龙虎山天师府的 当代天师张道元 请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这位张天师见到李信的时候 心里坠坠不安 没有办法 此时已经不仅仅是 天师府嫡系52个人的姓名 这么简单了 龙虎山天师府的道统 以及龙虎山张家主迈之迈 加在一起 一共好几千人的身家性命 都掌握在面前这位年轻侯爷手里 老天师走进书房之后 拱手行礼 老道见过侯爷 李信正在奋笔集书 文言放下手中红笔 抬头看了这位老天师一眼 他与其平静 这几日 该查的本侯 都已经查出了七七八八 龙虎山天师府 从太康七年年初开始 便一直给先帝进回孟丹 是也不是 张天师身子一颤 连忙低头 颤声道 侯爷明鉴啊 这回孟丹是我龙虎山修到的丹药 用来帮助门人静心入梦的 绝不可能有毒 五弟一生行医 也绝不是要害陛下 那他为何畏罪自尽了 李信冷冷地看了一眼张道元 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过 老天师低头 苦笑道 李侯爷回孟丹绝对没有毒 老道吃多少粒给你看 都没有问题 先帝从太康七年开始 夜不能寐 这三年时间 不知道多少人给先帝用了药 按照李侯爷的说法 那这些人都应该有罪过 非是我龙虎山一家 所有人用药 都在太医院备份了 读读你们龙虎山的回梦丹没有 李信闷哼了一声 只这一条 就足够把你们天师府满门抄斩了 老天师面如死灰 的确 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只要有人想要他们家死 只这一条 就足够让他家满门抄斩了 怪只怪天师府当年进京 给天子补了那一挂 他没了办法 只能对着李信深深低头 哀声道 李侯爷 您也是得了我龙虎山传承的 这罪过 我天师府可以担下来 但是龙虎山的道统不能断 请侯爷 高抬贵手 李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面无表情 身为道门子弟 安安心心在山里练丹修道救世了 天师府不应该掺和进朝廷的事情里来 老道已经后悔了 老天师脸色苍白 非是因为这些年道门示威 老道也不会进京 替天子补挂 龙虎山是道门魁首之一 要替道门争一份气韵 静安侯爷闷哼了一声 你们静丹的事情 本侯已经与天子说了 天子震怒 亲自下了决定 老天师毕竟是方外之人 虽然到了生死关头 但是反倒没有那么恐惧了 他在书房里寻了把椅子 缓缓坐了下来 然后闭上了眼睛 侯爷说吧 李信看了一眼这个老头 龙虎山天师府 耻夺天师名号 今后静止 以天师名义四处行走 查莫龙虎山在京的一切产业 今后龙虎山张家 无圣旨不得入京 说完 李信看了一眼这个老头 面色平静 天师府福气佛 张道元坐在椅子上 瞪大了眼睛 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 身为天师府的传人 财色名利 儿女天伦全部都有过 再加上又修行了一辈子 对于生死 其实早就看得开了 之所以这么紧张 乃是担心家人的性命 以及祖上传下来的道头 现在 事情峰回路转 朝廷的惩罚高高抬起 轻轻落下 哪怕是他这个仗潮老人 心里也觉得大起大落 老人家反应了很久 才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皇城方向 深深作依 天子 仁君也 元昭天子对这件事的处理 的确是非常仁义了 毕竟这件事关系到他的亲爹 如果给另外一个偏激的少年人 来处理 龙虎山上下 恐怕都要去太陵给先帝陪葬 静安侯爷双手拢进了袖子里 看向这位老天师 老道长 明天一早 你们一家人就可以离京了 朝廷耻夺天师封号的圣旨 过一段时间 就会送达龙虎山 以后张家好生在龙虎山修道 莫要出来掺和正事了 他眯了眯眼睛 朝堂上的事情太凶险 我们这些当官的 都是提着脑袋在做事 方外之人 掺和不起的 张道元苦笑一声 对着理性连连作依 再不敢了 2月27 元昭天子的登基大典 在皇城里正式举办 这是许多年才能碰到一次的大事情 也是定国本的大事 自太康天子崩世之后 朝廷上下就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 早在几天之前 各地有条件到达京城的达官贵咒 包括风帆在各地的宗室 在得到宗府批准的情况下 都纷纷到达了京城 官礼大典 就连永乐坊里 都热闹了不少 十年前 太康天子登基大典的时候 李信已经在回永州老家的路上 有意避过了风头 而到了如今元昭天子登基大典的时候 他已经是朝廷里很难绕得开的人物了 此时的李信 别的身份不谈 只一个一品太保的身份 品级就超过了朝堂里绝大部分的官员 再加上一个帝师的名头 他甚至有资格主持这场登基大典 不过李信不是什么爱出风头的人 没有揽下下个差事 还是把主持的活交给了礼部 还有上书台去做 他只是换上了一身正儿八斤的一品朝服 带着已经晋级为大长公主的九公主 还有大女儿李叔 一起进宫观礼 登基的礼仪很是繁琐 首先第一步就是 一大早去太庙坟香祭祖 然后再焚烧一篇早就写好了的祭祠 再给老祖宗们上贡品 告诉祖宗们 皇帝换人了 通知了列祖列宗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禁告天帝 献上天子太牢 通知一生老天爷 人间的儿子换人了 到这里 祭天的礼仪其实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接受百官朝拜 几生珊呼万岁之后 事情就定下来了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大略 其中还有不知道多少细节 比如说 三寝三词之类的虚伪过程 就不用一一细说了 李信带着家人进宫的时候 天子已经在礼部等人的带领下 走进了太庙 太庙门前高高的祭坛 也已经摆好 只等着天子从太庙出来之后 焚香祭天了 上书台的五位宰府 在左向沈宽的带领下 也在前后忙里忙外 这其中最忙的 还属内世间的太监萧正 他想要继续留在宫里 就必须要讨好谢太后 还有元昭天子 而登基大典 则是最好的表现机会 因此 这位大太监这几天时间 几乎是忙得脚步粘地 把宫里的所有事情 都办得妥妥贴贴 相比较而言 李信这位帝师 就显得闲散得多了 他是在登基大典的当天 才带着家里人来宫中管理的 即便到了宫里 也是一个看客的身份 没有参与太多事务 为了登基大典的安全 此事工程内外 都有那位严格把守 李信甚至还看到了一些 轻衣牵牛尉 在宫城内外巡逻 只是即使到现在 他还是没有看到 一个黑衣的羽灵尉 他对着身边的大长公主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不在羽灵尉都七年多了 而且如今的羽灵尉 也是他们谢家人在打理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信不过羽灵尉 此时天子崩世 已经两三个月时间 九公主的悲痛 也减轻了不少 他拉着李信的袖子 白了抬眼 你也知道自己 不在羽灵尉已经七年了 现在羽灵尉里 你当年的旧部 估计都没剩多少了 你还管羽灵尉做什么 静安侯也感慨到 毕竟我是羽灵尉出身 李信刚进京城的时候 在羽灵尉校尉张追的 推荐之下进入羽灵尉 然后就在羽灵尉里 待了差不多三年时间 这期间还带着羽灵尉一起 经历了那场 凶险的人臣公变 如果不是羽灵尉 他是万万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 因此 哪怕已经封侯败将 他对羽灵尉始终都是有感情的 当年仁臣公变之后 羽灵尉里出身的一些将官 散布在京城各处 这些人也一直对李信很尊敬 逢年过节还会给静安侯府 送些东西 哪怕是李信备下大理寺大牢的时候 他们之中也有人来侯府 问过情况 如今羽灵尉成为京城三境尉之中 地位最低的一个 甚至远远落后于 后起之秀的千牛尉 大半原因是因他而起 如果羽灵尉是寻常衙门 他现在的身份多少可以帮衬一些 但是羽灵尉偏偏偏是天子清君 除了天子之外任谁都不好干涉 因此李信对羽灵尉一直有些过意不去 这时候 天子在一众官员的簇拥下 终于从太庙里走了出来 九公主与李信两个人 一起站在一众薰柜之中 他伸手轻轻扯了扯李信的袖子 看 要祭天了 身为皇家公主 对于这些礼仪的部分 九公主还是很门亲的 李信抬头看去 元昭天子已经在礼部尚书的搀扶之下 登上了高高的祭坛 接着来 就是焚香祭天了 元昭天子点燃高香 插在香炉之中 然后跪在了蒲团上 他这一跪 太庙门口所有人都跟着跪了下来 就连李信也在九公主的拉扯之下跪了下来 好在祭天他的时间并不长 天子三拜之后便站了起来 然后转过头来接受百官朝拜 现任礼部尚书秦昭带头 向元昭天子三跪九寇 太庙面前群友人都跪了下来 对着高台上的少年人三跪九寇高呼陛下 三生之后 登基大典基本上就完成了 高台上的元昭天子 有些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开口道 众卿平身吧 这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 难免会有些紧张 在可见的未来里 他还会说很多次 大典顺利完成 群友人都常常地松了口气 尤其是坐在轮轿里 偷偷观望的太后娘娘 里程以后 谢太后挥了挥手 一众太监很懂事地抬着他 回了后宫 而这边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尚书左仆叶沈宽 在大礼结束之后 在人群之中寻到了李姓 他走了过来 对着李姓 以及九公主 弯身行礼 见过李侯爷 见过大长公主 李姓与九公主 也对这位宰府还礼 沈相客见 沈宽行礼之后 对着李姓笑了笑 李侯爷 登基大典已经结束了 不过 我等还有一些事情 要与李侯爷商议 李姓诧异地看了沈宽一眼 沈相有什么事情 与我这个贤人商议 自然是关于李侯爷的事情 李姓沉硬了一番 回头对着九公主说道 夫人 你先去后宫陪一陪母后 我随沈相去一趟 九公主点了点头 看了沈宽一眼 那你去忙吧 尚书台就在皇城里 很快他们就从太庙门口 走到了尚书台 李姓来过尚书台 但是不多 前几次大多是在宫里 与太康天子喝酒 与天子一起来的 他与沈宽两个人 进了尚书台之后 才发现尚书台五位宰府 有三位都在 其中包括了另一位 俯臣公养书 还有御史台的御史大夫 严守卓也在 也就是说 先帝留下来的四大俯臣 已经到了三个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看了这些人一眼 然后对着沈宽笑了笑 这么大的阵仗在这里等着 沈相有什么事情 直接吩咐就是了 用不着商议 四大俯臣之中 除了那位大都督府的不在 其他的全到齐了 而大都督府 主要是负责军事 理论上来说 这三个人 已经可以在朝廷 发布任何政令 沈相笑了笑 侯爷不用这么紧张 我等请侯爷来 可不是什么坏事 他与其他两位 俯臣对视了一眼 然后对李姓拱手道 李侯爷是收过 陛下述修的夜师 如今陛下正式登基 李侯爷这个帝师的身份 也应该坐实 沈宽微微低头 我等这些天仔细商议过 又询问了陛下的意见 准备把侯爷的太保 升为太父 金安侯爷眯着眼睛 看了沈宽一眼 太父与太保 同为三师之一 比太保略高一些 明面上 的确是升了 太父与太保 同属三师之一 但是职份不同 地位也比太保略高一些 仅次于最为尊贵的太师 本来 三师这种最高等级的职位 是不太可能封给在职官员的 只有等治氏告老 或者死了之后 才有可能被朝廷追赠三公 而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 以及太子太保三个官职 在朝廷也都是作为虚贤 封给那些权重的大臣 作为荣誉投贤 而这三个官职 细究起来 职份是不一样的 太子太师 受太子以闻 太子太父 受太子以武 而太子太保 是要卫护东宫安危 在理性之前 这三个职位 都是有其官无其职 也就是说有人做这个官 但是没有人 做这个事 只有太康朝的理性 是正儿八经的 领了太子太保的实职 也真正成了太子的老师 如今 当年的太子四位 他这个帝师 自然就摘掉了太子两个字 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太保 在天子清政之前 负责率领晋军 卫护天子 但是如果身为太父 那么地位是要上去一些 帝师的名分 也更加名正言顺 但是没了太保的位置 就不再有卫护天子的职能了 也就是说 他仍然可以以太父的身份 统领晋军又赢 但是哪天上书台 想要拿掉这个位置 便更加容易了 静安侯爷也在朝堂 臣服了十来年 这种名声暗将的把戏 他也不是没有玩过 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些老家伙暗中的心思 他双手拢在袖子里 对着沈宽 微微欠身 这件事 沈相等人做决定了吗 沈宽 宫阳书 还有严守卓三个人 乃是先帝亲命的四大府城之三 一旦他们三个人做了决定 李姓本人的意见 其实已经没什么作用的 沈宽与宫阳书等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沉声道 暂时是有这么个想法 我等三人都商量过了 陛下那边也问过 如果侯爷没有什么问题 这两天就会有圣旨 送到侯爷府上 李姓笑了笑 沈相是先帝任命的府城 忠书令与御史大夫也都在 三位如果定了下来 我的意见似乎就无关紧要了 沈宽咳嗽了一声 然后笑道 侯爷是国朝住时 也是给朝廷立过大功的 我等虽然是府城 但是相比侯爷来说 功劳菲薄 凡事自然是要跟侯爷商量着来 侯爷如果不同意 我等在意就是了 李姓站在上书台的正堂里 环顾了一眼这三位仔府 脸上的笑意收敛 他缓缓拱手 主公不是仔府 就是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 且都是朝廷的府城 论权柄 比不知道比李姓强出多少 无论什么事情 都用不着 跟我一个小小的兵部尚书商量 朝廷有什么命令 直接送到我侯府来就是 李姓乃是进城 朝廷的意思 李姓无一不从 说吧 他对几位府城拱了拱手 朝廷刚办完登基大典 朱公都是大忙人 想必还有不知道多少事情要操忙 李姓一介闲人 就不打扰朱公忙碌了 这就告辞了 说完 他背负双手 转身离开 一走出尚书台 李姓便面沉如水 他是个脾气不错的人 从来不会无缘无故 跟任何人为难 但是偏偏有人 一直要找他的麻烦 从前的泰康天子倒也罢了 毕竟那是当今的天子 有动机也有资格 并且有能力找他的麻烦 但是如今 泰康天子已经崩了 这些在承德朝默默无闻 一直到泰康朝 才展露头角的大头书生 也开始打他的主意了 即便是以理性的好脾气 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 他的态度很明显 生他做太夫可以 他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如果有人要借此 拿掉他手上的禁军又迎兵权 那么李姓便没有什么好脾气 待他们了 想到这里 金安侯也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尚书台颁房一眼 真以为做了俯臣 就是皇帝了 他拂袖而去 尚书台里 三位俯臣面面相去 本来按照道理来说 他们三个人身为俯臣 是有资格直接下文书 甚至圣旨 决定这个事情 不用与李姓商量的 他们已经非常给李姓面子 亲自把李姓 请到尚书台 三个俯臣一起当面 心平气和地 与李姓说这件事情 但是没想到 这位年轻的金安侯爷 丝毫没有给他们留面子 呛了两句之后 转身就走了 尚书台里 寂静无声 最终 还是在承德朝 就做载府的 中书令公扬书 第一个开口说话 他咳嗽了一声之后 沉声道 要不然 就此做爸爸 他微微叹了口气 他李长安 太子太保的身份 是先帝清风的 就连羽林卫又赢 也是先帝自己交到他手里的 如今先帝病天 不过三个月 咱们没必要去得罪他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沈宽 吃力不讨好 沈宽才 是如今 尚书台的主事人 这位 左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缓缓开口 公扬兄 我等并不是 要去得罪他 今日是我亲自去请 他来尚书台说话 而且是我们三个人都在场 好生好气地与他说话 我们甚至没有提起半句 关于禁军又赢的事情 只说升官太夫的事 身为首相 沈宽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即便如此 他还是拂袖而去了 监察御史严守卓 沉默无语 公扬叔无奈地说道 他年纪轻 脾气大一些 也是正常的 那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沈宽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低头道 西南的诸多文书 我看过 公扬兄自然也看过 他李长安与西南不亲不楚 甚至互相勾连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先帝曾经拿他下过大理寺 就是因为西南的事情 奈何先帝的身子出了问题 最终不得不大事化小 不了了之 沃等 手段自然不及先帝 沈宽微微低头 缓缓开口 但是沃等也不能让他李长安 一边勾结西南叛逆 一边手握荆棘命脉 无论如何 陛下亲政之前 沃等必须交还给陛下一个 轻轻朗朗的大劲 曾经在承德朝任大理寺卿的 御史大夫掩手桌 看了沈宽一眼 沈相 下官以为中书令说得不错 这件事情急不得 慢慢来吧 尚书左仆叶 深呼吸了一口气 二位都是先帝临终任命的府城 朝廷的公骨之臣 怕他李长安不成 事关武事 明日老夫会请大都督进尚书台一回 两位说得不错 这件事情急不得 但是不急不代表不做 沈相语气坚定 我等身负重任 就要一点一点地去做 元昭天子的登基大典 办完之后 新朝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 接下来只要静静地 等着新天子 成年清政就好 京城暗处 因为太康天子崩世引起的波浪 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从尚书台出来之后 李姓去了一趟后宫 从昆德宫里 把九公主接了回来 夫妻俩一同从永安门出宫 坐上了自家的马车 陈十六挥动马鞭 马车缓缓地 朝着静安侯府走去 马车里 九公主握了握自己夫君的手 开口问道 尚书台找你 是有什么事情吗 她是皇家出身 对朝廷的官制非常清楚 自然知道 尚书台在朝廷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更何况如今天子年幼 尚书台两位宰府府政 抛开武士不谈 如今的尚书台 是在代行王室的 尚书台莫名把李姓找了过去 九公主自然要问一问 没有什么大事 李姓笑呵呵地说道 关于陛下的一些小事 已经处理了 九公主点了点头 轻声道 现在朝廷的权柄 大半在尚书台里 因此尚书台也最惹人注目 你没事 还是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咱们自己过日子就好 李姓微笑点头 殿下说的是 为夫一定照办 再不跟那些老头往来了 夫妻俩成婚多年 殿下这个称呼 早已经弃之不用 如今提起来 大半是调侃的意思了 九公主轻哼了一声 撇过头去 不搭理李姓了 夫妻俩正说话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李姓微微皱眉 从永安门回家的这条路 他走过太多太多次了 对于回家的时间 以及要经过哪些路段 已经烂熟于心 他很清楚现在的位置 距离静安侯府 还有两三个拐弯 才能到 于是他开口问道 出什么事了 驾车的陈石榴回头 掀开车帘 沉声道 侯爷 有人拦路 静安侯也从车帘里探出头去 便看到了一个衣着副理 一身紫衣 大概十五六岁的少年人 正拦在静安侯府马车面前 在这个少年人身后 还跟着十来个身强体壮的汉子 看起来是他的护卫 少年人虽然拦路 但是态度很好 他对着静安侯府的马车 深深作一 骑王世子姬凯 求见静安侯爷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又低头说道 见过姑母 李姓听到这句话之后 本来探出去的身子 立刻缩了回来 西桓的儿子 他先是皱了皱眉头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对着陈十六沉声道 不要理他 撞过去 生死不论 陈十六跟了李姓多年 很明白李姓的意思 李姓话音刚落 他就挥动马鞭 拉车的两匹 白马 立刻高声思鸣 不再顾及 身前有人拦着 硬生生撞了过去 这位骑王世子 自然不是傻子 面对这样一辆大车 硬用身体拦着 估计就要横死京城街头了 他吓了一跳 连忙避开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静安侯府的黑色马车 已经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马车里的静安侯爷 满脸都是灰气 此时 就连一旁的九公主 也看出了一些不对 他皱着眉头说道 四哥的儿子 怎么来找我们 新天子登基 各地方王 即便不能出方国 也可以派世子入京朝拜 因此这位骑王世子 出现在京城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为什么 要来拦理性的马车 要知道 朝廷大臣 尤其是带兵的大臣 结交宗室乃是天大的忌讳 更不要说是 骑王府这种十年前夺敌失败 被赶出京城 就翻得王爷了 更重要的是 一旦双方有所接触 不仅仅是大臣 要受到朝廷猜忌 藩王本身 会受到的猜忌更重 以后的日子 也会更不好过 哪怕这位骑王殿下 真有什么事情 要来寻理性 也不应该让儿子 在永乐坊里 正大光明地 拦下理性的马车 他是故意的 坐在马车里的理性 眯了眯眼睛 这位骑王殿下 贼心不死 想借着这个机会 挑拨朝廷 与咱们家之间的矛盾 李信生呼吸了一口气 他是想要朝廷 更加猜忌我 最好能让我在京城里 混不下去 这样 他才有机会 进行下一步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 缓缓闭上眼睛 十来年了 你这个四哥 还是心术不正 并且贼心不死 九公主有些慌了 他低声道 那该怎么办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是了 这孩子 要是偷偷来咱们家寻我 或许还有点用 但是他光明正大的 在永乐方里拦我们 只要明眼人一眼 就可以看出破绽 说到这里 李信对着陈十六开口道 这小子多半还会再来 十六你告诉门房 直接拦下来 就说 我最近不见客了 陈十六微微点头 知道了 说话间 马车已经停在了侯府门口 李信与九公主两个人先后下车 然后再一次吩咐道 记得 这三天时间 除了宫里的人 其他不管是谁来 都一律不见 陈十六低头道 侯爷放心 一定给侯爷办妥 李信这才跟长公主一起 踏进了静安侯府 他们两个人刚刚走进去 侯府的法门便顺势关上 意味着最近几天时间 静安侯府不会招待任何客人 不过 这种闭门仅仅持续了一天 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一群紫衣的太监 就突破了侯府门房的防线 成功地进到了侯府里头 这群紫衣太监 为首的人是肖正的干儿子肖怀 他手里捧着一卷圣旨 是来给李信传旨的 圣旨到了 侯府自然不敢不赢 没一会儿 李信就带着家人 准备在正堂跪接圣旨 但是当侯府的家里人 刚刚到达正堂 准备试案焚香 供应圣旨的时候 肖怀却对着李信连连白手 谄媚一笑 不用大礼 不用大礼 侯爷直接拿去看就是了 说着 他就要把圣旨递在李信手里 李信伸手接过圣旨 对着肖怀微微点头 有劳公公 肖怀满脸堆着笑容 不辛苦 不辛苦 能给侯爷送来高僧的圣旨 是奴婢的福分 李信听到高僧两个字 眉头深皱 他见过许多次圣旨 展开圣旨驾轻救赎 很快圣旨就被他缓缓展开 整个静安侯府正堂 立刻跪了一片 李信简单扫了一眼 就看到了最关键的一行字 卓太宝李信 为当朝太傅 家驻国大将军 除了这行字 圣旨上的其他字 都没有什么作用 李信简单扫下去 就看到了圣旨落款的位置 这里本来是要加带玉玺的 但是此时 落款处除了玉玺之外 还有整整四个的的司章在 同时也有四位府城的签名 也就是说 他们四个府城全同意了 静安侯也扫尸了几遍圣旨 随即呵呵一笑 有劳萧公公跑一趟 这圣旨的内容 我知道了 太傅这个位置 并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算是在官职上 坐实了帝师的身份 而且地位也要比太保高上一筹 而这个祝国大将军 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大靖开国以来 授封祝国的并不多 尤其是五皇帝之前 大靖几乎很少有祝国大将军出现 自五皇帝以来 大靖军功日盛 才先后有了 陈国公叶盛 和平南侯李盛 两位祝国大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 中泰康朝一招 大靖没有出现过 哪怕一个大将军 一直到如今的元昭朝 李信因为累公 以及几位 俯臣暗处的心思 才被封为祝国 见李信收了圣旨 肖怀深深弯腰 恭喜太保高升太富 荣丰祝国 李信把圣旨放进了 自己宽大的袖子里 然后看了肖怀一眼 有劳肖公公跑一趟 如果不嫌弃 等会去领些喝茶钱 收到升官的圣旨 一般都会给跑腿 换官一份辛苦费 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不过因为李信这些年 一直位高权重 所以不管是谁来他府上宣旨 都不太敢要他 进安侯府的银钱 肖怀是肖正的干儿子 也是如今内庭里风头 最盛的宦官之一 自然不会不懂这个规矩 他低头正要拒绝 突然眼珠子转了转 恭恭敬敬地 对李信作一道 奴婢谢太富上 李信瞥眼看了一眼 这个才二十多岁的内庭少奸 随即呵呵一笑 一点小钱不成敬意 他抬头看了看 就在旁边伺候的陈十六 开口道 十六带着肖公公去账房领钱 是 独臂的静安侯府大管家 微微欠身 领着肖怀去了 而李信则是副手站在正堂里 看着肖怀远去的背影 笑了笑 这一对父子 有意思 李信受封太富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京城 很快就有不知道 多少朝廷官员 备好了礼物 要上门贺喜 不过因为李信 早已经下了命令闭门谢客 因此大多数人 都没能进得了侯府 不过因为有些人是挡不住 也不太好挡的 李信在被烦扰了两天之后 干脆起码离开了京城 去了一趟禁军幼营的大营 他是去年下半年 开始执掌禁军幼营 到先帝驾崩之前 他已经基本掌握了幼营禁军 毕竟幼营禁军的 大部分折冲都尉 以及果义都尉 都是他当年的旧部 有些还是他在西征之中 提拔上来的 按规矩 像李信这种禁军将军 是要住在禁军大营里的 比如说禁军的左营将军侯敬德 几乎一年到头 住在大营里 很少回京 而李信 在差不多掌控了幼营禁军之后 就懈怠了不少 没有怎么到禁军大营里来了 其实他手里掌握了西南 并不是特别在意幼营的兵权 但是这个权柄 是泰康天子在临死之前 交到他手上的 当时 泰康天子与李信 几乎到了决裂的地步 就算他因为身子撑不住了 没办法再跟李信为难 但是最多也就是放弃 对李信动手 没有道理 把半个荆棘禁军 交到他这个反贼手里 而泰康天子 却真的这么做了 这是天子对李信的低头 服软 甚至是在央求李信 用这一半荆棘禁军 服稳那一对孤儿寡母的地位 李信在拿到 那道封他为禁军幼营将军 胜旨的时候 还是颇有些感触的 这也是他理所当然的 站在太子那边的原因之一 现在 先帝并天不过三个月 上书台的那些俯臣 便迫不及待地拿掉了他太保的位置 所以他才晋级私动 莫追马的马城很快 三四十里的路程 只用了大半个时辰 就到了 到了大营门口 李信跳下马车 随手把缰绳丢给了大营门口 看门的一个禁军将士 然后副手走进了禁军大营 他是雨林卫出身 雨林卫袍服上黑 因此 李信平时也常穿黑袍 此时 他就穿着一身玄黑色的袍服 副手走在禁军大营里 大营里的人见了他之后 都恭恭敬敬地 低头称呼将军 他进了大营没几步 从前任禁军右营中护军 如今任右营副将的贺松 便领着几个中护军 还有驻军 在率仗的两个蛇冲都尉 出来迎接李信 时来的大汉 毕恭毕敬地低头行礼 末将等 见过将军 这个副将贺松 是陈伯公府家将出身 太康二年跟着李信出征 当时是任折冲都尉 后来吸征凯旋之后 因为立了大功 就干脆留在了禁军右营里 做了中护军 去年年底 李信重新执掌右营之后 他才被提为副将 禁军右营 一共有八个折冲府 每个折冲府驻地不一样 率仗附近的折冲府 只有两个 但是八个折冲府的要事 多半都要送到帅仗里来 因此军务繁重 李信不在帅仗的时候 都是贺松 以及右营的长使 在帮他打理右营 李信也是 做甩手掌柜做习惯了 不然以他现在的几个官职 就是学会了分身术 也不可能同时 打理兵部和禁军 两个这么大的职司 在贺松的等人的簇拥下 李信进了右营的帅仗 然后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他先是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书 然后回头看了看贺松 贺将军 近来右营无是否 贺松苦笑道 右营八个折冲府 加在一起十数万人 如何能够没事 只是将军你不问事而已 李信笑了笑 这不是京城里事务繁忙 无暇顾及右营吗 贺将军捡一些重要的事情 与我说一说 贺松点了点头 开始跟李信汇报军务 所谓的军务 有些是事关右营人士 但是一定级别的武将 贬折着生 都要经过兵部 或者大都督府 因此右营的剩下的军务 大多就是一个折冲府的人 与另一个折冲府的人 大规模泄斗了 或者是哪个折冲府 物资发放的不齐 贺松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滔滔不绝地 在李信面前 说了大半个时辰 然后喝了几口水 继续回报 金安侯也听得昏昏欲睡 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句话 方山折冲府都尉成绩 调任一阳都尉 方山折冲府由周青阳任都尉 听到这句话之后 原本有些困乏的理性 突然睁开了眼睛 周青阳是谁 贺松愣了愣 开口道 是朝廷新调任过来的 方山折冲府的都尉 昨天到任的 李太傅面沉如水 折冲都尉这么大的五官调动 我怎么不知道 贺松更加愕然了 这是朝廷下发的文书 有兵部的刊河 还有大都督府的印章 末将等已经仔细查验过了 没有问题 而且将军您在京城里 末将以为您知道的 理性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了 这就更巧了 有兵部的刊河 我这个兵部尚书 居然也不知情 周青阳 今年四十岁整 不快出身 做到捕头之后 因为履历其功 从立被破格升为官 一直做到了益州司马 随后被调入京城 任千牛卫狼将 千牛卫狼将是从五品 而进军的折冲都尉 按照各个折冲府不同 品级也不同 从正五品下到 正四品上都有 方山折冲府 算是中等的折冲府 折冲都尉 应该是从四品的官职 这位周青阳 这一次算是升职 细算的话 应该是从正五品上 升到了从四品下 只升了一级 从明面上来看 这是一次 再正常不过的调动了 九品三十六级 他只升了一小级而已 但是折冲都尉 这个级别的人士调动 正常来说 应该是李信 这个禁军将军 上书提名 然后朝廷诸直思审核 就算是朝廷委派 最起码 也要事先跟李信 这个禁军将军 打个招呼 没有道理像这样 二话不说 硬生生塞进来一个 中等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更过分的是 折冲都尉的职位调动 应该通过兵部 五选四刊河 李信身上 还有兵部尚书的职位 这件事 居然就这么绕过他 不声不响地做成了 如果他今天不来右营 甚至还要被继续瞒在鼓里 这件事情自然不能怪和松 毕竟这份调令合理合法 他在右营打理军务 怎么也要遵从的 李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双手都拢进了袖子里 成绩去哪了 贺松微微低头 成绩就是一阳人 昨天收到调令之后 他立刻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 说是要回老家去 一阳府也在南边 距离李信的老家永州府 并不是很远 但是 哪怕是一个上府的知府 也不过是正四品 一阳府的知府 是从四品 而这个一阳都尉 其实是从五品的官 这是这儿八经的贬折 这个成绩 是跟着李信 西征升迁上来的人之一 西征之时 杀敌不少 而且在翻越摩天岭的时候 立过功劳 西征凯旋之后 被升为方山折冲府的 果义都尉 后来升为折冲都尉的夜帽 离开禁军 他就慢慢爬到了 方山折冲府都尉的位置上 从一个从四品的金官 变成从五品的地方官 没有人会真的开心 成绩自然也不会 李信皱了皱眉头 派人把成绩叫住 让他在京城里 等上一段时间 不要急着回忆啊 同为西征功臣 贺松与成绩 还是很熟的 文言立刻低头 末将这就派人去 锦安侯颜面无表情 再派人把那个周青阳叫过来 本将要见他 贺松犹豫了一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李信 将军 他想说 那个贺松的调令上 有大都督府的印章 大都督府才是 大进最核心的军事部门 比兵部还要更权重一些 李信皱眉道 没听见吗 贺松叹了口气 末将这就去 他退下去之后 李信一个人坐在 帅杖的主位上 闭目明思 因为方山哲冲府 并不在帅杖附近 所以需要有人骑马 去传唤周青阳 大概过了两个时辰之后 这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才出现在了 李信的帅杖里 他的长相棱角分明 而且胡子修得极为整齐 看起来很是精干 走进帅杖之后 这位新任的方山蛇冲府都尉 恭敬半跪下来 沉生道 末将周青阳 见过将军 坐在主位上的李信 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眼前的这个中年人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周都尉出身千牛尉 周青阳恭敬低头 回将军 末将在千牛尉 做了三年狼将 千牛尉是个好去说啊 李信站了起来 府长微笑 千牛尉的中狼将 可是当朝的国旧爷 而且千牛尉 是天子清军 可以轮值进攻 有的是机会接触天子 在千牛尉做事 可以前途无量 周狼将 不在千牛尉发财 怎么就想着 到了这苦哈哈的 禁军里来了呢 周青阳微微低头 回将军 卫国尽忠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好一个卫国尽忠 李信拍了拍手掌 然后脸上的笑意收敛 周青阳听令 周青阳立刻低头 末将在 本将现在命令你 立刻回到千牛尉之中 继续做你的狼将 不得有误 周青阳恶然抬头 将军 朝廷调令以下 末将如何回到千牛尉之中 你不去 周青阳脸色铁青 李将军不让末将 待在禁军又营 也要先拿出 朝廷的调令吧 李信面无表情 我只问一句 你去还是不去 周青阳咬了咬牙 将军 此事不合朝廷规矩 末将 去不得 很好 李信先是笑了笑 然后扶长看向周青阳 周青阳 本将现以禁军又营将军的身份 将你开革出禁军又营 这下 就算是尼捏的人 也要生气了 周青阳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愤怒地看着李信 李将军 末将是奉朝廷调令 被调到禁军做事 禁军又营 排挤外人也罢 李将军不喜周某也罢 大可以让朝廷撤回这条调令 听闻李将军 如今已经是太父 当朝帝师 官居一品 如何还会做这种 小孩子够当 李将军面无表情 冷冷地看向周青阳 本将现在是禁军又营将军 你的上司 方才我向你发出军令 你拒不服从 本将现以禁军将军的身份 将你开革出禁军 有什么问题 李信静静地看了这回一眼 周郎将有什么不服的地方 可以去兵部 或者大都督府告我 周青阳脸色铁青 事实上 这也是朝廷 给军队人士任命的时候 必须要跟主事 将军沟通的原因之一 因为如果沟通不到位 一个上司 想要把下属弄走 再简单不过了 区别是 李信做得毫不掩饰 其他将军 多少会遮掩一些而已 周青阳脸色极为难看 最终 他还是对李信拱了拱手 李将军行事这般蛮横 丝毫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 便不怕枉法吗 末将知道 李将军还是兵部尚书 兵部告不得将军 但是大都督府 却还是朝廷的大都督府 无论如何 末将一定要去大都督府 讨个说法 说完 周青阳就要愤愤离去 周郎将要去大都督府 青阳侯爷脸上的笑意 也消失不见了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正巧 我也要去一趟大都督府 说着 李信揣着手走到周青阳面前 淡然道 不如同去 同去便同去 周青阳也是五人出身 这会儿来了脾气 怒声道 周某便不信 这大静还信礼了 简单与贺松交代了一下 幼营的事情之后 李信在进军幼营大门口上马 准备回京 而被他强行开格的周青阳 也在营门口上马 准备与李信一起去大都督府平礼 临走之前 李信回头 对贺松沉声说道 自今日之后 不管朝廷对进军幼营 有什么直观调动 我没有看过的 我幼营一律不认 贺松叹了口气 低头道 末将 遵命 李信看到他一副为难的样子 笑了笑 放心 有什么责任 我李信担着 贺松苦笑道 将军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末将以为 将军开格了周青阳就罢了 还是不要去大都督府了 免得事情闹大 大进的军权 从武皇帝之后 大范围向武将倾斜 以至于本来掌兵的兵部 只掌握了武将的人事调动 实权远训掌握了调兵权的大都督府 从武皇帝之后 四十多年来 没有任何武官 敢惹大都督府 毕竟就连当初的叶帅 也只是在大都督府里 做了个又都督而已 贺松的意思是 让李信大事化小 金安侯爷坐在马上 呵呵一笑 不管是哪里 都不能不讲道理 大都督府也不成 说吧 他抖动江绳 莫追马一骑绝尘 朝着皇城的方向飞奔而去 周青阳看着一骑绝尘的李信 咬了咬牙 也骑马跟了上去 贺松现在进军右营大营门口 看着李信的背影 微微叹了口气 当初叶帅都忍了 叶圣从北边凯旋之后 北征的旧部 被兵部以及大都督府打压 架空 拆分的七零八落 以至于当年的北征郡 不仅散落在各军 甚至散落在各衙门里 再也不成规模 放眼如今的李信 楚青其实与当年的叶圣很像 不过 叶圣当年选择了进入大都督府 挂了个右都督的贤职 尽力求自保 而李信则是骑着马 赶向了京城的大都督府 贺松是成国公府的家将出身 叶帅的就是他 自然是知道的 如今看着李信 他难免心生感慨 李信是一大早赶去的进军右营 大概在右营大营里 待了大半天功夫 回到京城的时候 也就是下午而已 他是武官出身 虽然这些年 没有怎么去过大都督府 但是还是知道大都督府在哪的 大都督府早年 是在皇城外面 在武皇帝时候 被搬进了皇城外城里 与尚书台和兵部都相距不远 大都督府自武皇帝之后 权柄日重 几乎可以截至天下兵马 因此这个衙门的主官 也就是大都督府左都督的位置 四十年来 一直牢牢地握在宗室的手里 从来没有一个外星人 拿到过这个位置 就算是夜盛也不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都督府被人认为是宗室权利的延伸 整个京城包括朝廷里的官员 很少有人会愿意得罪 权柄沉重的大都督府 不过这天下午 有些例外 因为一个一身黑衣的年轻人 从永安门进了皇城 迈步走到了大都督府门口 理性的麻原比周青阳的快 这会儿他到了大都督府 周青阳还在路上 此时已经是下午接近傍晚 大都督府的人差不多要下班了 大都督府门前的卫士 也认得理性 立刻迎了上来 低头抱拳 见过太傅 太傅光临大都督府 不知有何贵干 劳烦通报 静安侯爷面无表情 兵部尚书理性 求见大都督 大都督府最高的两个职位 是左都督与右都督 左都督总管大都督府 也就是俗称的大都督 如今的大都督 是大晋宗士 魏国公姬林 姬林是皇室之脉 今年也才47岁就接过了前任大都督的位置 成了机家的看门人 这个大都督的位置 又被京城的百姓称为大司马 两个卫士对视了一眼之后 缓缓低头 太傅稍后 小的这就去通报 理性点了点头 便静静地在门口等着 其中一个卫士 慌慌张张地进了大都督府 通报去了 没过多久 一身子役的魏国公姬林 便在一群下属的簇拥之下 来到了大都督府门口 这位大司马满脸笑容 对着理性拱手道 太傅怎么有空 到这大都督府来了 理性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文书 缓缓开口 今日理性是代表兵部 有公事与大都督商议 大都督府虽然截至天下兵马 但是武将的人士权 却在兵部手里 两个衙门互相撤肘 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姬林文言 面色凝重 沉声道 太傅请进 我们里面谈 理性双手收在前面的袖子里 迈步走进了大都督府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大都督府 在姬林的带领下 左右看了看之后 没过多久 就坐到了左都督的班房里 下人奉茶之后 姬林笑着对理性说道 太傅有什么公事 让手下人送份文书来就是了 哪里用太傅亲自跑一趟 理性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文书 放在了姬林面前 大都督府请看 这是我今日去处理 禁军诱营公事的时候 翻到的大都督府调令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他只着调令上的大都督府印章 淡淡地问道 我想问一问大都督 大都督府何时有调任将官之权呢 大都督府截至天下兵马 理论上是可以约束大进所有军队 包括进军在内 但是按照武皇帝设置的体系 大都督府只管调兵 兵不负责武官人士 这样不至于其中一个衙门权柄过重 导致权力失衡 也就是说 大都督府是无权调周青阳 入进军又赢的 吉林愣了愣 然后看了几眼这份文书 陪着笑脸 太服误会了 这份调令我也看过 虽然有我大都督府的印章 但是我大都督府 只是将此人举荐给兵部 最终是经过兵部刊河的 不然这份文书也起不了作用 李侯爷面无表情 可是这上面分明写着 调任周青阳 入方山折冲府 任折冲都尉 大都督府 何曾有调任武官的权柄了 李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了吉林一眼 大都督府截至天下兵权 我大进数十万军队 都归大都督府截至 有如此权柄 大都督还要插手兵 不无选私的差事 说到这里 李信冷冷一笑 偏偏好巧不巧 大都督还是宗室 李信想问大都督一句 大都督究竟想做什么 其实这一次 针对进军又赢的动作 起因是因为那位上书台的左相 要逐渐拿掉李信的 进军又赢兵权 但是这个当口 没有人能跟李信迎来 即便是作为首府的左相审宽 也说了要慢慢来 而这个所谓的慢慢来 就是逐渐架空李信 在进军又赢的权柄 因此 他们三个人才请了吉林去上书台 这位大都督摸不开面子 才有了周青阳替任成绩 接手方山哲冲府的事情 方山哲冲府 只是进军又赢八个哲冲府之中的 其中一个 而且还不是上府 所有人包括大都督吉林在内 都以为李信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没想到 这位年轻的太夫 这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而且直接杀到了大都督府 大都督吉林 听到了李信这句话之后 脸色骤变 的确 他是宗室 正因为是宗室 所以才能这么顺利地接手大都督府 但是这个身份有利有弊 他姓姬 也就是说 他也有资格坐上地位 这一次 大都督府的确有跃权之处 李信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 他或许不会获罪 但是这个大都督的位置 恐怕就坐不稳了 毕竟兵权是皇帝最忌讳 也最看重的东西 别说是一个宗室 就是亲儿子也不会放心 虽然 如今的元昭天子年幼 恐怕也忍受不了这种事情发生 这位大都督脸上的笑意收敛 他亲自起身 关上了房门 然后回头 对着李信苦笑道 太傅有什么问题 说出来就是 能解决的大都督府 一定配合兵部解决 这样直接扣下来一个大帽子 我可吃醉不起 李信仍旧坐在椅子上 面色平静 新帝年幼 大都督指长大都督府 可以截至天下兵马 还是先帝亲命的府城 已经是当朝第一权臣 再加上大都督的宗室血脉 想着抬头看向那个位置也不奇怪 可不是 我给大都督扣帽子 如果是机灵的前任 那个执掌了大都督府 二十年的大都督鸡瓶 可以完全控制大都督府 再加上一个府城的身份 倒真有机会看一看皇位 但是机灵不一样 他是刚刚接替的足述的位置 在皇帝亲政之前 基本不可能完全掌控大都督府 再加上兵部的制约 他几乎没有任何谋反的机会 这也是太康天子 对他如此慷慨的原因之一 机灵苦笑连连 太父啊 咱们有公事变谈公事 大都督府这边 如果出了插漏 我一定给太父一个交代 这样一再一策 事情也解决不了不是 这个周青阳的调令 可能是我大都督府的问题 大都督府一定会追究下去 至于这份调令 明日我会亲自上书朝廷 撤回这份诏书 他站在李姓面前 对着李姓作一道 太父 衙门里做事总会出差漏 您高抬贵手 按理说 一个当朝俯臣 还是军方一哥 能有这个态度 而且也承诺李姓解决问题 事情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不过李姓自然与旁人不太一样 他站了起来 把桌子上的调令 收回了袖子里 大都督 过两天 应该就是朝廷大朝会的日子 如果我把这份调令呈上去 事情会如何 这位大都督没有回话 但是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 李姓把调令收进了衣袖里 静静地看着姬林 大都督 我需要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如果这份调令 被李姓这么个朝堂大佬 递到皇帝面前 那么造成的影响力 将是破坏性的 即便袁昭天子现在还小 奈何不得俯陈 但是两年之后 姬林不仅会丢掉 大都督府的位置 甚至身家性命 恐怕都保不住了 姬林没有办法 只能拉着李姓 重新坐了下来 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详细地说给了李姓听 他叹了口气 另外三位俯陈都在场 我当时想着 这件事情不大 总不能不给他们面子 就给办了 李姓对于这个结果 心里多少有点心理准备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姬林 大都督府截至天下兵马 已经是武官极致 大都督身为大进大司马 却还要勾连文官 攫取兵部职权 本来我与大都督只是开玩笑 但是现在 我还真要怀疑 大都督别有心思了 如果是上书台的几个老狐狸在 无论如何 也不会被李姓 这么轻而易举地唬住 但是机灵毕竟不是文臣 也没有那么多花花心思 他听到李姓口中的罪名 一个比一个重 立刻就有些慌了 太傅 你可不能信口胡说 李姓眯了眯眼睛 继续问道 这份调令 有上书台 还有大都督府的文书都不奇怪 但是兵部的文书 是怎么来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兵部无选司 应该是宁林侯爷林在主事 机灵苦笑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的 当时他们三个 只让我在调令上盖大都督府应 其他的事情 交给上书台去办 李姓点了点头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起声告辞 机灵有些慌张 他拉着李姓的袖子 开口道 太傅 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干 李姓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机灵一眼 然后他转过身子 对着机灵拱了拱手 大都都能否听得进去几句心里话 机灵这会儿 正担心李姓会不会真的去大朝会告状 文言立刻开口 太傅请讲 李姓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大都都 我手中的进军又赢 是先帝临终之前交托给我的 先帝的意思 是让我保全新帝顺利四位 先帝崩世三个月 李姓一位触犯国法 二位干涉正事 几位俯臣 为何要针对进军又赢 说到这里 李姓看了一眼机灵 大都都也是先帝亲命的俯臣 李姓在这里问一句 大都都是文臣还是武官 我 自然是武官 金安侯爷深深地看了一眼机灵 大都都 我也是武官 你我同为先帝任命的武官 只是大都都权重一些而已 如今先帝驾崩才三个月 大都都如何就倒戈相向了呢 机灵被这几句话问得 哑口无言 李姓对他拱了拱手 转身告辞 大都都立刻追了上去 太傅这是要去哪 此时 李姓已经距离大都都府正门不远 他停下脚步 面色平静 大都都 这件事已经闹大了 我身为兵部尚书 不得不上报朝廷 三日之后的大朝会 这件事情就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陛下面前 到时候应该如何说 大都都这三天 不妨仔细想一想 说着 李姓就要迈步离开 刚踏出大都都府的大门 就看到有些狼狈的周青阳 也赶到了大都都府门口 金安侯爷回头 对着机灵呵呵一笑 大都都看 又有人来许你告状来了 周青阳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告状 他原本在牵牛未干得好好的 突然被朝廷调到了禁军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好歹算是高升 他也就开开心心地去了 但是刚到方山哲冲府一天多的时间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 就被李姓莫名其妙地开革出了禁军 京城里长兵的衙门 一个是兵部 一个就是大都都府 周青阳自然要来大都都府告状 而且他的调令本就是从大都都府发出来的 也应该来大都都府问个究竟 他听到了李姓的话之后 咬了咬牙 还是迈步走了上来 对着机灵深深低头 下官周青阳见过大都都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大都都机灵就挥了挥手 沉声道 你的事情本都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这两天就会有结果 你回去等消息吧 周青阳满脸愕然 机灵皱着眉头 继续说道 好生在家里等消息 不要再回禁军 更不要想着闹事 不然后果自负 其实在这件事情里 周青阳都只是一颗被人摆弄的棋子 完全是身不由己 而且他从头到尾 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说他做错了什么 那就是他没有认清局势 不应该与李姓起冲突 此时 大都都府的威严压下来 他也只能低头认怂 下官 尊命 在朝堂顶级势力的争斗之中 一个四五品的武将 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周青阳长叹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 而李姓目睹了 机灵的处理结果之后 笑了笑 大都都明察秋毫 本官佩服 不过衙门里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这便告辞了 大都都看着李姓 微微叹了口气 太傅 无论如何 此时大都都府 一定站在禁军这边 不会让禁军吃亏 但是依我看 这件事情 最好指于大都都府 就不要公主于朝廷了 李姓本来转身 都要走了 文言回头看了机灵一眼 这是为何 大都都叹了口气 陛下年纪还小 朝堂经不起动荡 况且 他们 可是有三个府城 太傅还是大士化小霸 李姓冷冷一笑 便是天子 也要按照规矩做事 那些人坏的规矩 不给他们一个厉害 用不了多久 不说禁军的一个折冲都尉 就是我这个禁军将军 恐怕也要不复存在了 说吧 李姓转身离开 大都都不用劝我 我们三日之后 魏阳宫里见 说吧 金安侯爷潇洒离开大都都府 他本身就不是那种畏惧强权的性格 哪怕是战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太康天子在世的时候 李姓都没有怕过他 更不要说几个做了府城的糟老头子了 不过这时候 距离大朝会还有两三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李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弄清楚 这份调令上的兵部刊河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李姓是兵部尚书 叶林是兵部左侍郎 两个人随便一个都有把持兵部的权柄 那些人是如何绕过他们 拿到兵部刊河的 算一算时间 李姓是在太康三年从西南凯旋之后 担任的兵部尚书 此后一直到现在已经七年多时间 作为一个做了七年的兵部尚书 被这么摆了一道 他自然很愤怒 兵部与大都都府一样 都在皇城里 而且离得不远 李姓走了没多久 就到了兵部衙门门口 这时已经日落西山 许多兵部的官员都在准备回家了 但是见到李姓到来之后 这些人纷纷坐回把位置上 有些手脚快的 在把已经收拾好的文房四宝 重新摆放在桌子上 做出一副乖乖的模样 不怎么到兵部来的李姓 甚至连这些人的名字都认不清 自然不会跟这些打算早退的人计较 他只是禁止走进了自己的尚书班房 吩咐到 兵部上下 原外郎及以上者 统统到班房报到 尚书大人的命令一下 很快李姓的班房里 就占了不少人 兵部一共四个司 每四个有一个郎中 以及原外郎 再加上两个侍郎 一共十个人 就已经规规矩矩地 站在了李姓的班房里 毕竟李姓这个尚书 虽然有时候好几个月不见人影 但是作为当朝的太傅 以及手握兵权的禁军右营将军 没有兵部的官员 会敢悖逆李姓 人都到齐了之后 李尚书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文书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他用手指了指纹书上的兵部刊盒 一句话一说 主管五选司的侍郎叶灵 以及五选司郎中卫政 原外郎王同一同出列 走到李姓面前躬身行礼 李姓甩手把文书丢了过去 面无表情 我想知道 这份文书上的兵部刊盒 是谁印下去的 兵部又是如何刊盒的 叶灵皱了皱眉头 第一个接过这份文书 只简单扫了一眼之后 就看明白了 李姓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把文书捧在手里 看了一会之后 开口道 李尚书 五选司是下官负责分管 五选司的刊盒 都会有编号 只要去查一查 这份文书在五选司的存档 就可以看出 是谁弄得了 李姓坐在主位上 面无表情 那就去查 不管多久 我要一个结果 叶灵等人立刻带着这份文书 回五选司翻阅存档 从李姓带兵部以来 兵部的文书都有规矩 凡是兵部刊盒过的文书 五选司就一定要有存档 哪怕只有一个编号 也要存档 很快 叶灵等人就从五选司回来了 他走到李姓面前 微微低头抱拳 回上书 五选司并没有发现这份文书 李姓面无表情 那侍郎且看一看 这份文书上的兵部刊盒 是不是伪造的 叶灵也在兵部做了一段时间了 对兵部的差事 还是很熟悉的 他接过这份文书 详细比对了一番之后 便很肯定地点头道 侯爷 这文书上的兵部刊盒 却细兵部的刊盒印 但是这上面的内容 不管是我还是卫郎中 都没有见过 李姓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了一个胖子 他缓步走到这个胖胖的兵部 又侍郎面前 脸上带起了一抹笑意 前侍郎 你也是兵部侍郎 不妨说一说 你对这件事你看法 李姓慢慢靠近 语气平静 说一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兵部又侍郎前生 一个圆滚滚的胖子 李姓在泰康初年 刚受封禁安侯的时候 就在兵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兵部侍郎 那时候前生还是他手下的一个圆外郎 三年后 李姓荣升兵部尚书 前生就攀上了近安侯府的高枝 一路高升 坐到了兵部侍郎 如果算时间 他比叶琳在兵部做侍郎的时间还要长久 按理说应该是他升左侍郎 叶琳任又侍郎 不过叶琳的根底比他身后的多 因此后来居上 直接坐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上 并且接过了兵部最重要的五选司 但是前胖子在兵部待的时间久了 人脉关系都要胜过叶琳一些 他如果想要拿到兵部五选司的看合印 不是什么难事 能够做到这件事的 整个兵部也就四个人 除了五选司的郎中和圆外郎之外 也就只有这两个侍郎了 叶琳是李姓的师兄 两家人同气连枝 就算叶琳要做这件事 也必然会提前跟李姓打个招呼 不可能就无声无息的在背后捅刀子 那么 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这个前胖子了 前胖子脸色骤变 他从椅子上起身 对着李姓作医道 太傅 下 下官主管的是库布司还有职方司 不可能拿到五选司的看合印 李姓是兵部的主官 兵部的官员 一般都会称呼他为上书 或者堂官 而前生却是用李姓最高的头衔称呼他 足见其人谄媚之处 前生胖胖的身子 都有些颤抖了 下 下官无论如何 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情 一身黑衣的李姓 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没有看前生 而是回头看了一眼叶琳 师兄 这份文书出自大多都府 但是一定在五选司里走过 劳烦师兄帮忙查个究竟 今日不查出结果 兵部所有人不得离开兵部衙门 他面色平静 我就在这里等着 叶琳起身拱手道 下官遵命 两个人虽然是师兄弟 但是在兵部衙门里 李姓是主官 叶家人向来公私分明 因此 他对李姓毕恭毕敬 事实上 李姓刚才称呼他为师兄的时候 他都微微皱了皱眉 叶琳起身之后 带着加布斯还有五选司的郎中原外郎 退出了李姓的班房 李大上输挥了挥手 除了前侍郎之外 其他人可以退下去了 李姓虽然不怎么在兵部 但是他的权位摆在这里 而且军武出身 发号施令的时候 自然有一股气势在 一众兵部官员立刻起身 退了出去 只剩下前生一个人 留在尚书班房里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前胖子再也坚持不住 扑通一声 跪在了李姓面前 他低着头 声音颤抖 太傅 这份文书绝对与下官 没有任何关系 下官部主管吴选司 下官 一身黑衣的李尚书 慢慢坐在了主位上 面无表情 是不是你做的 一会儿自然可以查出来 今日本官就在兵部等着 不出结果 谁都不要想离开兵部 说着 他看了前生一眼 你前侍郎如果家里没事 就也坐在这里 跟本官一起 等着就是了 此时的李大尚书 心里无疑是很愤怒的 原因很简单 前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太康元年的时候 李姓授封靖安侯 任兵部又侍郎 那时候兵部尚书还是李慎 左侍郎是那个在兵部 做了二十来年的老侍郎谢卷 彼氏前生 不过是直方司的原外郎 当时李姓不过十七八岁 任兵部侍郎 兵部里的人 很多是不太服气的 也是这个前胖子 第一个低头 成了李姓在兵部的第一个下属 三年后 李姓牺牲凯旋 荣升兵部尚书 虽然不怎么插手兵部事宜 但是搭上了静安侯府的前生 也因此步步高升 坐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 如果不是李姓 这个胖子 恐怕最多止步于直方司郎中 不太可能更进一步 他是借着李姓的风 坐到了兵部又侍郎 甚至在之前的十年时间 身上一直有静安侯府的标签 算是李姓的门人 本来 李姓只是怀疑 可能是前生干的 但是看到这个胖子 慌慌张张的神情 他心里几乎可以断定 一定是这个前胖子干的 事实证明 这种喜欢屈炎腹势的人 在碰到更大势力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地转败他们 前生是个文官 在他眼里 几位俯臣 一定是比李姓的权势更大的 静安侯爷面无表情 前侍郎不用跪在地上 你我同朝为官 在兵部不过相差一击 李某当不起前侍郎如此大理 前生脸上的肥肉乱颤 李姓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小胖子 十来年时间过去 他的身材越发肥瘦 如今几乎成了一个球形 这个胖子依旧跪在地上 不肯起来 不过李姓闭目不严 前胖子也不敢说话 于是上书班房里 鸦雀无声 气氛到达了冰点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前胖子额头上 开始慢慢渗出冷汗 他是兵部又侍郎 吴选司的看合印 他自己不可能拿得到 只能靠多年人脉 让吴选司的人 帮他去做这件事 但是这是瞒不了人 只要彻查一番 很容易就会把吴选司里的 那个人抓出来 毕竟 有资格用看合印的人并不多 而且 看合印这种大印 都不是一个人可以触碰的 必须要两三个人一起 才能动用 只要把人聚到一起 事情瞒不住多久 一个时辰之后 李姓一就坐在主位上 闭目养神 而前胖子 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跪在地上 往李姓旁边爬了两步 连连扣手 声音都带着颤音 太傅 下官 一时糊涂啊 是几位仔俯召我去上书台 吩咐下来的 下官只是一个侍郎 哪里敢 金安侯爷缓缓睁开眼睛 冷冷地看了前生一眼 上书台也不能坏了王法 他拿文书来兵部看合 你送到吴选司不行 怎么 上书台的老头 亲自吩咐你 私印看合印了 前生几乎都带着哭腔了 几位仔俯说 让下官 尽量通过这份文书 下官应该通知太傅的 下官糊涂 理性面无表情地 看了这个胖子一眼 前侍郎 你我先前还算交好 逢年过节 我府上的礼物 你没有断过 哪怕是 先前我背下了大理寺大狱 该送的东西 你也没有少送 说到这里 理性缓缓闭上眼睛 从今日起 咱们之间的香火情分 就算是断了 前胖子浑身颤抖 太傅 下官知错了 理性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背负双手 你私印兵不堪合印 犯了兵部的忌讳 本官身为兵部尚书 暂停你兵部又侍郎之职位 至于私印堪合印之事 本官无权处置你 两天之后大朝会 本官会如实上报朝廷 交给三法司处理 理性面无表情 你这些年来 越发肥胖的原因 相信三法司也不会查不出来 他们查不出来 本官也会帮他们查出来 说要这句话 静安侯爷推开尚书班房 头也不回地脉步走了出去 前身跪在班房里 面如死灰 理性短短的几句话 奋斗了半辈子的前生 前途基本上就已经全完了 不仅如此 私印堪合印还是重罪 再加上他这些年 没有少从兵部里贪钱 只要三法司查出来 他多半是逃不过那一刀的 前生贪钱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不然他也不会长得这么肥硕 不过这些年 理性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追究这件事 但是现在 他与前生决裂 这些旧事都可以翻出来清算 理性走出兵部尚书班房的时候 正巧叶琳 已经查出了私动看合印的两个主事 把他们绑了 送到了班房门口 见理性又出来 他拱手道 理尚书 就是这两个人私动了看合印 不过背后应该有人指使 具体还要慢慢审核 理性本来心情有些不好 见到叶琳之后 还是开口笑了笑 师兄不用麻烦 这两人的背后 主使我已经问出来了 这两个人直接扭送三法司就好 兵部的同僚们也可以回家了 叶琳诧异地看了理性一眼 然后把这两个主事 交给了手下人 自己走到理性身边 是前侍郎 静安侯爷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开口道 我这会儿要回家去了 师兄赏脸的话 不如一起 去我家里喝一杯水酒 叶琳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讨扰李尚书了 师兄弟两个人 结伴走出兵部衙门 刚刚走出兵部大门 叶琳就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长安 到底出什么事了 静安侯爷笑了笑 没什么大事 就是先帝走了之后 那些大头书生看我不太顺眼 想要拿掉我手中的禁军兵权 哪些 叶琳心中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 李信眯了眯眼睛 朝堂里能对禁军官职做文章的大头书生 似乎不多 叶侍郎倒吸了一口凉气 该不会是 那几个俯臣吧 静安侯爷回头看着叶琳 笑着说道 师兄不用这么吃惊 相比较来说 这些人比起先帝要弱很多 先帝都 拿我没有什么办法 这些大头书生 就更不行了 从理论上来说 四位府城意见一致 就可以行使军权 但是人心隔肚皮 四个人毕竟不是一个人 而且 他们也没法像先帝一样 随意调动朝堂里所有的力量 因此 李信并不怎么害怕他们 叶琳一脸忧虑地跟着李信 走进了静安侯府 师兄弟两个人在侯府的后院里 摆了一个小桌子 隔桌对坐 李信进了一杯愁容满面的夜四哨 淡然道 这一次是上书台的两个府城 串通大都都府 然后勾结了前生 盖了兵部的看和印 做成了这份文书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语气不善了 他们以为 我会被蒙在鼓里 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折冲都尉的位置 跟他们翻脸 他们以为我会忍气吞声 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说到这里 李信微微冷笑 两天之后的大朝会 我会给这些人好看 叶玲陪着李信喝了一杯 然后微微苦笑道 本以为长安你做了十年官 如今更是官居一品 脾气就会收敛一些 没想到还是这样暴躁 不暴躁不行 李信伸手给叶玲倒了杯酒 缓缓说道 到了这个程度 你退一步 他们就能把你吃得尸骨无存 说完这句话 李信淡然一笑 不说这些了 叶茂在北边如何了 叶玲门头喝了口酒之后 沉声道 逆走之后 他接手了郑北军 去岁大劫之后 就正是赞代了大将军之职 如今在郑北军还算稳固 估计再做两三年 就能拿掉赞代两个字了 其实叶茂早就在实际上 领了郑北大将军的职位 不过因为他资历不够 朝廷只能给他加上赞代两个字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北边的宇文昭不是很老实 前几个月 就把女儿派进的京城里 想要嫁给先帝求和 先帝崩了之后 这个宇文昭的女儿 又想要嫁给当今陛下 估计再有一段时间 宇文部的使者 就正式向朝廷提出这件事了 按照尚书台那些大头书生的作风 这件事多半能成 到时候 郑北军再想要北征 就不容易了 叶玲微微皱眉 长安你的意思呢 在我看来 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 先帝崩是没有多久 陛下想要内飞 也要等上三年才成 这个宇文部的女儿嫁给陛下 也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三年之内 我们要想办法 平灭钓宇文部 最起码 也要给他们来一次狠的才成 叶玲沉默地喝了口酒 她抬头看了看李姓 微微叹了口气 你呀 还是这么折腾 北疆的事情 早已经不关你的事了 李姓咧嘴笑了笑 应了一个故人之情 总得做点什么才是 叶玲沉默了一会儿 再次看向李姓 两天之后的大朝会 有需要叶家帮忙的地方吗 不用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这一次 是他们给我抓住了把柄 应该慌张的是 他们才对 叶四少摇了摇头 再次向李姓举杯 微兄敬你一杯 转眼 已经是两天之后 这天是大进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一大早 文武百官就已经赶到了 魏央宫门口 等候宫门开启 就在这些文武群臣等候的时候 一个穿着一品 太富朝服的年轻人 手捧朝户 在魏央宫门口站定 开始闭目养神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这位年轻的当朝太富 如今 整个朝廷里 在职的一品大臣不多 也就只有大兜都府 左都都姬临 是与李姓同品的正义品 姬临面色复杂地看了李姓一眼 然后慢慢挪动脚步 走到了李姓左近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李太富 金安侯爷闭目养神 没有理会他 这个时候 魏央宫终声震动 宫门缓缓开启 随着宦官的畅生 所有人迈步走进了魏央宫 姬临开口在想说些什么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 只能微微叹了口气 太富 凡事慎重 未央宫礼 文武官员安排班站位 李姓是当朝太富 已经是文官极品 按照太富的位置 几位宰府包括府城 都要站在他的身后 不过他不仅有太富的位置 前不久还被加封了驻国 因此 再武官也是极品 他站在哪一边都是正常的 李姓选择了站在右侧武官一列 与大多都姬临 并肩站在第一排 这位大司马 站在李姓之侧 只觉得浑身不舒服 时不时瞥眼看向李姓 内庭的大太监萧正 站在御街之上 高声唱道 陛下驾道 这个时候 天子尚未亲政 所有的朝政大事 都是送到上书台处理 以往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是为了商议大事 此时也成了过场 小皇帝一般只是 来地位上坐一坐 然后一些官员奏上 几本无关朝政 但是关于理智的奏本 大朝会就算是结束了 自元昭天子即位以来 不管是大朝会 还是皇宫庭义 李姓一次都没有参与过 此时 这位头戴御官 身着轻衣勋长的一品太妇 就静静地站在 卫阳宫大殿里 随着文武百官一起 朝着地座上的 元昭天子下拜 元昭天子已经坐了 好几个月皇帝 对于大朝会这种大场面 已经不触了 他大大方方地伸手虚扶 朱卿平身罢 文武群臣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 天子就看到了 站在最前面的李姓 他开口问道 老师今日怎么得空 上朝来了 有些事情说与陛下听 李姓微微低头 继续说道 陛下 朝会之上无有师徒 只有君臣 元昭天子挠了挠头 随即笑了笑 太父称朕陛下 朕称太父老师 各论各的 不碍事 李姓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天子坐回了地座上 一如从前那样 开口道 朱卿有事便奏上来 无事便退朝吧 最近几个月的大朝会 都是走过场 不仅是文武百官习惯了 就连天子也习惯了 毕竟此时的政权 不在魏阳公 而在尚书台 站在左侧首位的几个宰府 先是对视了一眼 然后尚书左仆设 沈宽缓缓缓走出来 对着元昭天子 恭敬拱手 沉声道 陛下 臣有一事起坐 元昭天子笑着说道 沈相有什么事情 与几位宰府商量 就是了 尚书台处理不了的事情 朕恐怕也处理不了 沈宽低头道 陛下 李太傅一人身兼数职 不仅任兵部尚书 还提领进军又赢 诚然 李太傅功勋卓著 答案我大进的规矩 实质兵部尚书不得统兵 兵部选拔五官 掌兵级 军线 军令 此等要冲之职 再掌十数万金击进军 是犯了天大忌讳的 李太傅功中体国 自然不会为祸 但是又要掌管一部 还要提领进军 难免辛苦 我等的意思是 谢去李太傅其中一个舞职 这是先下手为强 李信两天前去大都督府的事情 尚书台不可能不知道 甚至机灵已经与他们沟通过了 因此这个时候 这位尚书台的俯臣 才会先发制人 率先在大朝会上开口 这话一出 魏阳公大殿里 一片寂静无声 所有的官员都悄悄地 看向五官狩猎的静安侯爷 反倒是李信本人 面色平静 仿佛事不关己 元昭天子大皱眉头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沈宽说道 沈相 老师这几个职位 都是先帝亲自任命的 足以说明 先帝信任老师 不怕什么忌讳 如今先帝病天不久 朝廷若是免了老师的职位 岂不是逆了先帝的圣意 其实沈宽说的不错 兵部掌握天下兵级 军械 甚至还有五官的人事权 战争时候 也是兵部与大都督府 一起下发军令 这么个位置 是不太可能长兵的 无论哪里的大将军 即便身上有兵部尚书 或者兵部侍郎的头衔 那也只是虚领 没有一个像李信这样 做了兵部尚书实职 手里还领兵的 他身上的这些职位 很不合规矩 见天子这么说话 沈宽转头看向李信 拱手道 太父是帝师 陛下自然要为太父说话 但是太父也不想 坏了朝廷规矩不是 况且兵部在京城 禁军在城外 太父一个人 想必也忙不过来 一直沉默不语的李信 仍然把双手塞在袖子里 他转头淡淡地看了沈宽一眼 呵呵一笑 沈相说得不错 先帝的安排 的确坏了规矩 既如此 今日回去之后 我便会上书朝廷 谢去兵部上书之职 如今是元昭元年 李信在太康三年 开始任兵部上书 已经做了整整七年 不过这七年时间 他并没有如何在兵部上新 前几年兵部是老侍郎谢隽打理 后来是叶玲在打理兵部 他要不要这个兵部上书 问题不大 反正迟早都要交给叶玲 不如现在交出去 他上书请辞兵部上书 再举荐叶玲 以叶玲的资历 足够任这个上书的位置了 沈宽愕然看着李信 一时间竟然愣住了 在他看来 李信这个年纪 正是痊愈心和争斗心 最重的时候 况且朝堂里人尽皆知 这位静安侯爷 不是什么好脾气 在他看来 无论如何 李信也会据理力争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身份 但是李信 偏偏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放弃了 沈宽很快反应过来 对着李信常常依依 太傅深明大义 老夫佩服 李信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深明大义这句话 沈宽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 他从右侧五官队列之中出列 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文书 捧在手里 然后对着袁昭天子 微微躬身 李太傅声音清朗 陛下 陈参上书台勾连大都督府 串通兵部侍郎前生 意欲掌握进军 图谋不轨 他这句话一说出口 魏央公大殿里就不是鸦雀无声了 而是一片哗然 大都督机灵立刻就急眼了 他差点就从队列之中走了出来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狠狠地看了李信一眼 两天前 李信在大都督府已经警告他 要他这两天好好想一想 大朝会如何说话 那时候机灵以为 这位年轻的太傅 最多是要跟自己合作 参奏上书台 但是没想到 他一开口 就把大都督府也牵扯进去了 这是要 同时得罪四个府城啊 这位大司马 在心里破口大骂 面对当朝府城 按照最基本的逻辑 这个时候 李信也是应该拉一个打一个 而不是同时得罪四个 他李信疯了不成 大都督府 明明是可以跟他站在一边的 另一边的三个府城 也都是瞪大了眼睛 相比于大家的震惊 身为主人公的金安侯爷 还是一脸云淡风轻 所有人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做 事实上 从太康天子崩了之后 他就没把太康朝 剩下的这些人看在眼里了 地座之上的元昭天子 愣神了许久之后 才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有些不确信地看着李信 老师 您说什么 原本 事情大可以 不用闹得这么大 譬如说方山哲冲府的调令 如果换一个人在李信的位置上 或者忍气吞声 或者事情 闹到大都督府里 把调令废掉也就算了 没有必要闹到朝堂上 闹得还没有清正的天子面前 就算真的闹到了天子面前 也可以参上书台做事不合规矩 参大都督府月拳 参前生思用堪合意 这三个罪行分开论罪 都不算很大 就算合在一起 也不过是调动一个小小的 方山哲冲府而已 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李信把这些罪过 统统算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 他还升华了一下 直接参他们 意欲掌控禁军 这就是天大的罪过了 禁军是天子见 历代天子无不是禁军 为自己的禁篮 就算元昭天子年又尚未清正 听到这句话 心里恐怕也会有点发毛 静安侯爷依旧面无表情 他再次捧起那份文书 对着天子低头道 陛下 三日之前 臣去禁军又迎处理军务 发现禁军又迎 方山哲冲府成绩 被无故贬官 而元千牛卫郎将周青阳 却在臣不知情的情况下 调禁了方山哲冲府 做了哲冲都尉 臣是禁军又迎将军 又迎哲冲都尉的调换 不说由臣提名举荐 但是朝廷最起码 也要提前指挥臣 说到这里 他抬起头看向天子 诚然 朝廷有直接任命 折冲都尉的权利 可以不知会禁军将军 可是臣此时还是兵部尚书 一个四品禁军武官的调换 臣这个兵部尚书一无所知 主管兵部无选司的侍郎叶林 一无所知 甚至兵部无选司的郎中 元外郎 统统不知情 静安侯爷声音沉重 这份调令 是出自大多都府 上面还有尚书台的印章 甚至还有我兵部无选司的 勘河印章 说着 李信臣声道 臣在兵部一路溯源 才查到 我兵部又侍郎勾结两个主事 私动勘河印 此时又侍郎前生 以及两个主事 已经被臣停职 赶回了家中 等待朝廷提审 然而 这份文书上 不只有兵部的勘河印 李信面无表情 缓缓开口 这上面还有尚书台的印章 以及大多都府的印章 前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 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他主使 必然是大多都府 或者尚书台所为 大多都府与尚书台 分别统帅 我大晋的武将文臣 却沆泻一气 意图绕过朝廷 绕过兵部 撤换禁军的折冲都尉 禁军又赢 一共只有八个折冲府 其中 方山折冲府 有一万一千余人 尚书台与大多都府 能够无声无息地调换方山折冲府 那么就可以调换其他七府 甚至可以把京基 禁军十六个折冲府的都尉 统统换成他们自己人 金安侯爷缓缓转身 看向了姬陵与尚书台的几位宰府 尚书台诸公 以及大都督 都已经位及人臣 都是先帝一命的府政大臣 论权柄 已经分掌文武 就是禁军 也受大都都府劫制 臣部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到禁军兵权 这几日思来想去 最终也只想到了四个子 主少国仪 李姓近年来 虽然一直在朝堂里 若隐若现 给人一种很高冷 话不多的感觉 但是他李长安早年是说客 出身 在魏王府的时候 不管是叶家还是侯敬德 都是他争取到魏王府阵营的 论起话术 能胜过他的人不多 洋洋洒洒一番话说出来 让大都督姬林 与几位宰府 都脸色难看 李姓只顿了顿 然后就对着天子继续说道 陛下固然尚未亲政 奈何不得这些府城 但是大静的规矩 不能给这些府城乱了 大静的国体 也不能坏在这些人手里 静安侯爷大秀飘飘 对着天子深深作依 臣奉先帝一命 执掌静君以卫护陛下 绝不能坐视贼人 窥视神器 图谋不轨 今宰相无相 俯臣不臣 臣请陛下 清政 说着 李姓缓缓跪在了地上 闭目不语 他话没有说明白 但是潜在的意思 还是很明了的 如今天子没有清政 虽然地位高 但是实际上的权力 还不及这几个府城 但是只要天子清政了 这几个人头上的府城光环 就被全部摘了去 到时候 他们就只是普通的臣子 失了这一层光环 指着一个乱全的罪名 他们就要统统下狱 元昭天子这会儿才十四岁 他也没有见过这个大场面 闻言愣在了原地 呆呆地看着李姓 老师 李姓叩首道 不管陛下做出何种决定 臣一定支持陛下 城外禁军又赢十三万人 竟是天子手中利剑 竟听陛下吩咐 天子苦笑道 老师 你先起来说话 事情似乎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朕也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李姓仍旧跪在地上 低着头 天子无奈 转头看向上书台的几个府城 又转头看了看姬林 有些为难地开口道 朱卿 太傅状告你们乱全 你们也在场 就与太傅 分辨分辨 姬林早就被李姓的言辞吓得半死 他第一个跪在天子面前 低头道 陛下 此事两日前 太傅已经到大都督府与城沟通过 此事大都督府却有失职之处 但是绝对没有太傅所说这么严重 况且 陈与千牛卫狼将周青阳互不相识 连面也没有见过 更不要说借他掌控进军了 他叩首道 陛下 太傅借题发挥 借此大作文章 李姓此时还跪在地上 他面无表情 不管大都督任不认识这个周青阳 这等提拔之恩 可是比山还要重 说着 李姓转头看向了上书台的几个仔斧 况且 大都督不认的周青阳 几位仔斧 多半是认的呢 沈宽脸色极为难看 他缓缓迈步 走出了文官队列 他是文官 想的自然要比吉林多一些 这位李太傅 太狠了 区区一个折冲都尉 再进军又赢 或许是大事 但是放在朝堂上 就是不值一提 不管李姓怎么小题大做 都做不出什么大文章 更不可能动摇 他们几个俯臣的地位 要命的是 李姓说出了清正两个字 这位左仆社 有些坠坠不安的 抬头看了一眼年仅 十四岁的天子 他心里并不确定 天子想不想要清正 不管多大年纪 只要接触到了权力 总是想要把权力 尽快攥在手里的 如果元昭天子 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清正 那么事情 就真的被李姓小题大做成功了 审宽出班 手捧朝户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陛下明鉴 此事绝对是子虚乌有 承认是不可能承认的 一旦承认了上书台 异域掌控禁军 那么就等于是 朝廷中输起了异心 到时候 不仅仅是他审宽一个人 上书台的所有宰府 恐怕都要面临牢狱之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无论如何 也要死扛不认 审宽手捧朝户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陛下 臣等蒙先帝恩典 成为辅政之臣 一心一意辅佐朝政 绝没有什么一心 更不可能有掌控禁军的心思 他低着头 沉映了一会儿 咬牙道 这一次禁军调令之事 乃是大都督府举荐 我上书台只是赵昌阳看过之后 发现上面有大都督府印 以及兵部的看和印 这才盖了章 事关武关 一般都是兵部说了算 有兵部的看和印 尚书台没有不加印的道理 李姓手里的那份调令 的确是大都督举荐 兵部看和 然后尚书台加印生效 尚书台是最后一个流程 沈宽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即便如李太傅所说 是兵部的幼侍郎 前生私印看和印 我尚书台事先也不知情 不存在勾连一说 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小事 最多是兵部内部出了问题 李太傅身为兵部尚书 不思自己失察之罪 反而倒打一耙 攀咬大都督府与尚书台 其心可诛 他的意思是 尚书台全部知情 只短短几句话 就把尚书台从这件事情里 轻轻巧巧地摘了出去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脱到了大都督府 与兵部侍郎前生的头上 也就是说 不仅周青阳前生 这些小人物被他出卖 就连他的盟友机灵 也在情急之下 被他推了出去 挡在了身前 沈相恭敬低头 请陛下明鉴 李兴冷冷一笑 如果我不曾发现 沈相的确可以问我 一个失察之罪 但是兵部的差错 是我提出来的 沈相口中这个失察 从何而来 沈相轻轻巧巧几句话 就想把自己 从这件事里摘出去 恐怕办不到 李兴面无表情 陈生道 三天前本官 就在兵部问过前生 前生亲口承认 这件事是尚书台 指使他所为 大都督府本官也曾经去过 大都督在这件事情之前 也曾经去过尚书台 尚书台与这件事情 千丝万缕 岂是沈相三言两语 能够撇清楚的 金安侯爷 也对着天子拱手 陛下 这件事情很好查 只要查前生 周青阳等人 与尚书台有无联系就好 臣不在三法司 不好着守查案 请陛下 下指许臣专权此事 最多两天时间 臣就可以把铁证 送到魏阳宫里 此时已经撕破脸皮 沈宽也顾不得斯文了 他对着李兴冷哼一声 周青阳是五官出身 前生更是跟了 李太夫多年的属下 这两个人如果交给李太夫去审 的确可以轻而易举 给出一份攀咬的供词 李姓转头看向沈宽 哪有人会给出一份 置自己于死地的供词 沈相是文官魁首 自然是聪明人 可也不要把旁人当成了傻子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不再看着沈宽 而是转头看向天子 陛下 不管是沈相 还是中书令 亦或是大都督府的左都督 都是先帝一命的府臣 臣不过是一个暂时帮着陛下 看管禁军又赢的兵部尚书而已 按理说臣不能 也不敢得罪几位府臣 但是 这几位府臣居心不良 有害朝纲 臣既然见到了 就不能不说 李姓整理了一番自己的朝服 重新跪在地上 臣请陛下 许臣调查此事 等事情水落石出 陛下就会知道 几位府臣得不配位 到时候 陛下可以提前亲政 元昭天子都有些梦了 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今天他也跟从前一样 来卫阳公正殿走个过场 本来准备下了朝之后 还要去尚书台做学徒来着 但是谁能想到自己的老师 突然要状告几位府臣 他事先没有任何准备 这会儿 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老 老师 这件事情 朕也无从抉择 要不然 先放一放 稍后再也 李姓跪在地上 面无表情 臣冒起险尚书 如果陛下不许 臣得罪了几位府臣 以后在朝堂上 也就待不下去了 臣这就尚书气 回永州老家养老去了 他这句话一出 朝堂里群友人 都眼皮子直跳 泰康九年年初 李姓被泰康天子 关进了大理寺 这件事虽然保密 但是京城里的高官 大多是知道的 他们大多都记得 当初裴进裴大将军 在西南惨败 然后李姓回京 先帝大发雷霆的事情 他们甚至多少知道一些 先帝与李姓之间的局语 有些消息灵通的 甚至察觉到了 李姓已经割据西南 只不过这些事情 都在掩藏在暗处 明面上无人提起而已 如今 李姓要回老家养老 他们每个人都心里一哆嗦 要知道 永州 距离西南可太近了 元昭天子心里也颤了颤 他苦笑一声 看着李姓 老师 何苦在这里逼阵 李姓微微低头 臣不敢逼迫陛下什么 不过府臣乱政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几位府臣位高权重 陛下如果不愿意开罪 臣也可以理解 如果朝堂之上容不下臣 臣回老家 去就是了 金安侯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不瞒陛下 陈黎湘十年 也在老家也托人建了个宅子 年纪愈长 思乡愈重 一直想辞官不作 回齐山养老 说完这句话 他就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了 沈宽与公养书 还有御史大夫 严守卓 都是脸色微变 沈宽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伸手指着李姓 怒声道 李长安 你要挟天子 我等据是先帝一命的府城 如今先帝并天不过数月 你就要借此小事大作文章 用志士要挟陛下废除府城 适合居心 李姓淡然抬头 沈相 我这并不是要挟 只是今日得罪了几位府城 京城自然是待不下去了 李某对大静 也算有过一些功劳 就算在朝堂上输了 不管怎么样 也应该体面一些 沈相总不会要让李某 连京城也出不去吧 沈宽瞪着眼睛 恶狠狠看着李姓 最终 还是地座上的天子 走下了御街 他走到李姓身前 伸手把自己的老师扶了起来 苦笑道 老师 正年纪上幼 一时间不敢抉择 老师容正一日 明天再说可好 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话了 李姓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在天子的搀扶下 缓缓站了起来 开口道 既如此 便明日在意 天子都这么说话了 再说下去 就真的是逼迫天子的行为 李姓缓缓起身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臣有些累了 元昭天子手足无措地 看了一眼李姓 金安侯爷没有回避 与这位年仅十四岁的 小皇帝对视 此时 两个人相隔很近 金安侯爷叹了口气 轻声道 这是陛下的机会 说完这句话 他往后退了两步 恭敬低头 臣 告退了 天子伸了伸手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因为从小在金安侯府长大 对于元昭天子来说 李姓不像是臣子 更像是老师 长辈 他一直很信任李姓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 应不应该信任李姓了 天子有些无力地坐回地坐上 异性阑珊地对着百官挥了挥手 散朝 闻五百官都是左右看了看 然后对着天子行礼 退出了卫阳宫大殿 几位宰府 以及大都都府的姬灵 都很有默契地没有离开 等到人全部走完了之后 沈宽上前一步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陛下 此事中大有误会 请陛下 容臣分辨 另外几位府臣以及宰府 都是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元昭天子从地坐上站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 这些对着他低头的宰府 咬了咬牙 真累了 朱青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说完 天子双手背在身后 转身离去 几位留下来的宰府 面面相去 他们从彼此的目光中 都看出了忧虑 而此时已经走出 卫阳宫大殿的李太傅 正迈步 走在宫城里 不紧不慢 他今天在朝堂上 之所以这么激进 一来是哪些人触碰到了 他在朝堂上的核心权力 他不得不予以痛击 如果吃了亏不坑不响 以后只会吃更大的亏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 通过这件事情 让他对新朝这几个府城 或者说 这个府城集团十分不爽 他想借着这个机会 一鼓作气 拿掉这几个府城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唯一的办法就是 天子清正 天子不清正的话 除非造反 否则李信 拿他们全无办法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先要看元昭天子 愿不愿意配合他 李信边走边想 在他身后 刚刚从魏阳宫里出来的夜灵 大快步地追上了他 这位宁灵侯 跟在李信身后 语气有些愤怒 你疯了 他们可是府城 夜灵边走边说 声音有些着急 逼急了他们 他们可以直接 从上书台下诏 拿掉你身上所有的职位 如今天子不曾清正 按照道理来说 只要四个府城中三个支持 上书台就可以直接拟制 发出任何证令 李信身上的诸多职位 都可以被直接拿掉 不需要任何理由 李太傅停下脚步 笑着看向夜灵 那样正好 我就回永州老家养老去了 夜灵看到李信 还是这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禁苦笑道 长啊 夺职只是开头 他们要是愿意 随便给你罗织一个罪名 你可就要下大狱了 李信呵呵一笑 师兄多虑了 便是天子 也不能为所欲为 更何况他们几个家在一起 也比不上天子 我是承得十八年 入雨林位为官 至今十余年 未有任何污点 他们罗织罪名 也没有油头 况且 我也不是可以任意拿捏的人物 说着 李信伸手拉着夜灵的衣袖 笑着说道 况且 这四个人 也不是铁板一块 说不定一会儿 就会有人来我这里服软了 眼下 事情已经远远不是一个 方山折冲府折冲都位的事情 这么简单了 如今朝堂的矛盾 从进军又赢 被李信转移了 天子是否清正上面 李信已经给天子 铺垫好了所有的路 只要那个地座上的少年人点头 清正就会成必然 只要天子提前清正 那么尚书台 大都督府 还有御史台 今日在朝堂里 与李信作对的群友人 都会被秋风扫落叶一样 扫出朝堂 甚至他们的身家性命 恐怕都保不住 叶玲看了看李信 无奈地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口气 事情原本只是一件小事 长安你啊 的确 对于整个朝堂来说 一个方山蛇冲府 的确只是小事 尚书台之所以敢这么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他们看来 这只是一件小事 就算李信知道了 做出反击 他们也尽可以应付 谁知道 李信带到了这个 小小的缺口之后 便一口咬住不放 从这个小缺口 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甚至想要 把他们这些人 给一口咬死 金安侯爷 眯了眯眼睛 微笑道 师兄的意思我明白 无非是说 我把事情闹大了 但是这次 是他们先来寻我的麻烦 我只是 被迫还击而已 他们先来惹我 就要招架地住财长 他双手拢在袖子里 微笑道 这一局我赢了 四个府城 恐怕一个都胜不下 都要回家种田 我要是输了 也回永州老家种田去 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无非是看小皇帝 站在哪一边 如果小皇帝 站在几位府城那一边 不愿意亲政 那么就与李信 站在了对立面 那时候 京城再待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李信真的会收拾东西 回老家种田 一切 都抉择于那位少年天子 师兄弟两个人 一边走一边说话 很快就到了永安门附近 这个时候 李信才听到 身后隐约有人 在喊李太夫三个字 他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 只见上书台的几个宰府 以及御史大夫 还有大都督府 左都督姬林 紧赶慢赶地 终于追上了李信的脚步 为首的正是上书台的 左相沈宽 这个已经50岁的 当朝首相 因为一路奔跑 这会儿正不住地 喘着粗气 他狠狠喘了几口气之后 走到李信面前 先是拱了拱手 李太夫 我等有事情 要与太夫商议 大都督姬林 与御史大夫掩手捉 也都向李信拱手行李 李信左右看了看 先是对着夜灵开口道 师兄先回去吧 我与几位俯臣说说话 长安 凡是三思 说完这句话之后 夜灵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师兄放心 出不了事 夜灵迈步离开 而李信 则是留在了永安门附近 对着几位朝堂大佬 懒洋洋地拱了拱手 主位拦着我 该不会是朝堂上说不过 想要在这里与我动手吧 他把双手从袖子里伸了出来 呵呵一笑 诸位除大都督外 都是文臣 动起手来 可能打不过我这个武夫 沈宽脸色难看 不过他 还是上前一步 对着李信拱手 李太夫 今日之事 我上书台的不是 调令之事 不管是上书台 还是大都督府 都会给一个让太夫满意的答复 陛下尚且年幼 还请太夫明日 大事化小 莫要再 难为陛下了 他这话一出口 剩下的几个人 都对着李信拱手行礼 太夫容情 发现不是要打架 李信又把手塞回了宽大的袖子里 眯着眼睛 看了这些人一眼 原来这些货这么着急追上自己 是为了 私了 李信想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闹大到 哪怕是俯臣 也收不了场的地步 而这个时候 几位俯臣自然是想把这件事情 大事化小 因为再闹下去 他们不仅官位不保 就是身家性命 可能都要被悬在戏丝上了 再跟李信闹下去 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们很干脆地来向李信低头了 政客们最擅长的 从来都不是什么济世安民 而是妥协二子 只要牵涉到切身利益 他们可以没有限度地妥协下去 靖安侯爷大秀飘飘 静静地看着这几位仔俘 他眯着眼睛问道 此事 是诸公先下手 诸公没有任何先兆 绕过本官调走 我又迎折冲都位的时候 是何等的蛮横 这禁军又迎 是先帝交给本官 目的是要维护京城平稳 诸公包括大都都在内 丝毫没有把先帝 还有我这个禁军将军看在眼里 就要左右禁军人士 李信想问一问诸公 意欲何为 李信脸上的笑意收敛 诸公欺 李信示弱不成 沈宽长叹了一口气 低头道 太傅 此事 去我上书台做的不对 也是我们想差了 我等可以与太傅保证 此事下不为例 绝没有第二次了 禁军又迎 还是太傅职长 兵部也由太傅监者 天子清政之前 太傅官职 不会改动分毫 这事 在与低头服软了 这位上书台左相 低头苦笑道 陛下今年才十四岁 做东宫之时 从未参与过朝政 太傅今日朝会之上 让陛下清政 实在是太难为陛下了 我等非是贪权 实不忍心国事懈怠 事态至此 是大事小泉 在太傅一念之间 说着 沈宽与几位府臣对视了一眼 然后沉声道 太傅 国事一日不可废持 请太傅容情 事后 我等一同去太傅府上 登门致歉 金安侯爷笑呵呵地 看向沈宽 沈相 十四岁与十六岁之间 分别似乎不是很大 况且 诸位不在上书台 朝堂里不知道多少人 削尖了脑袋 想要挤进上书台 朝堂里没有谁 国事都不会废持 入上书台拜相 几乎是所有文官 甚至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没有沈宽 还会有些宽 严宽来 六部的十几个侍郎里 大把可以进上书台做事 没了谁 朝廷都一样运转 沈宽脸色难看 太傅 没有你这么做事的 政客最擅长的就是妥协 因此 政客之间 都是互相妥协 你退一步 我也退一步 事情就谈成了 除非一边倒 否则很少会死磕到底 如今几位宰府 已经被李信 逼得退后了十几步 而李信仍旧站在原地 一步也不愿意退 所以沈宽 才会说他不讲规矩 金安侯爷不屑一笑 转头离开 诸公越过兵部 插手进军事宜 就是讲规矩了 既然谈不拢 那便不要再谈了 静等明日天子决断就是 天子如果站在诸公那边 本官卷扑盖走人 反之 就要劳烦诸公 也去卷一卷扑盖了 说完 金安侯爷副手离开 几位宰府站在永安门门口 脸色都不太好看 沈宽的背影闷哼了一声 此人做了十年宠臣 竟骄横至此 大兜都鸡灵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沈相慎言 李太夫在太康一招劳苦功高 论功勋 无人能出其右 可不能说是宠臣 沈宽咬了咬牙 他固然有功 但是鞠躬自傲 鼻孔朝天 已经当朝要挟天子了 在承德朝 就是宰府的中书令公阳书 捋了捋自己血白的胡须 微微咳嗽了一声 主公 无论在这里如何大叫大嚷 也于事无补 他叹了口气 太康九年初的时候 朱公都在朝 多少应该知道一点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就连先帝都没有拿他怎么样 咱们太轻率了 公阳书在这些人里资历最老 他一说话 其他人都安静了下来 机灵对着这位老仔俯拱了拱手 苦笑道 公阳相公 还请您老人家出出主意吧 公阳书缓缓开口 老夫已经七十好几 再过几年就八十了 做不做官都不是如何要紧 但是朱公恐怕放不下手中名利 御使大夫眼手桌微微低头 请老兄赐教 公阳相公眨了眨眼睛 叹气道 站在这里无用 依我看 我们还是去昆德宫 见一见太后娘娘比较好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毕竟我们四个俯陈 可比一个俯陈要让人放心得多 他话中的一个俯陈 就是直理性了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天子成功轻正 几位俯陈被罢相罢官 那么这位太傅经过这件事 一定会成为朝堂上话语权最重的人 没有之一 那时候 他就会成为唯一的一个俯陈 到时候 臣权就会威胁到军权 这一定是唯军不愿意看到的 而天子年幼 这个时候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太后娘娘了 听到公阳书这句话之后 几位宰府以及俯陈 都是眼前一亮 沈宽更是面露喜色 公阳兄说得对 四个俯陈 总比一个俯陈要好得多 我等同去昆德宫 求见太后娘娘 说完 几位宰府在永安门掉头 朝着后宫方向走去 他们身份非同一般 都是平日随时可以见到皇帝的人 几个人结伴同行 宫里的宦官立刻层层通报 很快惊动了内世间 内世间的少奸萧淮 一边派人去昆德宫通报 一边亲自领着几位宰府 朝着昆德宫方向走去 他们很顺利地见到了太后娘娘 本来 元昭天子也在昆德宫里 与自己的母亲诉说朝堂之事 但是听闻几位宰府过来 天子不愿意 让人知道他在昆德宫 因此提前回避了 在昆德宫的政厅 见到了谢太后 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们 都缓缓地跪了下来 口称太后 谢太后才三十多岁年纪 她也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宰府 顿时有些慌张地身手虚幅 主公快快请起 几位宰府在太康朝的时候 私下见皇帝一般都是不跪的 这时也只是走个过场 文言纷纷站了起来 谢太后勉强笑了笑 诸位宰府不在官署之中处理朝政 怎么结伴到哀家这里来了 沈宽是首相也站在最前面 他对着谢太后拱手道 回太后娘娘 臣等有大事 请太后娘娘做主 谢太后笑着说道 诸位都是朝廷公骨 国朝栋梁 朝廷大事 漠不出自诸公 挨家一个妇人 如何能替诸公做主 回太后娘娘 沈宽咬了咬牙 静安侯李长安 借小事诬陷我等四位府臣 抑郁把持朝政 既然是来告状 肯定是要把屎盆子 往别人脸上丢 沈宽这个时候 当然不会在谢太后面 前提及尚书台 与大都督府的错处 而是直接把问题 全部丢在了李姓头上 谢太后在此之前 虽然没有怎么接触过朝政 但是她好歹主持后宫 母依天下了十余年 还是颇为从容的 她对着沈宽笑了笑 哀家听说 是尚书台与大都督府 给禁军的调令出了岔子 李太父才大发雷霆 把尚书台与大都督府 都告到了魏阳宫里 她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这朝堂上的事情 哀家也不懂 不过按哀家的意思 事情出了岔子 就慢慢商量着解决 朱公总不能让哀家 一个附到人家 带朱公去主掌朝政吧 沈宽低头道 娘娘误会了 此事事体大小 贤决于陛下 但是陛下年幼 又是静安侯的学生 恐怕难以决断 娘娘是陛下生物 臣等此来求见娘娘 是想向娘娘臣名其中厉害 一切说清楚之后 不管如何决断 都是天子圣意 臣等无话可说 太后娘娘微微皱眉 那沈相不妨说来听听 沈宽长松了一口气 对着太后深深作依 如娘娘所说 此事戏出于我尚书台 与大都督府失职 但是兵部也有罪过 金安侯不分青红皂白 在兵部里揪出一个替罪羊 然后就把所有的罪过 推在了尚书台 与大都督府身上 沈宽能坐到 左向这个位置上 自然有他的能力 只三言两语 虽然事情还是那个事情 但是暗中的意思 就已经完全天向了他这边 按金安侯的说法 兵部的失职 是兵部又侍郎之过 那我尚书台与大都督府的失职 也尽可以推在家印的人身上 金安侯直接把罪责 推在整个尚书台 与整个大都督府身上 而他这个兵部尚书 却从其中摘了出去 余理不合 那份调令 是三个衙门一起犯的错 兵部的罪过 是又侍郎前生丹了 那么尚书台和大都督府 其实也可以退出一个替罪羊出来 毕竟大都督府 有不知道多少参将 尚书台也有尚书台行走 完全可以找个替罪羊 把这口黑锅背过去 一般来说 这是处理大部分事情的常用手段 把一个人推出去担责任 然后到此为止 不再追究上级 是理性蛮不讲理 才硬生生把尚书台 跟大都督府的负责人 推在了火苗上 审相声音低沉 金安侯此举 分明是别有用心 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针对我等先帝一命的俯臣 陛下是金安侯的学生 一时间恐怕难以分辨是非 被金安侯蛊惑 臣等恳请太后娘娘 与陛下说明情状 此事 兵部 大都督府 与我尚书台皆有过错 既然有错 该怎么罚 便怎么罚 但是李太傅小题大做 恐怕别有用心 请太后娘娘与陛下明察 沈宽话音刚落 资历最老的供养书 也迈不上前 对着太后娘娘拱手道 娘娘 先帝一命留下四个俯臣 是为了辅佐陛下打理朝政 陛下即位不过数月 如果被推动轻政 恐怕无力执掌朝局 那时候 朝廷大权恐怕会 旁落 这个白胡子老爷爷 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退了下去 没有再说话了 谢太后深深皱眉 她毕竟不偿于朝政 面对这种暗处 不知道有多少弯弯绕绕的事情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了 或者说 她不知道应该姓谁的 不过公养书那一句大权旁落 让她心里隐隐对理性 产生了一些忌惮 谢太后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开口道 诸位宰相 哀家只是个妇道人家 对于朝政所知不多 不过几位宰府能找到哀家这里 想必事态严重 诸公放心 哀家一定把话一字不落地 带到陛下那里去 交给陛下抉择 说完 她扭头看向的大都督府的 左都督姬林 大都督也是这个看法 按辈分 姬林是泰康天子的叔叔辈 谢太后应该叫她一生足疏 不过两家血脉离得很远 就只论君臣 不论血脉了 相比较于几位宰府 姬林还是不太愿意牵扯进来的 她长叹了一口气 对着谢太后深深鞠躬 太后娘娘 这件事大都督府却有错漏 臣不该听信他人之言 举荐周青阳进入禁军又营 事已至此 无论朝廷如何责罚 臣都甘愿领受 至于其他事情 臣一概不知 他虽然是个武人 但是心里也清楚 大都督府这种军事机构 不能插手进复杂的朝堂斗争之中 因此 哪怕单罪 他也不想再继续陷进这件事里了 谢太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样的话 哀家差不多已经知道了 他又看向了最后一个俯臣 严司空也是一样的看法 不善言辞的严守卓 恭敬低头 回太后 臣与沈相意见一致 谢太后点了点头 那诸公的意思 哀家都已经清楚了 诸公暂且回去 该做什么做什么 稍后哀家 会把诸公的意思 转告给陛下 沈宽等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纷纷对着太后攻身行礼 沈等告退 沈宽在临走之前 对着谢太后深深低头 重复了一遍 公养书在永安门门前说过的话 太后娘娘 一个俯臣 总是不如四个俯臣的 说完 沈宽带着一众宰府 恭敬退出了昆德宫 太后娘娘 派了两个宦官相送 等到他们都出了昆德宫之后 坐在主位上的太后娘娘 沉默了很久 才缓缓开口 他们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一个少年人 从昆德宫的屏风后面 慢慢走了出来 她面色复杂 坐在了太后娘娘下手 回母后 孩儿都听到了 谢太后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轻声问道 你是如何想的 元昭天子不答 而是反问道 母后如何想的 谢太后皱了皱眉头 最终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娘不在朝堂 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说 不过虽然这些人都各有心思 也可能的确犯了错 但是左向临走之前 最后一句话 总是没有错的 四个俯臣 总比一个俯臣来得好 她抬头看着自己的儿子 微微叹了口气 你父皇留下他们 为的就是牵制一些你的老师 小皇帝低头想了想 然后抬头看着自己的母亲 可是母后 老师说 如果这件事没有结果 她便辞官不做了 天子眨了眨眼睛 没有老实在 我与母后在京城里 恐怕也会很难 相比于几位俯臣 在皇宫里狼狈奔忙 理性就要悠闲许多了 她出了永安门之后 坐上陈十六的车回了家里 然后没过多久 就重新从家里走了出来 这会儿 她已经脱掉了身上的一品巢服 换了一身普通衣裳 副手朝着 秦怀方奔走去 这一次是与俯臣相争 理性并没有十足把握 如果元昭天子 倒向四位俯臣 她就真的准备 辞官回永州老家去了 所以 她要去见一见故人 秦怀河距离永岳方 并不是很远 金安侯爷一路漫步 也只用了小半个时辰 就走到了秦怀河边 她十六七岁进京城 如今一黄眼已经十余年时间过去 十余年时间 京城里物是人非 就连皇帝都换了两个人 但是十里秦怀繁华依旧 胭脂河上还是遍地画坊 只不过这会儿是在白天 各家都没有生意 画坊也就停在河边 没有动弹 就连秦怀河畔最大的德义楼 这会儿也是门户扮演 没有开门 德义楼从很多年前 就是静安侯府的生意了 虽然这些年 理性没有怎么花心思打理 但是有静安侯府这么个靠山在 十年时间过去 德义楼的生意依旧红火 甚至比城德朝的时候 还要挣得多一些 而这里因为消息灵通 也成了理性手下沈刚等人常来的地方 算是理性在暗处势力的大本营之一 理性迈步走过德义楼门前 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德义楼的招牌 直接走了过去 走过了德义楼之后 又穿过了七八条巷子 来到了一条不怎么熟悉的胡同里 她低头整理了一番身上的衣裳 走到胡同尽头的一处房门 轻轻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小丫头 小丫头看了理性一眼 然后有些怯生生地问道 这位公子 敲我家门做什么 理性面带微笑 看了这个小丫头一眼 你是新来的 小丫头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在这里两年了 这里是崔九娘的住所 泰康天子登基之后 作为天子的女人 崔九娘不太方便抛头露面 就离开了德义楼 住进了这个院子里 一转眼已经十年时间 原本 崔九娘的侍女 是一直跟着她的平儿 但是平儿也是女子 她到了年纪也想嫁人 大概在两年前 平儿从这个院子里出嫁 嫁给了大通房里一个屠户 这件事 理性没有参与 但是她还是知道的 眼前的这个姑娘 是理性 让人从教方司里 给崔九娘买的新丫鬟 倒不全是为了照顾崔九娘 更多的是 给她找个伴 不过最近两年 理性都没有来过这里 所以小姑娘并不认得理性 李侯爷微微一笑 我是你们家夫人的朋友 我姓李 姑娘帮我通报一声 小丫头竖着两个小发迹 文言挠了挠头 你是崔姑姑的朋友 那为什么 小丫头说到这里 便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路小跑进院子里通报去了 理性听到这个小丫头 对崔九娘的称呼 心里也有些感慨 十余年前 她出进京城的时候 当时崔九娘跟26岁 正式风华正茂的时候 如今十余年时间过去 当年的德意楼大掌柜 差不多已经38岁了 她已经让人叫她姑姑了 理性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之后 一身素白衣裳的崔九娘 就在小丫头的引领下 走到了门口 还没有靠近 理性就一眼看到了 她手中正在转动的佛珠 满头的青丝 已经被塞进的僧帽里 素白的衣裳 是僧衣 等到走近之后 金安侯爷上下 打亮了一眼 布施人和粉袋的崔九娘 微微叹了口气 许久不见 姐姐做居室了 崔九娘微微一笑 前些年就有出家的念头 不过我不方便出门 没法剃度 就干脆在家做个居室 修持佛法 也痒痒身性 她抬头笑着看了理性一眼 侯爷怎么得空 到我这里来了 理性心里叹了口气 当年的魏王殿下 16岁出宫开府 她是个有野心的人 因此开府之后 就开始积极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崔九娘经营的德义楼 就是魏王府其中一桩产业 崔九娘一边帮着魏王府经营德义楼 一边给魏王殿下做情人 后来 魏王殿下终于预计登基 成为了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 这个帮她经营了七年德义楼的女子 却没有能够入宫 更没有成为妃嫔 而是为了避嫌 躲在了这个胡同里 一躲就是十年 这十年时间 是崔九娘最后的青春了 虽然她口头上说 没有想过入宫为妃 但是只要是正常人 心里哪能没有一点念头 理性当初来看她 想要把她送到丹州去 不用在京城里继续苦爱 但是她摇了摇头 一转眼 十年时间过去 曾经的魏王殿下 已经躺在了太陵里 这个在情怀方胡同里 等了十年的女子 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点失念 选择在家出家 看着一身僧衣僧帽的崔九娘 理性心里叹了口气 太康天子一声 对不住很多人 但是要说最对不住的 大概就是这个风尘女子了 姐弟两个人 在小院子里坐了下来 九娘伸手给理性满了茶水 然后坐在了理性对面 在朝堂上能言善变的李侯爷 在这里沉默了很久 最终喝了口茶水 缓缓说道 姐姐可以不用出家的 她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如今 催姐姐可以走出去过自己的生活 先帝已经病天 没有人会再来追究姐姐的事情了 就算有人 小弟也尽可以替姐姐挡下来 九娘两只手捧着热茶 低头轻轻抿了一口 然后她笑了笑 从来也没有人强迫我出家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理性微微皱眉 姐姐还可以嫁人 相夫轿子 九娘静静地说道 相夫轿子是活法 青灯古佛也是活法 在这里住得习惯了 愈发洗净 受不了外面的分杂烦恼了 她给理性添了杯茶水 微笑着问道 小小最近怎么样了 她也许久没有来看我了 这十年时间 理性因为避讳 没有怎么来看崔九娘 但是钟小小却经常过来探望她 不过年初静安侯府的家里人 包括小小都外出避难 去了 前些日子才回来 算时间也有快一年时间 没来看九娘了 静安侯爷苦笑一声 那丫头情根深重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吵着闹着要嫁人了 这是好事情 崔九娘恬静地笑了笑 嫁人是好事 总不能像我一样 一辈子不嫁人 提起这个 理性微微叹了口气 她低头喝了口茶 是她对不住姐姐 九娘摇了摇头 眼睛里依旧带着笑意 是我命苦 理性在这个小院子里待了很久 足足有差不多半天时间 这半天的时间里 她多半时间是在跟崔九娘叙旧 以及问了问崔九娘以后的打算 这个一生经历 曲折的女子 最终还是选择了皈依佛门 本来准备过段时间 就寻个安堂落法 在理性的劝阻之下 还是继续在家里待发修行 理性的意思是 三年之后 如果九娘还是这个想法 她就不再阻拦了 她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日落西山 九娘亲自把她送到了门口 与其温婉 虽然不知道现在的朝局如何 但是在京城里做官 总是不太安稳的 而且 她也不在了 侯爷自己小心 理性笑着点了点头 崔姐姐放心 这么多年下来 想想还是 当年那场彻骨的风雪 最是凶险 那场风雪 我都靠麦探给崔姐姐熬了过来 后面也就没有什么难事了 听理性说起就是 九娘也感慨地看了理性一眼 是啊 当年那个瘦小的麦探狼 如今已经是当朝的一品太妇了 九娘温婉一笑 便读史书 恐怕爷你一个人 能够在这个年纪 站到这个位置上 还站得如此安稳 她看了理性一眼 轻轻叹了口气 只是再往后 便没有人能给你指路了 凡事都要靠你自己 理性这时候 已经走出了门外 她对着九娘微笑道 姐姐觉得 我应该往哪里走 崔九娘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不过不管你往哪里走 我都觉得是对的 理性看了口气 往后退了两步 对着崔九娘深深作依 姐姐保重身子 过些日子 小弟带着小小 一起来看姐姐 她与九娘告别之后 便迈步离开了这个小胡同 仍然是步行回家 等到她回到 静安侯府大门口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陈十六第一个围了上来 拉着李信的衣袖说道 侯爷 家里有客人等着您呢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时候没人找她 才是怪事 李信一边走一边说道 谁啊 谢家的谢代公子 侯爷你出门不久 便上门拜访来了 听说您不在家 还要出门去找您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侯爷您去了哪里 这位谢公子 就干脆在府上一直等着了 谢代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看来是谢家要跟我谈了 他现在在哪 在客厅 李信点了点头 陈生道 我去换身衣服 便去见他 李信回到后院 换了一身青色的袍子 洗了把脸之后 朝着客厅走去 客厅里 谢代正在闭目明思 他上午就到了静安侯府 已经在这里 已经做了整整大半天时间了 陈十六甚至给他送了饭过来 不过他一口也没有吃 就在这里等了好几个时辰 李信迈步走了进来 呵呵一笑 本侯出府 有些要事要办 有劳谢郎将久等了 谢代立刻睁开了眼睛 连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低头行礼 下官谢代 见过太夫 李信伸手指了指椅子 开口道 谢郎将不用多礼 坐着说话 说着 他坐在了主位上 谢代犹豫了一下 也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李信喝了口茶 笑着说道 谢郎将在鼻腹等了这么久 有什么要事吗 谢代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回太夫 下官受太后娘娘的嘱托 来与太夫商量一些事情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太后娘娘有什么吩咐 直接说就是了 不用商量 太夫严重了 谢代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低头道 今日上书台诸位载府 与大都督府左都督 还有御使大夫 同去了一趟昆德宫 与太后娘娘 说了今日朝堂上的事情 李信点了点头 太后娘娘信了他们的话 自然没有 谢代苦笑道 不然下官也不会出现在侯爷府上 那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娘娘的意思是 谢代抬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开口道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太夫要正朝纲 清奸宁 自然不是错事 但是这几个人 都是先帝御命的府臣 陛下又极为尚短 不太好清正 所以 太后想请太夫手下荣情 暂且缓一缓 李信脸上的笑意收敛 怎么个缓法 谢代咬牙道 忠书令公养书 与御使大夫严守卓 可以为这件事情担责 太后的意思是 到此为止 这是太后在居中调解 意思是 四位府臣可以去其二 除了比较关键的沈宽 与大都督 机灵动不得之外 其他的两个府臣 都可以牺牲 为这件事情画上句号 被牺牲的这两个府臣 公养书年纪已经大了 也到了智氏的年纪 而严守卓 也差不多六七十岁了 而且他根基浅薄 做府臣也是来凑数 因此 也可以被牺牲掉 本来 这句话如果换个人说 会说得很委婉 但是谢代比较了解 李信的性格 于是直接开门见山地 说了出来 听到这句话 李信脸上露出笑容 谢郎江倒是快人快语 也不啰嗦 谢家人里 我最看好谢郎江 就是因为这一点 谢代额头冒汗 承蒙太父厚爱 下官惶恐 金安侯也眯了眯眼睛 继续问道 不过四位府臣都有罪责 其中 沈宽与姬林更是罪魁 太后娘娘不仅宽舍这两个罪魁 或及另外两位府臣 有些说不通罢 谢代低头苦笑 太父 朝堂上的事情 差不多就行了 非要叫真 到最后 恐怕大家都会过不去 不是叫真 金安侯淡淡地说道 既然谢郎江说话爽直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事情到这里 我也知道 太后娘娘在顾及什么 无非是陛下亲政 几位府臣下野之后 我李信一个人大权独揽 威胁皇权 请谢郎江转告太后 就说 如果陛下提前亲政 不管四位府臣下场如何 李信愿意辞官告老 从此不再干涉朝堂之事 金安侯爷与其诚恳 这几个乱政之人不在朝堂 相信陛下很快可以接手朝廷 谢代心里更慌了 他抬头看着李信 颤声道 太 太傅 李信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谢郎江只是一个传话之人 就把我的话一字不动地禀告给太后娘娘就舍了 谢代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低头对李信说道 如此 下官便告辞了 李太傅笑容和善 我送谢郎江 谢静慌慌张张离开静安侯府 此时 宫里的卫阳宫中 母子两个人还在等谢代的回话 次日一早 静安侯爷像往常一样 在府上占了全装之后 便换上了一身长服 朝着宫里走去 长服也是官服的一种 不过没有朝服那么隆重就是了 大静的大朝 会是十日一朝 因此 今天就没有昨天那么大的场面了 今日进宫义室的 除了四位府臣之外 还有上书台里另外的三个宰府 再加上李信 以及元昭天子与太后娘娘 满打满算 也就是十个人而已 不过这十个人 基本上掌控了朝廷大部分的权力 都是跺一跺脚 京城都跟着颤一颤的人物 这场小型的庭义 被安排在了魏阳宫的书房 李信到魏阳宫的时候 其他人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 书房里 元昭天子坐在地座上 其他人垂手势力在两边 与朝会之时没有什么分别 唯一有些不同的是 在天子身后不远处 垂了一卷珠帘 几位宫人伺候着太后娘娘 坐在珠帘后面 这并不是谢太后要干预朝政 只不过今天的事情重大 她担心自己的儿子镇不住场面 因此来给儿子站站场子 母子两个人眼睛里都不满了血丝 很显然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李信走进书房之后 先是瞥眼看了看天子身后的帘子 然后假装没有看到 对着天子躬身行礼 陈李信 见过陛下 因为不是大朝会 算是私底下会面 李信就没有下跪行礼 事实上在座的群友人 几乎都没有行跪礼 天子看了看李信 有些复杂的叹了口气 老是不用多脸 起来说话吧 李信到了声谢 然后便站直了身子 见人已经到齐了 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便开口说道 主公与老师都到了 那便开始议事吧 御史大夫严守着 第一个站出来说话 他对着天子低头道 陛下 此事昨日已经有了共识 兵部 大都督府与尚书台都有过错 兵部那边按李太夫的说法 是由侍郎前生 以及两个主事所为 其他两个衙门尚且没有定数 我御史台是三法司之一 昨日臣已经让御史台的下属 连同大理寺与刑部一起 彻查此事相信用不了几天 大都督府与尚书台 也能查出一个究竟 金安侯爷冷冷一笑 按照严司空的意思 今日的事情不用在意 直接等你三法司的结果就是了 严守卓对着李信拱了拱手 太夫兵部出了差错 只追究了右侍郎 以及两个主事 按朝廷的规矩 其他两个衙门也应当如此 太夫身为兵部尚书 总不能厚此薄彼罢 李信面无表情 从自己的袖子里 取出一份奏本 开口道 这是本官请辞兵部尚书的奏书 兵部又侍郎前生 以及两个主事 司栋勘合印 罪莫大焉 本官身为兵部尚书 引救辞职 说完这句话 他左右看了看眼前的一众老头 我这个兵部尚书 已经引救辞职 按照严司空的说法 沈相与大都督 是不是也应该引救辞职 这句话一出 便没有人敢接口了 这两个人 是四府城里权柄最重的两个人 直权跟一个兵部尚书 根本没办法比 李姓可以潇潇洒洒地丢掉兵部尚书的职位 他们却是不肯丢掉自己身上职位的 见众人没了反应 李姓冷笑道 看来诸位是不愿意辞官了 那这样 李某辞去身上所有的职位 包括太夫在内 朱公可敢跟着李某一起请辞 话说到这里 又是一片沉默 最终 还是中书令公养书上前两步 对着李姓笑了笑 李太夫 谈事情 就要心平气和地谈事情 吵架是吵不出结果的 要不这样 老夫也算是尚书台的主官 尚书台的罪责有老负担了 明日就向朝廷尚书请赐如何 面对这个三朝宰府 李姓还是很尊敬的 他对着公养书微微低头 老相公说笑了 老相公是中书省的中书令 虽然在尚书台办公 但是可不是尚书台的主官 他话音刚落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脉步走了上来 咬牙道 那我这个尚书台又蒲叶 算得尚尚书台主官了吧 说话的是尚书台又铺设赵明舟 这人也是太康朝才入尚书台 为相的新宰相 在尚书台任右仆舍 理论上与沈宽的评级 但是实际上算是沈宽的副手 他连个府城的位置都没有 只是尚书台五个宰府之一 不过即便如此 这也是朝堂里最顶级的那批人了 在这个当口 能舍得把自己的相位丢出去的 还算是有担当之人 金安侯爷闷哼了一声 尚书台又仆叶都站了出来 怎么左仆舍还在装死 沈宽脸色难看 他怒视了一眼李信 李长安 我等是先帝一命的府城 可以直接执掌朝政 是看你往日诸多功劳 才屡屡相让 你不要欺人太甚 他脸色难看 你鞠躬自傲 实在是太狂悖了 李信冷冷一笑 不管是谁 只要是在朝堂上做官 哪怕是夜灵之流 都会畏惧这几个府城几分 但是李信全然不一样 他除了在京城之外 在西南还有一份家业 京城这些官职 不要了 他还能去西南 因此全然不怕这些府城 原来沈相也知道 我曾经立过功劳 沈相不顾朝廷规矩 私自动我进军 又迎折冲队的时候 可没有记得 李某人曾经替朝廷立过功劳 面对着整整七个对手 金安侯爷毫无惧色 两边人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金安侯爷甚至已经撸起了袖子 准备以武将的身份 在这一群文官之中 大杀四方 坐在诸位上的天子 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迈步走到几个人的身边 清了清嗓子 诸公烧尽 听朕一言如何 皇帝说话了 当然要给面子 包括理性在内 所有人都垂手而立 闭口不言 陛下圣絮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先是走到了理性面前 他微微低头 朕知道 老师想让朕提前清政 是为了正好 但是这件事情急不得 朕现在对于正事 两眼一抹黑 没了几位宰府 恐怕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秦老师 再给学生一些时间 理性微微皱眉 随即闭上了眼睛 陛下是天子 臣无话可说 天子又走到沈相面前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沈相 进军调令之事 一阵看 的确是尚书台和大都督府的错漏 尚书台与大都督府 都要有人承担责任 沈宽恭敬低头 陛下说的是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又继续说道 另外 太夫说得不错 14岁与16岁 其实分别不大 朕从明日开始 进尚书台观证一证 等什么时候 朕觉得合适了 就提前清证 沈相以为如何 这次的事情 因尚书台而起 有理性一手 推动到这种决定证据的高度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却掌握在尚未清证的 袁昭天子手里 无论这位少年天子说什么 双方都没有办法开口反驳 哪怕是理性 也不能当面反驳天子 因此 当袁昭天子 给出了这么个处理意见之后 事情差不多就尘埃落定了 双方都没能达成所愿 也都没有满盘皆输 理性这边 天子以学生的身份 开口说出那种话之后 无论他心里有多少不爽 都只能闭口不言了 至于四府城那边 这一次也没有全身而退 天子已经明说了 要让大都督府与尚书台 对这件事情负责 那么尚书台多半会推出一个 到两个人告老还乡 来给这件事话句号 其中可能性最大的 就是中书令公养书 或者又蒲叶赵明周 公养书到了退休的年纪 而赵明周也是尚书台主官 两个人都有可能出来 为这件事情负责 谈不上两败俱伤 只能说理性未能得偿心愿 而四府城元气大伤 庭义随着元昭天子的话而结束 尚书台与大都督府 还要一起商量出一个具体的章程 他们对着天子拱了拱手之后 便恭声告辞了 理性也要告辞的时候 元昭天子开口道 老师留步 学生还有事情与老师商谈 理性犹豫了一下 便只不留在了魏阳宫 魏阳宫里 元昭天子让工人摆了一桌韭菜 师徒两个人隔着桌子对坐 天子亲自伸手 给理性满了杯酒 这幅场景以前也出现过 太康天子出即位的时候 就经常把理性 请到魏阳宫里来喝酒 君臣二人也是这样隔桌对坐 太康天子 时不时还会亲自给理性倒酒 如今物是人非 眼前的这个小皇帝 依稀有一些他父亲的模样了 两个人坐定之后 理性刻意抬头看了看 只见帘子后面的太后娘娘 已经不见踪影 元昭天子敬了理性一杯酒 仰头一饮而尽 然后抬头看着急着 开口道 今日之事 非是学生要与老师作对 实在是学生即位日前 不太好直接亲政 况且 如今的朝局 都在几位俯臣与宰夫手里 就算要过度权力 也得要他们配合才行 不然很容易朝纲混乱 竟安侯爷喝了杯酒 笑了笑 陛下是天子 做什么决定都是对的 没有必要与我这个做臣子的解释 见理性喝了酒 天子再次弯身 给理性满上 他张口 犹豫了一下 老师觉得 正今日的做法 合适吗 他虽然即位好几个月了 但是还是 第一次正儿八经的 做出影响朝局的决定 此时心里多少 还是有些坠坠不安的 生怕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理性抬眼看了看天子 面色平静 陛下想听真话 元昭天子神情恳切 自然想听真话 请老师指教 理性也伸出手 帮元昭天子 把面前的酒杯满上 他淡淡地开口 如果是寻常君臣 臣现在少不得要拍上几具马屁 奉承陛下几句 但是陛下 算是臣看着长大的 臣就与陛下说几句真话 他倒完酒之后 双手放在膝盖上 缓缓说道 老实说 陛下今日的做法 并不算聪明 静安侯爷面容平静 臣可以理解 陛下是 学了所谓的帝王心术 要在朝堂求平衡 所以要两边打压 今日陛下的做法 如果换做先帝来做 半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此时 陛下的年纪太小了 理性静静地看着天子 今日陛下看起来 两边都不得罪 其实两边都得罪了 要说 陛下 要么支持四位府城那边 把这件事搁置下来 这样四府城不说 对陛下感恩戴德 至少也会更加 尽心尽力一些 陛下在上书台 跟他们学做事 他们教陛下处理正事 也会更加用心 说到这里 理性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要么陛下 就支持成这一边 这样陛下 今日就可以清正 不说把四位府城罢关 至少要废掉 他们身上府城的位置 至于陛下担心的那些问题 完全都不是问题 金安侯爷又喝了口酒 陛下年纪虽然不大 但是也不算小了 朝堂上的事情 没有陛下想得那么复杂 无非点头摇头而已 就算不会 陛下也有时间慢慢去学 只要谨慎一些 不会出什么大事 但是陛下偏偏没有这么做 一句年纪上又拒绝了臣 一句提前清正 得罪了四府城 两边都不讨好 说着 金安侯爷呵呵一笑 不过也无可厚非 陛下年纪的确不大 能做出这种决定 已经是不容易 一些细枝末节 以后慢慢去学就舍了 元昭天子 本来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满意 自以为自己几句话 就破开了这个难解的局面 让几位府城与理性 同时知难而退 但是被理性轻飘飘几句话 说得他满脸通红 低头喝了口酒 老师说的是 朕 想得太少了 金安侯爷淡然一笑 陛下还年轻 犯一点 错也没有关系 不过臣 既然背了一个帝师的徐明 就厚言叫陛下一点粗浅的道理 元昭天子从矮桌旁边起身 垂手对着理性吃弟子里 请老师赐教 理性犹豫了一下 最终没有站起来 他是元昭天子这儿 八经刻过头拜的老师 也收过姬家的树修 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 他就是小皇帝的半个爹 这里也没有外人 受他一个礼数 也是应该的 多说多错 理性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陛下是天子 高高在上 只要陛下不说话 做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 就没有人能知道 陛下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说不定觉得 陛下已经看透了一切 暗地里做事 就会更加战战兢兢 作为皇帝 最忌讳的是轻易表态 或者说给大臣看破根底 一开口 就失去了天子的神秘感 就拿今天的局势来说 元昭天子一开口 让人就会知道他 不过如此 天子小脸凝重 对着李姓深深作依 弟子 受教了 与太康天子喝酒的时候 君臣两个人 还有不少共同话题 毕竟两个人 还能算是朋友 但是元昭天子 是李姓的晚辈 而且想法很不成熟 所以 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少 李姓只在魏阳宫里 待了半个时辰 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起身告辞 天子把他送到了 魏阳宫门口 这位少年天子犹豫了一番 最终还是咬牙开口 老师 今日知识是朕想岔了 但是朕觉没有为难老师的意思 朕也相信 老师是为了朕好 李姓回头 看了小皇帝一眼 微笑问道 陛下真的这么觉得 朕从小在静安侯府玩耍 老师是看着朕长大的 李姓伸出右手 在空中悬停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落了下来 拍了拍天子的肩膀 他叹了口气 陛下如果真能这么想 那么臣就开心多了 说着 他收回自己的右手 笑着说道 有余举之处 陛下见谅 天子连忙摇头 老师不用拘礼 依旧把朕当成那个孩童就是了 他对着李姓笑着说道 说起来 朕好几个月 不曾去看过姑母了 等过几天朕抽出时间 就去老师府上探望探望姑母 还有小小姑姑 阿涵妹妹她们 他从小在李姓府上长大 对于李姓府上的人 还是很有感情的 李姓点了点头 转身告辞 陛下不用送了 天子在宫门口的台阶处止步 目送着李姓 一接一接地走下台阶 慢慢朝着宫门走去 这位少年天子 学着李姓的模样 把两只手都揣进了袖子里 然后看着李姓的背影 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话 老师 您不仅会打仗 会做官 还会 您太厉害了 离开了皇宫之后 其实才刚刚正午 不过李姓在宫里设了饭 回到家中之后 便照常睡了个午觉 等到他睡醒之后 已经是接近喂食了 不得不说 跟那几个老家伙吵架 很耗费心力 只吵了一小话 就要睡这么久 才能恢复过来 他睡醒之后 也没有出门 在家里 抱着大女儿 阿含玩了会儿 又去看了看 刚刚学会走路 没多久的小儿子 好好做了半天的奶爸 等到快傍晚的时候 静安侯府的晚饭 还没有准备好 一个衣着普通的汉子 就从后门 敲敲进了侯府 很快在李信的书房 见到了李信 他半跪在地上 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之后 静安侯爷的脸色 就已经十分难看 他就插拍桌子了 你说什么 这个汉子 自然就是暗处做事的沈刚了 他半跪在地上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侯爷 西南传来消息 吴大人真的失踪了 一向温文尔雅的静安侯爷 直接就拍了桌子 你是干什么吃的 李信可以在京城遥控西南 原因有很多方面 其中包括了 他与穆英的兄弟勤奋 以及与李硕的一些个人勤奋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他当初派给穆英 组建汉州军的那两百个羽林卫 都成了如今汉州军的骨干 第二个方面是 西南有一个赵家坐镇在景城 帮着他统筹西南全局 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景城里有一个叫做林虎的年轻人 领着一百多个来自永州的工匠 只听赵家一个人的指挥 赵家主管西南的权势 大多来源于此 除了李信之外 林虎是唯一一个 知道火药完整药方的人 他是李信在西南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他出了问题 李信在西南的布局 也会出大问题 因此 李信在西南所有的力量 几乎都用来保护林虎与赵家两个人了 此时突然说 林虎失踪了 让他难免怒火中烧 见李信发怒 沈刚跪在了地上 颤声道 侯爷 我们在西南的兄弟 昼夜不停地守着林先生 但是这几个月林先生 在京城里喜欢上了一个女子 经常去那女子家里过夜 我等实在是没有办法日夜看着 金安侯爷心里暗叫一声不好 他之所以放心把方子交给林虎 是因为林虎是他最信任的人 没有之一 但是林虎这个人也不是没有弱点 比如说他从小在山里长大 没有怎么见过漂亮女人 就算进京城坐了几年与林卫 其实也没有怎么接触过女子 如果有人对他用色诱数 以他的心性 恐怕很难坚持住 李姓脸色不太好看 穆家那边有说法吗 沈刚低着头 穆家的老爷子 这会儿已经在进京城 见侯爷的路上了 大概再有两天就能进京城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不用他进京见我了 墨追马脚程快 我现在就骑马出发 出城去见他 说着 李姓推开房门 让人把墨追马牵了过来 他翻身上马 对着沈刚低鹤道 哪个方向 沈刚连忙低头 正南观道 他话音未落 李姓已经骑马冲了出去 一路朝着京城的南城门走去 墨追马是难得的千里马 又跟了李姓这么长时间 已经颇通人性 他似乎觉察到了主人焦急的心情 一路朝着南城门飞奔 南城门守城的士兵 不敢阻拦 眼睁睁地看着李姓 骑着快马扬长而去 不过这个时候 京城里有不少人 都在盯着静安侯府的动静 有些人发现 李姓从南城门离京之后 慌忙向各自的上司汇报 不少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心里都坠坠不安 尤其是宫里的那对母子 墨追马脚长很快 到了第二天早上 李姓就在官道上 看到了穆家的车队 他干脆利落地 在车队面前翻身下马 然后对着马车拱手道 穆叔 李姓迎你来了 马车的车帘打开 已经虚发花白的 穆家前人家主穆青 有些吃力地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他走到李姓面前 对着李姓攻身行礼 老朽见过李侯爷 李姓赶路了一个晚上 这会儿也有些疲累 他拉着穆青的袖子 苦笑道 穆叔不用多理 且说一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林虎这个人 对于李姓来说 不管是在公在私 都非常重要 林虎出了事 他必须要问个究竟出来 穆老爷子左右看了看 然后拉着李姓 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面色凝重 侯爷 西南有人想闹事情了 林大师 要有境界 不管什么事情 不能急 也不能慌 不然事情只会更糟 这个时候经过一天时间 李姓已经冷静下来不少 他对着穆青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穆叔不要着急 有什么事 我们慢慢说 说着 他看了一眼穆青的马车 我们去车上说 穆青叹了口气 跟着李姓 一起上了他的马车 这辆马车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 远不如静安侯府的那辆马车空间宽阔 李姓与穆青两个人坐进去之后 就显得稍稍有些狭窄了 两个人在马车里坐下之后 李姓对着在外面驾车的人缓缓说道 马车不用停 去京城吧 说着 他吹了个口哨 跟了他许多年的墨追马 立刻不紧不慢地跟在了这辆马车后面 宝马通灵 更何况已经这么多年了 这匹大黑马已经与李姓有了些许默契 马车开动之后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穆叔 西南的事情 你且说一说 穆青叹了口气 缓缓开口 侯爷 去随你走之前 将平南军散入汉州军之中 然后一分为三 其一在景城 一在汉州 另外一步 有李硕公子领着 驻扎在宁州 侯爷设想得很好 平南军被打散之后 成不了气候 他们的家里人 也被散落在西南各地 拒不成堆 本来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才是 但是 说到这里 穆英苦笑了一声 但是最近几个月 平南军对汉州军越发不满 哪怕他们散落在各营之中 也渐渐联合在一起 势头越来越大 宁州的李硕公子 距离景城太远 无法约束这些人 况且 可能宁州的情况更糟 老朽怀疑 这一次 侯爷派到西南的林先生 可能就是 被这些平南军残部 给偷偷带走了 李信微微皱眉 他在离开西南之前 为了防止平南军为患 就已经在李硕的帮助下 把平南军 打散编入汉州军各营之中 以为万无一失 不会再出什么风浪了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西南又出了岔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叔与我说说清楚 穆青再次苦笑 说的简单一些 就是这些平南军 不服管教 他们本就是锦城的精兵 训练有素 被编入汉州军之中 自然不服 有些人还会殴打上官 不止如此 他们还联合在了一起 要组建什么平南营 被穆英给否了 说到这里 穆青沉声道 本来 他们也只是在军营之中吵闹 时不时会在军营里挑战上官 也没闹出什么大事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玩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军营里 才导致林先生莫名失踪 冲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无非是因为两支合并的军队实力不匹配 当初的平南军 是平南侯府两代人 历经三十余年才打造出来的精锐 论整体素质 甚至能与京城的禁军相提并论 而汉州军就大不一样了 汉州军究其根底 是当年南蜀的大殿下理心 镇臂一呼呼吁起来的农民军 当时的南蜀 已经灭亡三十多年了 这些被临时召集起来的人 要说不要命或许真能不要命 但是论单兵素质就很堪忧了 这就导致了平南军的单兵素质 与汉州军的单兵素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时候两三个汉州军 都打不过一个平南军 偏偏这次整编 是平南军并入汉州军 也就是说整体 还是以汉州军的将官为主 这样一来 许多本是西宗的汉州军将领 手底下就会有不少骁勇的平南军 时间长了 自然会有人不服 所以闹起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沐清见李信州没不语 就又开口道 侯爷 李硕公子驻扎的宁州 这段时间全无动静 而且林公子失踪之后 沐家曾经派人去找过 也查到了最早带林公子 去见那女子的人 正是平南军的人 宁州的李硕公子 这一段时间也全无动作 老朽与沐英简单商量过 都觉得这件事 可能是平南军残不所为 沐英要在景城带领汉州军 因此动弹不得 托老朽赶到京城里来 向侯爷说明情况 马车缓缓使动 李信就坐在沐清对面 静静地听着沐清把话说完 大概的矛盾 是一位平南军与汉州军之间的矛盾 不过李信并不认为 这件事就一定是李硕干的 这里面有太多漏洞可以寻了 比如说动机 李硕当年是放弃了 几乎十几万人的支持理解 才跟李信成功合作的 如果他早就有野心 应该在太康朝时候 就直接与朝廷合作 而不是绕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圈 穆家之所以会这么与他说 一来是要甩脱穆家 弄丢灵虎的责任 二来是穆家与平南军 这几个月却有矛盾 所以才发展成这样 但是这些都是假的 李信最担心的 还是灵虎的个人安全 如果是其他人被俘虏课 大约也就是审讯难度的问题 毕竟几顿毒打 再配合一点刑具 犯人多半也就招了 但是灵虎与旁人不一样 他从小与李信一起长大 也是被李信带出了奇山 才见识奇山之外的风景 他这种性子如果被抓住了 别人要他做什么 对李信不利的事情 他估计很难能活下来 马车开动了一会之后 李信已经把事情了解了一个大概 他皱了皱眉头 开口问道 军中异动 赵家知道吗 赵家在锦城的工作 是统筹全局 现在锦城的工作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李信当然要问一问他 幼安先生是知道的 木青低头道 前些日子 幼安先生还想着 找那些平南军残部的人谈一谈 以免他们闹出什么事来 不曾想还没有开始谈 事情就发生了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如果赵家都没有把事情 往平南军残部上想 那么多半就不是他们 金安侯爷面无表情 一来是他们缺少动机 就算要闹事 也不是这么个闹法 如果李硕是要从灵狐手里 拿过天雷的方子 短时间内 他们也行不成战斗力 而且还会面对汉州军的疯狂报复 李硕不是这种蠢人 况且他在宁州 手下人大半是原先的汉州军 条件也不支持 他这么做 说完 李信坐在了木鹰对面 缓缓闭上眼睛 一个个人鸣在他脑海里跳动 这个世界上 基于天雷的个人 或者势力太多了 不知道多少人 梦寐以求 想要拿到李信手里的天雷 其中之最 自然就是大静的朝廷 想到这里 李信微微睁开眼睛 缓缓叹了口气 他想到了 归属内庭八间的一个组织 但愿不是他们内庭八间里 有一个公开的情报组织 叫做天木间 在明面上 就是天木间负责搜集情报 监察百官 充当天子耳目 但是实际上 这种情报组织 一旦被放在明面上 就意味着 暗处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更厉害的 就是八间之中的 第九间梅花卫 梅花卫极为神秘 就连李信对他也知道的不多 当年还是平南侯府的世子李纯 莫名其妙地死了 李信才知道的这个组织 后来到了太康朝 李信成为朝堂上的红人 可以经常出入宫城 才多少知道了一些梅花卫的事情 这个组织只属皇帝 由内侍监代管 但是如果天子交代了什么任务 他们是不用经过内侍监 可以自行办理的 一切明面上不方便做的事情 他们都可以去做 除此之外 李信对他们就所知不多了 天雷的事情是在太康八年的年尾 被太康天子发现 当时他为了拿到这个东西 一度与李信翻脸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不得不跟李信达成妥协 但是算起来 从太康八年的年底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太康天子就算明面上放弃了 暗处也不可能没有动作 一年半的时间 足够没花位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 当木卿说是可能李硕动手 绑走了林虎的时候 李信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怀疑 就目前来看 那个便宜弟弟 没有跟自己翻脸的动机跟资本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想到这里 李信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围观多年 他对京城里的各个衙门 包括天幕间在内 都可以说了如指掌 但是他对这个暗处的梅花位 其实知道的并不多 如果是梅花位动手绑了林虎 那么他还真的无处下手了 想到这里 金安侯爷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微微低头道 木叔 除此之外 西南还有别的事情没有 小事情一直没有断过 木卿叹了口气 朝廷赤风鼠王的诏书没有公开 因此我们控制西南 只能一点一点慢慢来 侯爷离开之后 西南小范围的冲突 一直没有停过 幼安先生还动手杀了不少 西南的朝廷命官 不过最近几个月 除了林先生失踪之外 就没有什么大事了 西南是被李信强行割裂出去的 但是想要把西南整合成一块 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李信请赵家去西南 就是去做这件事 不过这事情急不得 只能慢慢来 赵家这个人 在李信看来 只要磨练几年 进上书台坐载斧 都绰绰有余 有他在西南主事 西南就会慢慢朝着 李信设想的方向前进 两个人坐在马车里 木卿把西南那边的详细情况 一点一点地说给李信听 马车也晃晃悠悠 朝着京城方向前进 到了第二天 京城高大的城墙 已经遥遥在望 不过李信还没有靠近京城 一行百多个黑衣雨林卫 就把李信的马车团团围了起来 金安侯爷从马车的车帘里 伸头往外看了看 就看到了雨林卫中郎将谢代 已经翻身下马 正对着自己的马车 恭敬行礼 下官谢代 见过太夫 金安侯爷自嘲一笑 怎么 这么大的阵仗 是怕我跑了 思来想去 李某 似乎也没有触犯什么国法吧 谢代连连摇头 太夫误会了 昨天城门守军说 太夫一个人骑快马出城 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事情惊动了陛下 陛下担心太夫孤身一人 可能会有什么风险 就让雨林卫出城寻找太夫 护卫太夫安全 这些雨林卫 很明显是出城追李信来的 虽然金安侯府的家人 都还在京城 太夫不太可能丢下家人逃出去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朝廷还是派了雨林卫出来 追李信回去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但然道 老家有个长辈到京城看我来了 我出城迎接迎接 没有什么事情 你们都散了吧 谢代恭敬低头 我等 护卫太夫回城 李太夫合上车帘 你们愿意跟着 就随你们的便 说着 马车晃晃悠悠地开动 朝着京城慢慢走去 一百多个雨林卫 都骑在马上 护卫在马车附近 一直把李信 送到了京城南城门 李信再也没有理会他们 马车缓缓开向永乐坊 马车里 木卿偷偷看了一眼李信 侯爷在京城的处境 似乎也不太好 其实也还行 因为灵虎失踪 李信这会儿 心情有些不太好 他双手拢在袖子里 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就是有些人看着很不顺眼 一时半会 又奈何不得他们 颇为烦心 木卿微微低头 侯爷要是再京城不顺心 不妨回西南去 木英与老夫说过许多次 蜀王这个位置 永远给侯爷家留着 暂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李信对着木卿笑了笑 再说了 木兄愿意 木叔你心里恐怕也不会愿意 木卿面色肃然 侯爷小瞧老夫了 老夫看得很分明 没有侯爷你 什么蜀王不蜀王的 都是净花水月 木家撑不住这份家业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金安侯府已经到了 陈十六在门口 恭敬地把两个人迎接进去 李信开口道 十六 木叔远道而来 给他安排妥当 不要怠慢了长辈 陈十六这么多年下来 已经非常知道人情事故 他恭恭敬敬地对着木卿低头道 木老爷子 随我来 木卿点了点头 然后回头看了李信一眼 侯爷要尽快有所打算才是 说完 他跟着陈十六 去侯府厢房去了 他们走远之后 李信一个人迈步 走到了侯府的书房 一个人在书房里闭目沉思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养成的习惯 一旦碰到了什么事情 他就会一个人独处一段时间 尽量理清楚事情的脉络 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过了很久之后 书房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陈十六在门口低声道 侯爷 老爷子安顿好了 李信睁开眼睛 沉声道 你进来说话 陈十六点了点头 从紧剩的一条胳膊 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侯爷有事吩咐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问道 我要秘密建一次萧正 有办法吗 陈十六不仅是 静安侯府的大管家 还是李信暗出力量的大管家 沈刚等人与李信的接头 都要通过这个 只剩一条胳膊的年轻人 陈十六皱了皱眉头 随即低头道 属下可以试一试 但是要萧公公配合才成 秦安侯也点了点头 那你就去办 记着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是 见到萧正并不是难事 李信甚至可以直接去宫里的内侍间 去找萧正 难处在于 如何秘密地见到萧正 李信是当朝太父 进军将决 可以说是外臣极致 位高权重 而萧正从太康朝就是大太监 执掌了内庭近十年时间 是内臣极致 两个人理论上来说 是不能有任何私下会面的 不过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前一次李信去内侍间 查问龙虎山章 道正给太康天子用药的时候 这位内庭的大太监 就曾经跟李信提过 想让李信帮他 当时李信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下来 因为这其中 还有需要考量的地方 但是现在 李信有需要萧正帮忙的地方 那么这件事就可以谈 所以 只要李信能够悄悄通知到萧正 那么 两个人的私下会面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城市留下去 之后没有多久 宫里的一个小太监 就收到了宫外 赚进来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 让他向萧正递个话 本来 他只是内侍间里 最底层的一个小宦官 平日李是万万不敢做这种事的 不过想到最近一两年累积的赌债 小宦官咬了咬牙 找到了今天 要去大公公房里打扫的太监 用五罐钱的代价 拿到了这个差事 这在宫里并不奇怪 毕竟这是有可能近距离 接触到大公公的差事 万一得了大公公赏识 拜了大公公做干爹 就能够像内侍间少奸萧怀那样 一步登天了 于是 当天晚上 当大太监萧正在魏央宫 伺候完皇帝 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就在自己房间的床铺上 见到了一张纸条 萧正深呼吸了一口气 把这张纸条 藏在了自己袖子里 次日 柳树芳的一处民房里 正在喝茶的李信 等到了一身便衣的大公公萧正 这里是萧正的产业之一 他在宫中任职多年 在宫外自然也会置办一些家业 不过他不敢在永乐坊里置产业 只在永乐坊附近的明德坊 和柳树房 各有若干房产 见到李信之后 萧正连忙恭敬行礼 见过侯爷 李信起身 指着桌子对面 笑呵呵地说道 大公公请坐 萧正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李信对面 没有给大公公添麻烦吧 萧正摇头道 以往每个月 我都要出宫一两天 宫里的人也习惯了 不会有什么麻烦 说着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不知道侯爷召我过来 静安侯爷从袖子里 取出几张钱庄会票 放在了桌子上 笑着说道 自然是有些事情 要请大公公帮忙 萧正脸色微变 连连白手 侯爷有什么事情 直接吩咐就是了 能给侯爷办的 自然是义不容辞 可万万不敢收侯爷的东西 李信把会票推到了萧正面前 笑着说道 也没有多少 只是喝茶前 大公公收到 我们双方都能放心 萧正微微低头 侯爷还是先说事情吧 李信面色平静 淡淡地开口道 我要知道一些梅花卫的事 梅花卫归内世间执掌 萧正是内世间的太监 实际执掌内世间 已经超过十年 那么他实际上掌握梅花卫 也差不多十年了 只要他肯说 梅花卫就不再是秘密了 萧正脸色变了变 然后低头道 侯爷说笑了 内庭未听说有什么梅花卫 李信淡淡地看着萧正 我还没说到内庭 大公公怎么不打自招了 萧正一脸为难 李信笑着说道 大公公 这些年我也经常出入宫境 先帝也跟我提过梅花卫的事 大公公不用这般为难 梅花卫归属内世间 是我原本就知道的事 不然我也不会找到大公公 萧正深呼吸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李信 侯爷 想知道什么 梅花卫有多少人 萧正皱了皱眉头 沉声道 不及于临位 李信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太康八年年底 我从西南回京之后 有没有梅花卫去西南 萧正面露难色 他抬头看着李信 苦笑道 侯爷 非是我隐瞒侯爷 梅花卫一直直属天子 而且在内庭一直是隐秘 如果对外人泄露梅花卫行踪 被发现了是要车裂的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大公公认识我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拖累旁人 大公公但说就是 出的你口 入得我耳 萧正面色犹豫 他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颤巍巍地喝了一口之后 开口道 侯爷 那两年之后 这一次 李信回答得毫不犹豫 他沉声道 两年之后心地轻正 届时我不敢说萧公公 还是内庭大太监 但是我可以对萧公公保证 萧公公不会落到守皇陵的地步 至少下半辈子 也会大富大贵 如果有机会 萧公公还会是内庭大太监 这个时候 如果直接承诺萧正 让他两年之后 仍旧执掌内庭 那就显得有点假 毕竟李信并不能决定 内世间的大太监是谁 他把价码放低了一些 反而要真诚许多 萧正文言 有些心动 不过还是犹豫不决 金安侯爷沉声道 大公公 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 从头到尾 都跟你没有关系 就算我知道了 也是我自己插出来的 萧正脸色有些发白 再次喝了口茶水 他抬头看着李信 咬牙道 侯爷 那我说了 太康八年年底 先帝的确拍了一只梅花卫 去了西南 但是他们去了哪里 去做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了 金安侯爷脸色一沉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大公公可知道 梅花卫有没有什么 用来街头的符号 或者印记之类 萧正脸色发白 侯爷 这个 有些事情 迈出了第一步 就没有回头路可言了 片刻之后 萧正已经差不多 把他知道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李信缓缓起身 对着萧正做一道 多谢大公公 今日之事 李信会铭记在心 他往外走了两步 突然回头看了萧正一眼 大公公 这件事 经上知道吗 萧正咽了口口水 不 不知道 金安侯爷点了点头 转身告辞 临走之前 他还送了萧正 一柄最新款的琉璃望远镜 成的年间 李信就用水晶 弄出了这玩意儿 十年之后 他手下的匠人 已经摸索出了 如何烧制玻璃 不过即便如此 这玩意儿 还是稀有货 价值不菲 大公公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把桌子上的汇票 还有望远镜 统统收进了袖子里 李信是承德十七年年尾 就进入京城 差点冻死在了那场大雪里 但是他真正发迹 却是在承德十八年的年底 发迹之后 也就是泰康元年 李信一锦还乡 回老家永州几个月时间 给老母亲 修了一座二品夫人的坟墓 现在是元昭元年春夏之际 算起来距离李信回乡 给母亲修坟 正好是整十年 大静以孝至天下 李信这个时候 尚书告老还乡 朝廷多半不会同意 但是他要回乡给母亲上坟 不管是谁拒绝他 都是李亏 因此 这份奏书上了之后 尚书台的几位宰府 脸色都不太好看 左仆叶审 依旧有些愤怒 龚阳兄已经尚书至世 明州也被罢向 不在尚书台做事 我尚书台退了这么大一步 他李信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一就要尚书威胁朝廷 这会儿 龚阳书虽然已经递了告老的奏书 但是一来 朝廷需要时间答复 二来作为中书令 他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交接 因此 此时还在尚书台议事 文言摇了摇头 沈相有些偏激了 老夫没有记错的话 太康元年的时候 金安侯的确回乡 给他母亲修坟 在老家待了大半年时间才回京 那个时候 先帝登基不久 正是京城最关键的时候 金安侯能在那个时候 回乡修坟 足见其纯效 如今算算时间 正好是十年 说到这里 龚阳书缓缓说道 这些年 金安侯几乎没有回过故乡 十年才回乡一次 沈相还说这种话 未免有些苛刻 况且 李侯爷也不曾辞官 更谈不上威胁朝廷了 沈宽对着龚阳书拱了拱手 苦笑道 这才是他李长安的厉害之处 实际拿捏的恰到好处 老龚阳历经四朝 做了三朝的载府 文言也微微皱眉 沈相还是慎言一些的好 把李侯爷这封奏书 递到魏阳宫去 交给陛下决断罢 这种事情 哪怕尚书台现在主政 也不敢轻易做决定 因此 他们只能把李信的这份奏书 派人送到了魏阳宫 交给天子决定 元昭天子在看了这份奏书之后 也是皱眉许久 最终让人 把李信请到了宫里来 魏阳宫里 天子对李信拱了拱手 苦笑道 老师可是因为前几日的事情 心里还有怒气 李信垂手而立 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陛下 陈在奏书里已经说明 陈十年前回乡给母亲修坟之后 至今已经十年不曾返乡 今年是修坟的十年者 陈又得了儿子 怎么也应该回乡 给母亲看一看孙子才对 天子拉着李信 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轻声道 老师的孝心 朕也能理会 但是朕登基不久 还有许多地方 需要老师扶持教导 老师要是不在京城 朕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 少年天子抬头看着李信 咬牙道 老师能不能暂缓回乡 留在京城帮一帮阵 李信面色平静 看着天子微微一笑 陛下 陈氏草民出身 论学识眼界 要逊色汉林们不守 能够教陛下的也不多 如果说留在京城里 有什么用 最多也就是能帮着陛下 打理进军右营 拱卫京城 这一点陈也想好了 进军右营的副将贺松 在进军右营多年 陈不去右营大营 他也可以把右营打理得井井有条 陈在不在京城 都是一样的 陛下如果还是不放心 可以让大都督府 派几个参将去监督贺松 这样总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 至于扶持二字 就更说不上了 李信微微低头道 陈非是俯臣 不参与政事 进军右营 一直是贺松在打理 兵部尚书的差事 也已经辞了 在京城不过闲任一个 帮不了陛下任何事情 陈请陛下 念在陈卫国 尽忠十年不曾返乡的份上 准许臣回乡继母 话说到这个份上 任何人在道德层面上 都没有办法再挽留李信了 事实上 李信这一次离开京城 虽然一方面是为了灵虎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 是的的确确要回家给母亲扫墓的 他上一次回永州 还是泰康元年的时候 整整十年不曾回乡了 元昭天子张了张口 挽留的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开口道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金安侯爷低声道 近些日子朝堂纷扰 臣有些累了 估计会在老家休养几个月 一是陪一陪母亲 二是教家里的两个孩子 学一学永州话 李太傅自嘲一笑 家中一儿一女都在京城出生 侯府上下没有永州人 他们到现在连一句永州话 也不会说 元昭天子欲言又止 最终 这位少年天子咬了咬牙 老师 学生亲政的事情 可以在意 天子心里害怕啊 自己这位老师长进军也好 长兵部也罢 只要他能够留在京城里 那么就什么都好说 但是他 要是不在京城了 那事情可就大了 他是太康朝的太子 从小被当作储君培养 太康八年培进 领兵攻打汉州府 结果惨败而归的事情 他也不是不知道 况且 先帝在病天之前 还曾经跟他详谈过很久 必然与他说起过 关于西南的事情 先帝给元昭天子的原话是 尽量不要让李姓离开京城 李姓文言 先是愣了愣 随即哑然失笑 陛下误会了 陈飞是因为前几日的事情 与朝廷置气 只是实在应该回乡一趟 不然不仅心里过意不去 家长的父劳 也该说成忘本了 陛下放心 先前进军调令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陛下处理得很好 陈对朝廷没有丝毫不满 元昭天子 长长地叹了口气 老师 你要是走了 学生一个人在京城里 多少会有些害怕 不用怕他们 李姓眯着眼睛 微笑道 那位那边 陛下现在就可以着手掌握 至于千牛卫和羽灵卫 都在后祖手中 也都是跟陛下一条心的 京城里如果不老实 或者与陛下过不去 陛下直接用三进卫动手杀人 就是不杀人无以立威 早年先帝也是杀了不少人 才坐稳了地位 元昭天子低头道 老师教会 震计下了 他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姑母与老师一起走吗 李姓点了点头 犬子上晓 离不开他娘 只能一起回去 天子又问道 老师什么时候动身 朝廷云准的话 明日收拾一些东西 后天一早便走 天子又叹了一口气 那正到时候 去送一送老师 如果太康天子在世 还可以用强制手段 把李姓留在京城 但是元昭天子不行 他没有与李姓彻底翻脸的本钱 因此在道理上说不通的时候 只能无奈放李姓出京 第三天早上 静安侯府三辆马车 从侯府后门走了出来 朝着京城南城门走去 十年前李姓回乡 除去身边带着的几百个羽灵卫之外 可以算作是独自一人 十年之后 静安侯府已经开支散叶 清禾大长公主 还有李姓的一双儿女 再加上钟晓晓 陈十六都跟着李姓一起出京 京城这边只留下陈十六的媳妇慧娘看家 他们处永乐坊的时候 天才蒙蒙亮 到了京城南城门的时候 太阳已经从东边爬了起来 一顶玄黄两色的车碾 已经在南城门门口等候许久了 驾车的陈十六一眼认出了龙碾 停下了马车 回头对着车厢说道 侯爷 陈下车架在前面 马车里的李姓点了点头 带上家人一起 全部下了马车 包括大长公主一起 走到了天子车碾之前 对着龙碾恭敬低头 陈李姓见过陛下 本来皇帝是来送他们的 应该皇帝先下车 但是君臣礼仪超过人情事故 因此是李姓一家先下车 对天子行礼 包括九公主 也对着自己的侄儿扶了一扶 口称陛下 龙碾里的元昭天子 在大太监萧正的搀扶下 走下马车 对着李姓夫妇拱手还礼 姑父 姑母 她虽然才十四岁 但是个子并不矮 虽然比李姓要低上半个头 但是此时比她的姑姑九公主 已经高出了一些 她与李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是以师徒相称 但是现在九公主在场 她就应该称呼李姓为姑父 这位少年天子还礼之后 长叹了一口气 此去永州 千山万水 姑父姑母一去 不知道多久才会回来 李姓笑了笑 没有说话 九公主则是上前一步 对着自己的侄儿微笑道 陛下 去永州的路十年前我去过 来回最多也就是四五个月 此去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也就回来了 说着 她回头看了一眼李姓 微微叹了口气 你姑父少年进京城 很少能回故土 上一次回去还是十年前 你要体谅体谅她才是 姑父回乡继母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朕自然不会阻止 说着 她悄悄看了李姓一眼 然后开口道 姑母 姑父这一去就是一年半载 朕有些国师要请教姑父 能不能耽搁一些时间 九公主是太康天子唯一的一个宝妹 她从能出宫开始 就经常去魏王府玩耍 眼前的元昭天子 从出生开始 就是她看着长大的 一直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哪怕她当了皇帝 也是一样 九公主笑着说道 有什么事情 你问她就是 我带你弟弟妹妹回马车里等着 天子弯下身子 抱了抱自己的表妹 满脸笑容 等到九公主等人走远之后 她才抬头看向李姓 微微叹了口气 老师 说句实话 朕心里实在是舍不得你走 金安侯也笑了笑 担心陈甩手不干了 天子摇了摇头 老师是个信任 说会回京 便一定会回京 说到这里 天子挠了挠头 只是这国事纷繁复杂 朕只觉得一团乱麻 难以下手 她苦笑道 老师在京城 朕做事还有些底气 老师如果离开了 朕恐怕在上书台 连话也不敢说了 该说就说 金安侯也如同老农一般 两只手插在绣管里 微微欠身 先帝曾与我说过 他说 做皇帝 其实最简单不过 无非是点头摇头的活 不管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下面的人都会说 陛下做对了 只不过 如果一直做错 老百姓会难过一些 说着 李姓笑着说道 我大进从五皇帝一统天下 又经过昭皇帝锦皇帝 历经图治 如今可以说是国力极胜之时 陛下只管放心大胆地去选 瞎懵也没有关系 就算陛下运气不好 全部都选错了 只要陛下不做出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几代天子留下来的家底 也够元昭一招用的了 这番话有些伤人 但是却是实话 五皇帝一统天下 承得太康两朝 一直都在休养生息 如今大进的经济名声 都在鼎盛时期 是一个王朝最繁荣的时候 只要元昭天子不做死 就能够躺在父辈的功绩上 享福一辈子 虽然在这个繁华之下 埋藏了很多隐患 就像大唐的玄宗朝一样 元昭天子苦笑一声 叹了口气 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了 好像朕以后会是一个昏君一样 李信微微一笑 臣没有这个意思 臣的意思是 陛下这一任天子 可以做得任性一些 不用像昭皇帝与锦皇帝那样 如履薄冰 元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看向李信 老师 朕想问你一个问题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陛下问就是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老师前些日子与四府臣相争 是为了争权 还是为了帮着朕清政 听到这个问题 金安侯爷先是愣了愣 随即哑然一笑 陛下如果清政 不管是尚书台 还是大都督府 亦或是荆基禁军的权力 都会全部收拢到魏央宫 臣如何争权 用禁军诱营造反吗 别忘了 禁军左营 还有一个侯敬德 说着 李信回头看向天子 呵呵一笑 陛下会有这个念头 多半是那四位老头 进攻与陛下说了些什么 李信想要元昭天子清政 并没有争权的心思 最多就是要维护自己的禁军 又营兵权 提前完成老朋友的嘱托罢了 但是那场停意 元昭天子并没有完全站到他这一边 以至于功败垂成 天子皱眉思索了一番 也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如果他成功清政 禁军包括京城三禁卫 差不多他都可以说了算 而李信不是第五个俯臣 所以他清政之后 除非他给李信授权 否则李信就不能够专权 他是被那几个老头那句四个俯臣 总比一个俯臣好 给忽悠住了 想到这里 元昭天子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退后两步 对着李信深深作一 朕 让老师失望了 金安侯爷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样 都是陛下自己做出的决定 臣无话可说 说到这里 李信拱手告辞 陛下 北疆的宇文昭布吞并了浮屠布 正在飞速做大 如果不加以限制 五年之后 就会成为北帝大患 如果可能 朝廷要尽量让云州军与镇北军 持续骚扰宇文昭布 这样大进北疆 才能安稳得久一些 说完这句话 金安侯爷缓缓后退 转身走向了自家的马车 老实说 先前李信之所以选择 正面应当那四位辅尘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要做出一个 不能受半点委屈 否则就要跟你死磕 到底的狠人姿态 这样 不管是谁在做这个辅尘 也不管这件事结果如何 事后都不会有人 再敢打金安侯府 或者进军又赢的主意 但是 如果只是 要达到这个目的 直接状告几位辅尘意图不轨 也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把事情 扯到天子提前清正的程度 李信之所以这么做 自然也是想拉小皇帝一把 当今的元昭天子 从五六岁开始 就是李信看着长大的 他小时候 也是追在李信身后 一口一个辜负 喊得很是勤快 多年下来 李信就把他当成了晚辈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自然也想帮一帮他 但是很可惜 这份好心并没有收获善意 反而是这个晚辈 亲自否决了李信的这个提议 说一点都不失望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元昭天子 既然已经登基 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那么他跟从前的太子殿下 就不太一样了 他需要站在皇帝的立场上 思考问题 因此对于他的表现 李信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还是能够理解的 不过对于他来说 这些朝堂争斗 都是细枝末节 他懒得去跟那几个老头去争 不然 只要派沈刚或者天木剑的人 去查一查这几个老头的老底 保证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屁股上全部都有屎 而他李太傅 为官十余年 清白如水 在朝堂争斗上 天生就立在了不败之地 眼下李信没有兴致 再跟那几个老头斗下去了 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救下灵虎 保证他不要出事才是 灵虎是灵烈虎的儿子 十年前李信回乡 是灵烈虎把这个儿子 托付给李信 到现在 灵虎因为被李信 安排负责天雷的事情 至今未婚 如果他就这么没了 李信就真的没有颜面 再去见灵叔了 静安侯府的马车 在城南的官道上 慢悠悠地走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 一行人在一家小镇上住店 李信半夜爬了起来 轻轻推了推身旁熟睡的九公主 九公主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 揉了揉眼睛 就看到了已经穿着整齐的李信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她毕竟是皇室出身 不像寻常女子那么慌乱 只是开口问了这么一句 李信缓缓叹了口气 胡子被人抓了 我得尽快赶到西南去 想法子把她救出来 两个人夫妻十年 九公主自然知道 李信口中的胡子是谁 她也明白事情的重要性 因此只是皱了皱眉头 就点头同意了 她转头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天色 叹了口气 你这时候要走 李信点了点头 沈刚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了 我同他一起去西南 夫人你带着侯府的人 继续赶路 在永州等我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沿路上会有人盯着咱们家的人 夫人要注意一些 尽量要装作 我还在马车里 最少也要忙个一两天才成 九公主点了点头 伸手还住了李信的脖梗 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些年都是你一个人 在外面东奔西走 我什么也帮不了你 金安侯爷笑着摇了摇头 夫人帮我打理好这个家 让我无后顾之忧 就是最大的帮忙了 夫妻两个人拥抱了一会儿 李信便动身离开 临走之前 他还去隔壁房间 看了看已经熟睡的一双儿女 给睡觉不老实的大女儿 盖上了被子 此时 已经是子夜时分 沈刚带着十来个人 牵着李信的墨锥马 正在外面等候 见到一身黑衣的李信走过来 他立刻低头 沉声道 侯爷 李信面无表情 出发吧 沈刚身后十来个 都恭敬低头 是 李信翻身上马 上马之后看了沈刚一眼 然后开口道 一起出京的 有多少人 沈刚这时候也上了马 他回答道 大概270多人 都跟着属下出京了 除去我们这十余人之外 其他全部留下来 暗中保护夫人 还有侯府家人 是 说完这句话 李信抖动缰绳 莫锥马 引颈长司 一起当先 朝着西南方向飞奔 沈刚等人叹了口气 也都各自拉动缰绳 紧紧跟在李信身后 这一次 是他们保护灵虎不利 才导致要李信 亲自去西南 给他们擦屁股 虽然李信还没有来得及 处罚沈刚等人 但是他们这些老下属 都可以看得出来 自家侯爷生气了 而且算算时间 这时候距离灵虎被抓 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大半个月时间 从这里赶到景城 就算不眠不休 也要七八天时间 况且 人跟马都不可能不眠不休 他们到达景城 最快也是十天之后的事情了 十天之后 那位灵虎先生 就已经被抓了一个月 要是敌人真有歹意 那么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来说 就很难活下来了 如果灵虎真的死在了景城 他们这些负责保护灵虎的人 说不定就要经受自家侯爷的雷霆木火 沈刚是最早一批 甚至是最早一个跟着李姓的人 十多年时间下来 他很清楚 自家那个平日里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侯爷 骨子里是一个怎样的狠人 一路上 李姓基本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行人日夜兼程 赶了整整八天的路 终于在第九天的早上 到达了景城 景城里也有静安侯府的人 早早地通知到了穆英还有赵家 他们到达景城的时候 这两个人已经在城门处等候许久了 从墨锥马上跳下来的李姓 微微有些狼狈 这八天时间 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赶路 甚至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 这会儿头发已经有些散乱 脸上也不太干净 神色疲惫 不只是他 就连号称能够日行千里的墨锥马 这会儿也显露了疲态 赵家与穆英两个人围了上来 琪琪对着李姓低头行礼 见过侯爷 他们两个人都可以算是李姓的朋友 平日李见面也都是笑呵呵的 但是这一次 两个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 面色严肃 李侯爷也面无表情 有线索吗 穆英面带惭愧 低头道 回侯爷 这一个月来 景城上下几乎被找遍了 没有见到林兄弟的身影 与林兄弟交好的那个女子 是景城一家青楼里的清官人 这家青楼 我们也查了个底朝天 还是没有找到关于林兄弟的线索 她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一旁的赵家 看了看满脸疲惫的李姓 长长的叹了口气 是我等失职 辛苦侯爷了 景城 蜀王府 这座王府 是朝廷赤丰蜀王之后 由穆家在原有平南将军府的基础上改建的 其实蜀王府原本可以安置在景城的旧南蜀皇宫里 但是为了为了怕朝廷以此为借口 说蜀王府建月 干脆就另修了一座 如今的蜀王 是穆英的儿子 不过改姓了李 叫做李修 名义上是承汉王族的后人 李姓的儿子 李姓的确是有两个儿子的 不过他被太康天子请到京城之后 被李姓直接提刀杀了 他在景城的后人 也被穆英下了死守 一个都没有留下 坦白说 李姓这个人的确该死 但是他的家人大多都是无辜的 但是他们是死在李姓的愚蠢之下 怨不得旁人 进了蜀王府之后 才六岁的蜀王殿下李修 上前对李姓公身行礼 口称义父 他认李姓做干爹 是穆英与李姓一早就说好的事情 只不过造花弄人 如今李姓这个干爹 还是一个侯爵 这个小家伙 就已经裂土蜂王了 不同于黑脸的穆英 这个年轻的蜀王殿下 面色白皙 面容也颇为俊俏 看来是沾了不少母亲的光 他的母亲 是李姓的妹妹 也就是李家那位小郡主 算起来 他姓李也是个母姓 并不是穆家凭空改的姓 这位小郡主 当年被穆英从京城接回西南之后 两个人便渐渐勾搭上了 而且因为是李姓设计 害死了李富 他就与自己的长兄李姓 再也不相往来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两个侄子 已经被丈夫穆英给杀了 李姓虽然一路赶路疲惫不堪 但是见到晚辈 他还是蹲下 伸手摸了摸这个小家伙的脑袋 笑着说道 一转眼便这么大了 跟在李姓身后的穆英微微皱眉 去寻你母亲 大人们有事情要谈 李姓在袖子里摸索了一番 最终摸出了一枚颇为精巧的望远镜 挂在了这个小王爷脖子上 这个望远镜大概只有三四寸长 金安侯爷微笑道 这是京城工坊里的匠人 弄出来最新一批的千里镜 本来是我自用的 现在也没了用处 给你拿去耍吧 小孩子都喜欢新奇东西 他接过这个东西之后 放在眼睛上看了看 立刻喜笑颜开 谢谢丹店 穆英对他挥了挥手 好了 下去玩去吧 蜀王殿下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穆英与赵家都跟在李姓身后 三个人越过蜀王府的前厅 走到了后花园里 在一处凉亭下面坐了下来 坐定之后 穆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李姓低头抱拳 侯爷 这件事是我疏忽了 说起来 那个清官人 还是我请林兄弟过府吃饭 请来唱曲儿 他们才认识的 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林虎在锦城的任务 其实很无聊 单纯的只是掌握天雷秘方 只有赵家要求他去制作天雷的时候 他才会有活干 平日里极为清闲 穆英也是担心 这位重要人物 在锦城过得无趣 就经常请他喝酒 因为穆英与李姓是朋友 林虎也就不怎么拒绝 经常来蜀王府喝酒 李姓坐下来之后 揉了揉有些胀痛的眼睛 开口道 是京城梅花未下的手 而且已经谋划了一年多了 想必他们 查到胡子这个人 花了不少时间 不然不至于在先帝病天之后 应该早就动手了 他赶了八九天的路 差不多一天只睡两三个时辰 这会儿觉得困乏不已 去去执笔来 穆英立刻点头 飞快跑去取来一份纸笔 铺在了李姓面前 李姓提起笔 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在纸上画了三个符号 这三个符号 每个符号只简单数笔 但是看起来像是三朵形态 各异的梅花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这些符号 是肖正画给他看过的 当然了 他与肖正的会面 本来就是忌讳 这种东西 更是不可能建筑于纸笔 全凭李姓硬生生 靠记忆力记下来 事后 他在静安侯府也画了几次 画完就被他烧掉了 梅花卫在大晋太祖年间就有了 早年大晋开国的时候 梅花卫成功暗杀了不少大将 这个组织上下单线街头 找到一两个人没有意义 最多只是伤到他们的枝叶 这是梅花卫用来沟通街头的三个暗计 这几天穆兄安排一些精锐 在京城上下暗中排查这些印记 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 找到线索之后 不要打草惊蛇 尽量找到多一些的梅花卫 或者知道胡子被关在哪里 说到这里 李姓闭上了眼睛 死了没有 再心考虑对他们下手 梅花卫不可能是最近才在锦城里的 平南侯府主是西南的时候 锦城里肯定就有梅花卫 要当心一些 木鹰认真看了几遍李姓写在纸上的符号 深深点头 属下 这就去办 李姓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皱眉道 记着 让可靠一些的人去查 当年平南侯府的家将里 都能混进梅花卫 说不定你蜀王府里 也会有梅花卫 木鹰心中一领 恭敬低头 属下明白了 说着 木鹰躬身退了下去 办事去了 而赵家则是犹豫了一下 坐在了李姓对面的凳子上 他看了一眼满脸疲惫的李姓 微微叹了口气 侯爷 近来京城如何 李姓睁开眼睛 先是叹了口气 然后无奈一笑 李姓曾经与我说过 他说姬家人都是一个德行 从前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偏颇 现在看来 确实有几分道理 承德天子不曾用我 也不曾信我 泰康天子用我 但是不全信我 到了这位新天子 金安侯爷呵呵一笑 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从小跟在我身后 嘴里 喊得不是姑父就是老师 我以为他 多少会信我几分 我冒着得罪所有文官 甚至得罪大都督府的风险 下场忙碌一番 结果连这个姬家的小娃娃也不信我 寒人心啊 李姓这一番话说的有些笼统 赵家没有完全听明白 不过听出了一些意思 他低声道 不管是谁 坐到那个位置上 心里想的都会不一样 侯爷也身处朝堂十多年了 应该早就想明白这个道理才对 我与又安兄想法不一样 李姓起身 打了个哈欠 我还是觉得 是他们一家三代 心眼太小 容不下人 赵家笑了笑 侯爷这么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李姓两只手插进袖子里 迈步离开了这个凉亭 困得不行 先去睡一觉 等我睡醒了 再与又安兄戏谈 说吧 他慢悠悠地走远了 赵家愣了愣 然后叹了口气 对着李姓的背影 深深一一 作为三朝元老 李姓对于姬家的皇帝 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虽然因为太康天子短命的原因 如今朝廷里三朝元老 一抓一大把 不过李姓是正儿八经的天子进城 他对于太康天子 以及元昭天子的了解 胜过朝廷里的绝大多数人 承德天子在李姓心里 是个深不可测的人物 这位皇帝虽然对于西南 也有些斤斤计较 不过总体还算大气 但是在他之后的太康天子 不管是格局眼界 还是手段 决策 都比承德天子差上不少 这也是他后期与李姓之间 生出间隙的原因 而到了元昭天子这一代 才十四五岁年纪 而且还是李姓的学生 就已经对自己的老师不怎么信任 宁愿不清正 也要保住先帝留下来的几个俯臣 这不仅仅是让李姓寒心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 让李姓对自己的未来 或者说静安侯府的未来 产生了一些顾虑 那就是以后的元昭天子 对静安侯府到底会是个什么态度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解决西南的问题 把胡子找出来 因为极度疲累 李姓这一觉睡了很久 他是下午开始躺在床上休息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上午 接近中午的时候 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因为睡得太久 他还觉得有些头脑昏沉 蜀王府专门有下人在他门口等着 见到李姓醒过来 立刻把洗漱的热水端了上来 李姓洗了个脸 刚在房子门口活动了一番筋骨 穆英就已经找了过来 对着李姓恭敬抱拳 侯爷起了 李姓本来正在站全庄 听到穆英的声音之后 立刻收了架势 一边揉着自己的肩膀 一边对穆英笑道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没必要在家里守着我 穆英低头道 侯爷给的标记 属下等人已经在景城找到了一些 相信再过几天就可以有些线索了 到时候多半就可以找到林兄弟 梅花卫的上线下线是单线联系的 这种联络方式虽然隐蔽 但是非常低效 因此梅花卫会大量使用印记传信 虽然他们事后会抹掉印记 但是细心一些就很容易发现 李姓点了点头 辛苦穆兄 不敢 穆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不是属下等人失职 侯爷也不用千里迢迢到景城来 处理麻烦 李姓摇了摇头 用不着说这些话 以后注意一些就是了 穆英低头道 侯爷睡了一天一夜 应该饿了 府上已经备了韭菜 侯爷一起吃个饭 李姓点了点头 是有些饿了 这会儿已经接近夏天 穆英就让人在凉亭下面 摆了一桌韭菜 他与李姓两个人隔着桌子对坐 坐下来之后 李姓问了一句 幼安兄不在吗 穆英摇了摇头 苦笑道 幼安先生总揽西南正午 十分辛苦 这会儿估计还在府衙里忙碌 恐怕要到日头落了 才能来见侯爷 李姓点了点头 夹了口菜 一边吃一边问道 听穆书说 汉州军与曾经的平南军之间 起了些冲突 穆青与李姓说这些 多少有点告李硕状的意思 但是现在证明了 是梅花未动的手 与李硕无关 这个情况就有些尴尬了 穆英低头苦笑道 是有些小问题 平南军旧部大多骄横一些 汉州军出身的将官压不住他们 有不少人吵着闹着 要去宁州投奔李硕将军 还经常与汉州军打架 很显然 因为两军单兵素质的差距 这一次整边强行把更强的平南军 编入了相对刺一些的汉州军 引起了不良反应 李姓微微皱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告诉那些闹事的人 要么继续在锦城当兵 要么就退伍回家去 不可能给他们重新变成平南军 真要有本事 让他们立战功来 该给官职一丁点 也不会少他们的 开玩笑 当初李姓花了不少心思 才把平南军给拆进了汉州军 如今李硕占了宁州 渐渐粮草充足了 如果以前的平南军 都回去投奔了他 那么李硕的势力 就会越发壮大 导致西南势力失衡 牧英微微低头 属下明白 金安侯爷埋头吃了两口菜 抬头看了牧英一眼 李硕那边是个什么态度 牧英苦笑道 李硕公子带了三万人驻扎宁州 锦城这边的平南军 旧部闹事的时候 我给他写过信 他说平南军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只有宁州军 他也管不了这边的事情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他说的不错 既然平南军编入了汉州军 那么平南军也就不存在了 他能带得动整边之后的军队 没道理你带不动 李硕知道我来西南了吗 牧英低头道 几天前属下收到消息之后 就让人去宁州送信了 相信宁州那边很快就可以收到 金安侯爷端起酒杯 敬了牧英一杯 缓缓说道 牧兄 西南这边需要尽快整合到一起 不能再这样拖沓了 牧家受封蜀王 是泰康九年年初的事情 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 但是西南几十个州 有许多不服这个所谓的蜀王府 因此 汉州军虽然占了锦城和建门关 但是西南内部还没有达到 就成汉那种自成一国的锦氏地步 甚至连当年平南侯府 统治西南的地步也没有达到 说到这里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陈生道 各州府官员要尽快处理好 倒像蜀王府的给钱给粮 还是死脑筋的 直接一刀杀了 没有时间去一点一点感化他们了 赵家被李信派到西南来 一方面是为了帮李信看着西南 另一方面 就是要整合西南势力 让西南一体 但是赵家毕竟是读书人 下不了狠手 而且他对于那种很有气节的读书人 还颇为欣赏 因此一直到现在 西南数十个州府里 还有十余个州府 仍旧欣系朝廷 牧英脸色变了变 他放下筷子 抬头看向李信 侯夜宁 李信肚子饥饿 仍旧在家菜吃饭 他饿狠狠地咬下一块鸡腿肉 闷声道 胡子被抓了 我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坚持得住 如果他坚持不住 那么朝廷这个时候 多半已经拿到了天雷的方子 我们需要早做准备 况且 先皇帝留下来的俯臣 也看我不顺眼 这个时候 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些自保之力 牧英面色肃然 也不吃饭了 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 沉声道 属下 明白侯爷的意思了 属下这就去办 两个月之内 一定把西南诸州府 尽数收入侯爷麾下 静安侯爷哑然一笑 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 先吃饭 如牧英所说 一直到了快日落时分 一身白衣 刚刚处理完政务的赵家 才到蜀王府来寻李信 这个时候 牧英已经不在家里 赵家在蜀王府后院 见到了李信 此时李信 已经摆好了一盘棋局 见到赵家之后 他笑着指了指自己对面 又安兄怎么才来 等你许久了 赵家没好气地说道 还不是你 把整个西南几十个州府的事情 全部丢在了 我这个立阳县令头上 每天忙得我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能够脱身 已经很不容易了 赵家比李信年长几岁 此时已经是三十好几了 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外奔波 又跟着操心 所以显得苍老的不少 头上甚至有了几根白头发 他在李信对面坐下 看了看桌子上的棋局 摇了摇头 猴爷又吓不过我 两个人吓得是象棋 赵家话音刚落 李信已经先行一步 笑着说道 吓不过才要吓 当年夜诗也吓不过我 还不是每天拉着我一下 就是半天 赵家漫不经心地动了一个足 然后左右看了看 皱眉道 怎么不见木鹰 他呀 静安侯爷一边移动棋子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去杀人去了 说着 李信反应了过来 纠正道 也不对 梅花卫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他应该不会离开锦城 这会儿应该是去准备杀人去了 赵家皱了皱眉头 他要杀谁 杀西南这些不听话的人 我要整顿西南力量 容不得又安兄慢慢来了 赵家是个聪明人 李信话说到这里 他已经明白 木鹰要去做什么 这位锦城府的府尊 脸色立刻就有些不太好看了 整合西南的事情 这两年一直是我在做 侯爷就算不与我商量 怎么也应该智慧我一生才是 他连旗也不下了 直接就站了起来 西南诸府 大多数已经倒向了锦城 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最多半年 木鹰还没有出锦城 也还没有动手 我这不是 正在跟又安兄商量吗 李信仍旧坐在位置上 面不改色地吃掉了赵家一个子 微笑道 再说了 又安兄是个慈悲性子 与又安兄商量 这件事 估计还要拖延一段时间 不过现在木鹰还在锦城 不曾动手 又安兄想要救人 也还有机会 西南剩余那些明弯不灵的人 又安兄可以给他们写封信 如果他们还是不听 蜀王府无论如何 也要杀人立威了 赵家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有些颓然地 坐在了李信对面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们要是一封信 能不劝得动 便不至于 到现在都还没有归附了 他看了看桌子上的棋盘 伸手走了一步棋 侯爷 木鹰动手可以 但是杀了第一拨人之后 虚得停一停 容我些时间给其他人写信 他们见到了血腥 才会听得进去劝 金安侯爷扶长一笑 还是读书人了解读书人 赵家苦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两个人在棋盘上 你来我往 李信其力要比赵家逊色不少 一会儿就被杀得丢盔卸甲 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 这个时候 赵家突然抬头看了李信一眼 记得太康九年 侯爷带着朝廷的封王赵书 到西南的时候 与我们说过 整顿西南的事情不着急 两三年也好 四五年也成 怎么这个时候 侯爷突然着急起来了 赵家对着李信 眨了眨眼睛 难不成侯爷是想 听到这句话 竟然侯爷脸上的笑意收敛了一些 他放下了手中的棋子 有些严肃地看了赵家一眼 又安兄 你希望我造反吗 赵家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微微点头 侯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不是你想不想造反 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西南的这么大一股势力 摆在这里 朝廷不可能看不到 就算现在朝廷装作看不到 等到小皇帝长大了 也会觉得西南碍眼 与其等个十几几十年 朝廷回过头来与西南清算 不如趁现在侯爷还年轻 大家伙也都有心气 他说到这里 就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了 而是开口道 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穆英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 就算给大静做臣子 将来多半也还是会翻脸 赵家抬头看着李姓 深呼吸了一口气 平南侯府 就是最好的前车之剑 平南侯府 与朝廷对峙了三十多年 历经两代人 因为不肯放弃西南 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 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李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得不举气造反 现在让李姓放弃西南 束手期待朝廷的慈悲 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要李姓不肯放弃西南 将来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李姓沉默了很久 最终 他看向了赵家 有安兄以为 如果我们造反 胜算几何 我不知道 赵家苦笑道 大静国运正胜 咱们就算造反 也只能栩栩图枝 按我的意思是 既不能像平南侯府那样 想着给大静做臣子 也不能立刻举棋 咱们先要让西南自成一国 壮大力量 然后慢慢等待机会 有侯爷的天雷在 见门关固若金汤 咱们有的是时间 李姓缓缓吐出一口气 所以 咱们现在是要让西南自成一国 而不是 现在就想着造反 说到这里 李姓看向赵家 不过又安兄放心 李姓从来不会舍己为人 更不会心慈手软坑害自己人 到了合适的机会 该做的事情 我也会去做 就算不做 也一定给大家都某个好的前程 如果元昭天子 对他有赤诚之心 李姓当可以安心 给他做臣子 但是现在 小皇帝看起来 并不比他爹靠谱 李姓也不得不给自己 还有自己的兄弟们 想条后路了 两个人说着话 太阳已经落山 天色慢慢暗淡了下来 这个时候 棋盘上李姓的红子 已经占尽下风 静安侯爷若无其事地 伸手抹了抹棋盘 一盘残局 立刻化为乌有 到吃饭的时候了 咱们下次再想 赵家有些无奈地 看了李姓一眼 自家这个侯爷 下棋喜欢耍赖 他不是第一次知道了 偏偏李姓每一次耍赖 都是理直气壮 他当然不知道 这是李姓 从那位大静战神身上 学到的顶级奇术 两个人从椅子上起身 整准备走向前厅 一身黑衣的木鹰 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他看向李姓 深深低头 侯爷 属下似乎发现了 林兄弟被关在哪里了 这么快 李姓面色肃然 皱眉道 有把握吗 木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咬牙道 七成 如果没有把握一往成情 那么就会打草惊蛇 但是就算灵虎还活着 估计也很难再找到了 听到木鹰这句七成 理性没有过多犹豫 陈生道 带我去 记着 人手要可靠 务必要一击必重 木鹰点了点头 开口道 属下带了一百多个人 有一些是当年侯爷 就给我的雨林喂 剩下的全部都姓木 他们里面不可能有 这个什么梅花味的人 金安侯爷这才微微点头 捋了捋自己的袖子 脸上戴着寒霜 赵家也站了起来 开口问道 侯爷 要我同去吗 用不着 李姓回头 呵呵一笑 死去是要去杀人 我知道幽安兄不喜见邪 说吧 他跟木鹰两个人 迈步离开了蜀王府的后院 前院里 一百多个人已经等候许久 李姓没有多废话 立刻挥手 出发 路上 李姓与木鹰差不多走在一起 木鹰落后李姓半个监位 李姓一边走 一边问道 怎么这么快 就寻到胡子的消息了 先前灵虎失踪之后 汉州军这边查了一个月 一无所获 李姓虽然给了他们 梅花味的联络暗号 但是想来 最少也要三四天 或者四五天 才能查到准确消息 眼下不过一天多的时间 竟然就追查到了 灵虎的确切位置 木鹰微微低头 收到侯爷给的印记之后 属下就开始让人在锦城里四下查访 很巧的是 在蜀王府附近的一处茶馆里的柱子上 就有不少侯爷画出的那些印记 属下生怕惊了他们 因此没有第一时间派人跟着 不过蜀王府附近的地方 大多都是姓木的人家 原本木家是在汉州府的 但是有了蜀王府之后 木家的核心层 就有不少搬到了锦城来住 首选的地方 自然就是蜀王府附近 因此 那里算是木家人的聚集地 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木鹰在锦城查了一个多月 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毕竟他不可能把这件事 联系到木家人身上 自然就不会去查自己的亲族 属下是木家家主 就让人把那附近的木家人 喊到府上问话了 他们都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了 这一个月 有什么大的动静 都很清楚 说到这里 木鹰微微低头 有一户新搬来大半年的人家 从上个月开始 家中常有异动 而且 属下带人在这家人附近绕了一圈 也发现了梅花味的暗季 说到这里 木鹰低头道 因此 属下有七成把握 林兄弟多半是被关在这里 本来这种事情应该慎重 至少应该 在锦城全城再观望几天 但是救人如救火 已经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属下担心 李信默默点头 木兄的意思我明白 我同意冒这个险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已经出了鼠王府 木鹰走在前面带路 在距离鼠王府 只有两个胡同的地方 找到了一家民宅 木鹰微微低头 侯爷 就是这里了 如果属下没有猜错 这里应该就是梅花味 在锦城的据点 至少是据点之一 说着 木鹰伸手指了指几百米之外的 一座茶楼 微微低头 而那座茶楼 多半就是他们互通消息的地方 此时 他们距离这处民宅 还有几十米的距离 李信用手 按动腰间的轻质 面无表情 冲杀进去 有人拿人 如有反抗 就地格杀 他们身后跟了一百来号人 其中有半数是当年 跟着李信西征来到西南的雨林位 他们有的持刀 还有人持弩 文言立刻齐声道 是 一行人 快步朝着这座民宅走去 李信与木鹰走在最前面 他低喝道 梅花为个个都是精锐 诸位当心 有十几个人走在李信前面 他们走到民宅门口的时候 四个人不由分说 骑步上前横身一撞 民宅的木门被一下子撞开 木门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这一剧烈的响动 立刻就惊动了房子里的人 有一对妇女从屋里走到了院子里 看着自家倒塌的木门 又看了看一众持刀的壮汉 惶恐不已 各位军爷 小明是犯了什么过错 他说的是地道的景城话 地道道连木鹰这个南疆人 都听不出任何毛病 金安侯颜面无表情 把这两个人绑起来 房间里里里歪歪 给我全搜一遍 是 上百个如狼似虎的壮汉 很快把这个并不是特别大的民宅搜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几个房间里没有人 也没有发现暗格 上下找遍了 没有发现密室 开回翻找了好几遍之后 就连木鹰也变了脸色 这一次是他说有七成把握 如果这里没有人 就是他把事情办砸了 到时候把灵虎害死了 他根本没有脸面 再跟李姓称兄道弟了 他对着李姓抱了抱拳 侯爷 属下亲自去搜一搜 那一对被绑起来的妇女 已经是满脸惊恐 他们跪在了地上 对着李姓扣手 这位官爷 小明们可没有做什么坏事 您要是找什么东西 说出来 小明帮您找到了缝上救世 可不敢私藏什么 李姓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老头 面无表情地问道 我一没有穿官服 二没有带兵 你怎么知道我是官 老头哭丧着脸 官爷 您带着兵来的 自然是官了 李姓闷哼了一声 呃狠狠看了这个老头也 把他们看死了 嘴也堵上 别让他们摇摇包自尽了 几个羽灵卫立刻攻生殷士 李姓副手从这处民宅的前院 走到了后院 这个宅子并不是很大 后院里也没有池塘 只是种了几株花草 有个避暑的小亭子 以及一口井 李姓左右看了看 最终把目光锁定了这口井 因为这口井 是用井盖盖住的 盖得严严实实 搬开这块石头 两个羽灵卫立刻点头 合力把井口上的石头搬开 搬开之后 金安侯爷伸头朝着里面看了看 是一口枯井 大概四五米深 井底没有了水 只剩下一些枯叶 还有泥泥 这时候 木鹰也走到了李姓身边 伸头朝着井下看了看 但是井下一片漆黑 看不出什么来 侯爷有发现 李姓微微皱眉 下去看一看 木鹰摇了摇头 还是我下去吧 侯爷在上面看着就是 木鹰伸手不错 直接就从上面跳了下去 四五米的高度平稳落地 井底没有烂泥 反而有一种踩在石处的感觉 他在漆黑的井底左右看了看 然后四下摸索 摸到了一个一人高 可以供两个人行走的洞口 木鹰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井盐 侯爷 下面有通道 一般的密室地牢 都是在房间的地下 隐蔽一些的 最多是也就是在柴房马厩里面 但是这个院子里的密室 却是安排在枯井里 如果不是这口枯井 被刻意盖上了石头 就连李姓也不会注意到 发现了通道之后 李姓让人 把木鹰拉了上来 然后让人准备了火把 十几个雨林卫走在前面 率先下井 李姓与木鹰两个人 随后跟了进去 剩下的人也举着火把 跟进了井底 这是一条大概十余米的通道 没有什么亮光 走了十多米之后 突然开阔了起来 里面仿造地面上的建筑 弄出了几间房间 虽然没有什么亮光 但是隐约可以闻到一些火烛的味道 木鹰在李姓身后 低头道 这里点了蜡烛 刚灭掉 有人在 侯爷小心一些 李姓左右借着火把的光亮 左右看了看 缓缓开口 往前走吧 十几个火把 把这个地下暗室 照得如同白昼 雨林卫们如狼似虎地走在前面 木鹰刻意站在了李姓身前 以防有什么危险 往前走了十几步之后 暗处突然有脚步的声音 然后就听到几声击扩的声音响动 当先两个雨林卫 硬声痛呼 跌倒在地上 木鹰脸色微变 是弩剑 大禁的律法里 有许多东西 民间是不能持有的 比如说刀枪 铁甲之类的 但是最忌讳的东西 就是这种军方才有的弩剑 弩剑不同于弓剑 不需要毕礼 只要有人给你上弦 哪怕是三岁童子 近距离也可能射杀一个壮汉 因此 这种杀伤性很大的东西 向来都是军方专用 不仅仅是民间 就是普通的衙门王府里 也不准石油 但是这个密室里 竟然有 木鹰梅我快过多犹豫 立刻低河道 他们人不多 弩剑要上弦 扑杀上去 他的判断很准确 这个密室里 不可能有太多人 弩剑射完之后 需要重新填装积阔 有很长时间的空荡期 这个时候冲上去 是最佳的选择 十来个人手持火把 直接朝着暗处冲了过去 一阵激烈的近身搏斗之后 三个身着普通衣裳的人 被玉林卫砍倒在地 其中一个留了火口 被木鹰抓在手里 丢在了李信面前 李信看也没有看他们 镜子朝着密室的最里面走去 密室里没有门 一个个房间 被一个个帘子隔开 李信掀开帘子 进了最后一个房间之后 扑面来的 就是浓烈的血腥器 这个房间有两个柱子 其中一个柱子上绑着灵虎 她一身衣裳已经变成了褐色 显然是鲜血干了之后 浸在了衣服上 而在她的对面 还有一个柱子 这个柱子上绑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衣衫不整 头发全部披散了下来 身上伤痕累累 而且伤口还是新的 还有鲜血从衣服上滴下来 相比较来说 灵虎的身上 虽然也有许多血痕 但是血迹大多已经干了 也就是说 最起码最近一段时间 灵虎没有怎么挨打 李信用火把照了照 确认是灵虎之后 呼吸粗重了一些 她三两步走到了灵虎面前 想要伸手拍拍她的肩膀 又怕拍到伤口 一只手悬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胡子 金安侯爷声音有些颤抖 你还醒着吗 本来低着头 昏昏沉沉的灵虎 听到了李信的话之后 费力地睁开眼睛 看到是李信来了之后 她声音有些嘶哑 杏哥 李信眼睛有些发红 浑身都在微微发抖 是我对不住你 朝廷里那么多清闲位置 可以给你做 我偏偏让你来做这件事 是我害了你 她说完这句话 抽出妖间的亲至 把灵虎身上的绳索全部割断 绳索割断之后 灵虎整个人完全没有力气 就要直接倒在地上 李信直接把手中的鸣剑 丢在了地上 一把扶住了自己的兄弟 灵虎被李信扶在怀里 她声音低微 杏哥 就那个姑娘 这个时候 慕英等人已经把这间密室里的烛火点亮 李信抬起头 这才看到了 慕英对面 这个已经惨不忍睹的女子 她弯下身子 把灵虎背在了自己身上 咬牙道 把这姑娘也带着 说吧 她背着灵虎走在最前面 慕英等人叹了口气 把这个姑娘身上的绳索解开 两个人抬着一起走了出去 井口被几十个人看着 一起用力 把李信等人拉了上去 到了地面之上 李信才清晰地看到 灵虎身上的血迹 还有手腕上的露出来的边痕 有些地方因为伤口再次感染 已经溃烂 很明显 在被抓的这一个多月里 灵虎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她如果肯背叛李信 便不会吃一点苦头 这时候 慕英等人 也带着那个更加凄惨的姑娘 从井底爬了上来 此时的李信 两只眼睛已经有些发红 她怒声道 大锁井城 凡有梅花味应急之处 所有人全部抓起来 细细审问 但有反抗 就地斩杀 慕英深深低头 属下遵命 李信说完这句话之后 背着伤痕累累的灵虎 朝着蜀王府走去 而那个姑娘也被背进了蜀王府 一并救治 穆家人已经请了大夫 人带回来之后 大夫立刻开始给灵虎诊治 好在灵虎受的伤只是外伤 只要用高烈度的注绒酒清洗伤口 在弯曲溃烂的伤处 重新上药包扎 开个回复气血的方子 定期换药 慢慢调养也就是了 这段时间里 灵虎一直昏昏沉沉 直到大夫把伤口都处理好了 她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而李兴就一直在灵虎的房间里守着 吃住都在这里 灵虎之后 齐阳县骑山里一个猎户的儿子 他本来接触不到这些阴谋诡计 原本他可以紫城赋业 安安心心地留在骑山打猎 而且 京城里有大把闲关可以给他做 他原本是没必要 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的 一直做事不后悔的李兴 这次也有些后悔了 他在灵虎床前守了一天多的时间 到了第二天下午 灵虎才渐渐恢复了意识 睁开了眼睛 他第一眼看到床边的李兴之后 便满眼都是泪水 挣扎着要坐起来 姓哥 那些人都是畜生 他们不是人啊 李兴伸手拉着他的手 缓缓说道 胡子 不要着急 有什么事慢慢说 有什么委屈 哥一定给你做主 灵虎再也忍耐不住 泪流满面 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山里汉子 哭得泣不成声 他们 他们当着我的面 糟蹋了玉兰 灵虎断断续续 跟李兴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玉兰就是被绑在他对面的女人 也是引灵虎入局 让灵虎被抓了一个多月的那个青楼的青官人 照灵虎所说 这个玉兰并不是梅花卫的人 而是被梅花卫用家人胁迫 才做局引了灵虎入瓮 灵虎被抓之后 梅花卫的人 先是用高官后路加以利诱 灵虎自知重疾 一连十几天都一言不发 没有说一句话 十几天的时间 梅花卫终于失了耐性 开始对灵虎用刑 接下来的五六天时间里 各种酷刑都被用在了灵虎身上 灵虎前半生吃的苦头夹在一起 也不急这几天来得多 但是他还是咬牙撑了下来 他很清楚 自己能在西南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李兴对他的信任 且不说他与李兴从小玩到大的勤奋 单凭这份信任 他就不能背叛李兴 于是虎 更残酷的刑罚来了 梅花卫剑打他没有效果 就把这位玉兰姑娘也抓了过来 绑在了灵虎对面 要挟灵虎 如果不说出天雷的方子 就当着他的面 侮辱玉兰姑娘 要知道 早先灵虎与这位玉兰姑娘的感情十分之好 灵虎已经做好打算 让牧英帮他把玉兰姑娘 从青楼里赎身 这个过程 是非常痛苦的 梅花卫的人 为达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竟真的当着灵虎的面 撕开了这位玉兰姑娘的衣裳 在之后的几天 他们不再对灵虎动刑 而是当着灵虎的面 每日独打这位玉兰姑娘 逼着他交出天雷的方子 一边打还 一边告诉灵虎 都是因为他 玉兰姑娘才会遭受这等折磨 对于灵虎这种性格的人来说 这比打在他本人身上 还要让他难受得多 所以 当李信闯入这个梅花卫剧点的时候 那位玉兰姑娘身上的伤痕犹心 而灵虎身上 已经没有多少心伤了 听到灵虎断断续续 说完这段事情之后 李信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胡子 这件事我记下了 你好好休息 灵虎失血过多 而且浑身的伤口 因为没有及时处理 不少地方已经发炎 这会儿身上还有些低烧 颇为虚弱 他勉强伸手 拉着李信的袖子 红着眼睛 姓哥 我没有对不住你 听到这句话 李信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 他鼻子发酸 轻轻拍了拍灵虎的手臂 我知道你不会说 你不说出来 就代表你能活命 金安侯爷微微叹了口气 不然 我也不会千里迢迢 从京城赶到景城来救你 你安心歇歇 剩下的事情 我会去处理好 灵虎咬牙道 是我害了玉兰姑娘 李信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他在心里说了一句 也是他害了你 从灵虎的房间出来之后 慕英与赵家两个人 都在外面等着 见到李信出来之后 慕英第一个上前 低声问道 侯爷 灵兄弟如何了 还在发烧 李信念无表情 大夫说 能扛过这几天 就没事了 梅花卫撕射地牢 各种刑具自然不可能消毒 灵虎 被救出来的时候 身上许多地方的伤口 都已经发炎化弄 而且人还一直在发烧 如果一直发烧不退 还是很有危险的 要靠自己的身体 去扛 他看了慕英一眼 皱眉道 让你查景城里的梅花卫 查得怎么样了 慕英苦笑低头 这个梅花卫极为警觉 咱们动手救人之后 他们大概是全部藏了起来 昨天属下 带人大锁景城 并没有发现几个梅花卫印记 只抓了五六个人 好厉害的梅花卫 李信闷哼一声 有些不满 他们这种单线联系 很难统筹全局 也就是说 即便他们一时半会儿 不太可能改动印记 派人一直盯着 有一个抓一个 抓到确认是梅花卫之后 直接就地砍了 因为灵虎的事情 此时的李信 多了几分力气 慕英恭敬低头 属下遵命 他顿了顿之后 低头道 侯爷 跟着灵兄弟 一起救回来的那个姑娘 应该如何处置 李信转头 把灵虎说的话 重新说了一遍 然后转头看向 一直没有说话的赵家 开口问道 幼安兄觉得呢 赵家皱眉道 有些不太对劲 他心思最是细腻 在一些细微之处 比起李信要强出许多 因此立刻就觉察出了不对劲 李信是如何知道 这位玉兰姑娘 不是没花位的 李信面色平静 许是被抓之前 这位玉兰姑娘 与她说的 赵家继续说道 林兄弟说 是梅花位 裹挟了玉兰姑娘的家人 借以要挟 但是林兄弟失踪之后 慕将军把那家青楼 查了个底朝天 这位玉兰姑娘 仿佛是凭空出现一样 一点根底都查不出来 如何又凭空冒出家人来了 说着 赵家微微皱眉 况且 林兄弟离此大难 皆因此女儿起 不可能凭他几句说辞 就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慕英皱眉道 这姑娘身上的伤 我找人看过了 都是很重的伤口 不太像是假装的 赵家面色平静 据说梅花位的人死都不怕 受点伤又怕什么 她对着李信低头道 侯爷 人心隔肚皮 这女子已经使过一次坏 我们不可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的意思是 不管她到底是好是坏 直接把她给杀了 以绝后患 李信皱眉想了想 随即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们怎么想没有用 胡子心中认定了这个玉兰姑娘 如果我们把这姑娘给杀了 到时候 就算胡子明面上不说 心里也会记着 以后可就离心了 这个简单 赵家面色平静 玉兰姑娘受伤极重 不治身亡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李信微微皱眉 最终摇了摇头 对慕英文道 这个玉兰姑娘 现在在哪 醒了没有 昨天给她处理完伤口之后 就一直睡着 今天上午好像醒了一会儿 然后又继续睡了 现在应该还在睡 醒了就好 李信副手道 我要去见一见 这位玉兰姑娘 亲自过一过眼 我要是觉得她是好人 咱们就尽力 把她治好 然后该如何就如何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站了起来 面无表情 我要是觉得她是恶人 那么她今天晚上 便会伤重不治 谁也就不活她 说完这句话 李信副手离开 慕英叹了口气 跑两步追上李信 低头道 侯爷随我来 我领侯爷去见这个姑娘 金安侯爷面无表情 跟在慕英身后 朝着这位玉兰姑娘的院子走去 玉兰姑娘的伤 比起领虎的还要重一些 而且都是心伤 不过正因为这个原因 伤口都还没有发炎 处理起来要比领虎容易许多 因此 这位姑娘只睡了大半天 就清醒了过来 李信与慕英走进房间的时候 这位玉兰姑娘 正在蜀王府一个丫鬟的伺候下喝粥 脸色苍白 她脸上没有什么血色 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模样颇为俊俏 如果打扮打扮 就是顶尖的美人 这种级别的女子 如果是混青楼这个行当 在哪里都能够吃得开 难免灵虎会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慕英挥了挥手 示意伺候的丫鬟退下 然后她微微低头 沉声道 侯爷 李信看了看这个女子 缓缓说道 我自己问一问她 慕兄你去忙你的就是 锦城里肯定不止这四五个梅花位 按照肖正的说法 梅花位恐怕有两三千人之多 而西南在朝廷心理分量极重 这些年潜伏在锦城的梅花位 恐怕有数百人之多 都需要慕英去一点一点的拔钉子 慕英立刻点头 低头抱拳 属下下去做事去了 说完 她退了下去 李信在房间里左右看了看 然后搬了把椅子 坐在了这位女子的床边 她还是两只手都揣进了袖子里 面色平静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如果说谎 你活不过今天晚上 听明白了没有 玉兰姑娘文言 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庞 更加苍白 她抬头看了看李信 有些色缩地说道 明明白了 李信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你认得我吗 玉兰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她才说出一个字 抬头突然看到了 李信面无表情的脸庞 身子都跟着颤了颤 随即咬了咬牙 认得 您是当朝的太妇 金安侯李信 李信冷冷地看了这位玉兰姑娘一眼 你认得我 也就是说 你不是所谓的青楼青官人 而是替朝廷做事的梅花卫 这一句话 杀气毕露 如果这个女子是梅花卫 那从头到尾 就是她在引领虎入局 包括现在身上挨的这顿打 恐怕也是苦肉计 玉兰姑娘身上都是伤口 她苦笑道 奴家命苦 自小流落封尘之中 的的确却是青楼女子 只不过前些年 韩燕阁换了东家之后 就开始让我们帮着打探消息 说到这里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零零散散的 奴家也多少知道了一些事情 知道东家也是给别人做事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东家说 让我想办法接近林大哥 说是成之后 可以让奴家也进入组织 从此荣华富贵之类的 她有些害怕地 看了李信一眼 奴家从小在青楼里过活 不敢不听话 只能尝试着去接近林大哥 后来认识久了 东家就让我把林大哥 请进韩燕阁里来 再后来 再后来 东家他们就把林大哥给抓了 玉兰姑娘说到这里 垂泪不止 期间奴家并不知道 东家他们要做什么 结果大半个月之后 东家不由分说 把奴家也带进了那个地牢里 当时林大哥已经给他们 打得不成人样了 她垂泪道 可是林大哥还是不肯松口 他们就把奴家也绑了起来 不停地折磨奴家 想要逼林大哥开口 说到这里 她泪流满面 奴家想死 又死不掉 金安侯爷依旧面无表情 她静静地看了玉兰姑娘一眼 这么说 你被人用家人胁迫的事情 是假的 玉兰姑娘低着头 乌叶道 家里的确还有一个弟弟 住在景城的城郊 游手好闲 还好赌诚信 经常来寻奴家要钱 她在东家那里 也借了不少钱 所以奴家不敢不听话 她带着胆子看了了理性一眼 哭道 侯爷 奴家如果事先知道 东家他们会这么对待林大哥 奴家就算是死 也不会坑害林大哥的 她与林虎 是去年下半年就认得的 而且 她都清白身子也是 交给了林虎 两个相处了几个月 多少是有些感情的 金安侯爷目光冰冷 那你是如何认得我的 林大哥与我说过 玉兰姑娘抬起手 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林大哥说 她在京城有一个兄弟 是朝廷的金安侯 后来有一天 她还兴冲冲地与我说 这个兄弟做了太妇 因为身上都是伤口的原因 她哪怕只是擦擦眼泪 浑身上下就疼痛不已 疼得额头见汗 李兴坐在椅子上 沉默不语 如果按这个姑娘的说法 她应该是梅花卫发展的外部人员 对于梅花卫内部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也是这件事情的受害人之一 她沉默了一会儿 眯了眯眼睛 你说你还有一个地点 她点了点头 是 住在城南的胡家村里 可是先前牧英去查过 你的家人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林虎失踪之后 牧英就派人 把那个寒烟阁查了个底朝天 结果寒烟阁的东家 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玉兰姑娘的家属 也都消失不见了 不可能的 玉兰姑娘脸色苍白 我兄弟一个多月前 还来城里瞧我 梅花卫的手段很是很辣 如果这个姑娘说的是真的 那么不出意外 她这个兄弟多半已经死了 理性面无表情 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她深深地看了玉兰姑娘一眼 老实跟你说 我今天是很想杀你的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来 你今天也是活不成的 但是我兄弟在那个地牢里 昏迷之前最后一句话 是让我救你 我跟她从小玩到大 看在她的面子上 今天我先不动你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派人去查 只要你有一句谎话 你都不可能活着离开蜀王府 说到这里 理性已经走到了房间门口 她静静地看了一眼 这个玉兰姑娘 再有 我劝你一句 这件事过去之后 如果胡子还愿意 让你跟着她 那不管你究竟是谁 都老老实实地 跟着她过日子 她是骑山里出来的猎户 没有太多心眼 说到这里 理性合上了房门 你已经骗了她一次 再有第二次 我会亲自提到杀了你 离开玉兰姑娘的房间之后 理性又走到了 灵虎的房间里 灵虎因为虚弱 这会儿还在闭目沉睡 理性也不着急 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 喝茶等着 大概等了一个十分左右 她才睁开眼睛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旁边的理性 她挣扎着要坐起来 理性已经起身 坐到了床边 安心躺下 灵虎浑身都是伤口 只能叹了口气 躺了回去 开口道 姓哥 那姑娘那里 我去问过了 理性给灵虎盖好了被子 缓缓说道 她是被有心之人 安置到你身边的 真情实义有几分 我这个外人不好说 要你自己考量 本来这种人 到我手里 多少也应该杀了 但是她跟你有过肌肤之亲 算是你的女人 我不好 对她做什么 就交给你自己处置 你弃之如碧驴也好 那她进门做妾也好 不管怎么样都随你 我没有意见 老实说 刚才在玉兰姑娘的房间里 只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理性就数次动过杀心 但是最终 都被她强行按捺下来了 她或许是一个好人 但是绝对不是烂好人 十来年时间 不说 间接死在她手上 单说直接被她亲手杀了的人 也有二三十个 杀一个女人 对她来说 就跟眨眼一样简单 但是这个玉兰姑娘 是胡子的女人 不管事情 到了哪一步 她都不能连招呼 也不打一声 就把这个女人给杀了 直接说她伤重不治 就是把林虎当傻子糊弄 因此 她选择暂且搁置这件事 交给林虎去处置 这一次的事情中 林虎表现出了足够的忠诚 哪怕是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 她都没有辜负理性的信任 她做到了一个兄弟该做的 李信也应该做到 林虎闷哼了一声 眉头深皱 李信拍了拍她的手 叹气道 不急着做决定 有什么事情 等你养好了身子再说 林虎有些痛苦 她低头思考了很久 然后抬头看了看李信 声音嘶哑 哥 那个东西 对你很重要是不是 李信点头 最起码在未来十年之内 关系倒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林虎有些躯黑的脸庞 微微发白 她沉默了很久 才苦涩一笑 哥 我其实很喜欢玉兰 看得出来 李信笑着说道 不然也不至于在那个地牢里 你都没有忘记让我救她 林虎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如果我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我或许会娶她进门为妻 不做妾 从青楼出身的女子 哪怕托吉嫁人 也就是个妾室的命 除非嫁给同样身份低贱之人 不然不可能做正妻 林虎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在锦城里的地位极为关键 可以预见的是 凭她与李信的关系 将来做个不大不小的官 总不是难事 因此就连李信 也说要她那玉兰做妾 林虎又看了李信一眼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哥 你把她治好之后 就放她走吧 林虎闭上了眼睛 咬牙道 留她一条命 我以后不会再见她了 这个决定很痛苦 但是也很明智 要知道 天雷的事情 不仅关切到李信一家人的身家性命 穆英 赵家 以及西南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 都牵在天雷上面 林虎这个人足够让人放心 但是如果她身边跟了一个朝廷的奸细 那么不管是谁 恐怕都会放心不下 林虎这个人 平日里看起来有些憨直 但是她很懂事 也更懂得替别人着想 她明白 如果她把玉兰留在身边 李信会很难做 李信沉默了很久 拍了拍林虎的肩膀 胡子 这件事哥对不住你 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 林虎咧嘴一笑 杏根能相信我 我很开心 也乐意替杏根你做事 两个人是从小在骑山里 一起打滚到大的交情 这份交情 没有任何利益成分 干净清澈 而且弥足珍贵 放言整个天下 李信认识许多人 但是他与任何人之间的交情 都没有这么纯粹 哪怕是跟叶盛之间的仕途勤奋 多少都有一些利益 在其中牵扯 金安侯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从林虎的床边坐了起来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给你处理好 玉兰姑娘会好生生地活下去 林虎躺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谢谢哥 李信叹了口气 是我要谢谢你才是 林虎微微摇头 我虽然有些笨 但是并不傻 换作别人 早把他杀了 哥你能来跟我说这些 就不容易 说着 他睁开眼睛 对着李信咧嘴一笑 李信愣了愣 也对着他露出笑容 两个骑山里长大的少年人 在世俗权利面前 最终还是守住的心里 那份最纯粹的情分 李信弯腰 给他盖上被子 你好生谢谢 等你养好伤 哥给你找个好媳妇 林虎点头 勉强一笑 谢谢哥 李信微微叹了口气 转头离开了房间 在他关上房间门之后 躺在病床上的林虎 再也忍耐不住 眼睛先是发红 然后缓缓流下泪水 只是他强忍着 没有让自己哭出声音 不管他再如何懂事 他心里还是很喜欢那个 叫玉兰的姑娘 奈何天宫作弄 有缘无分 离开林虎的房间之后 李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简单洗漱之后 便躺在床上歇息了 为了救林虎 他也跟着忙碌了一两天 时间没有合眼 这会儿已经十分困乏了 但是躺在床上 他还是有些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接近一个时辰 才渐渐入梦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色大亮的时候 李信才从床上爬起来 他平日里因为要练拳 都起得很早 今天已经是赖床了 照常在院子里 占了一个时辰拳装 李信才收了架势 在下人的伺候下洗漱 在他用毛巾擦脸的时候 木鹰已经在他身后等着 见他洗漱完毕 才上前一步 笑着说道 侯爷的拳术 越发有火候了 李信把毛巾丢在盆里 呵呵一笑 能打你几个木大将军 木鹰眨了眨眼睛 脸上带着笑容 少说能打十个木鹰 李信白了这四一眼 梅花味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实际处印记 都还在观望 大概明后天 就可以动手抓人了 李信点了点头 目光里满是寒意 不用顾忌 抓到直接杀了 木鹰低头称是 然后开口道 侯爷 李硕公子正在来锦城的路上 估计今天傍晚 就该到了 李信笑了笑 他是该来看一看我 因为汉州军 接受了平南军之后 被一分为三 如今的西南 大致也被一分为三 其中穆家一份 李硕一份 李信也有一份 只不过李信那一份的汉州军 被穆英占领 也就是说 穆家实际上掌握了三分之二的西南军队 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赵家 代替李信在西南主政 西南的这三个部分 实际上都是李信通过赵家在遥控 而李硕的那部分 驻扎在最西南的宁州一带 距离锦城 足有数百里之遥 李信到锦城来 于情于理 李硕都应该来见他 李信 要整合西南力量 李硕的宁州军 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必须要跟李硕说清楚 而且 出身平南军的将士 这段时间 一直跟汉州军将士 有些不对付 这一次领虎失踪的事情 穆家甚至一度怀疑到李硕头上 这其中的误会 也要说清楚 到了傍晚的时候 只带了两个清兵的李硕 赶到了锦城的蜀王府 经手下通报之后 他在蜀王府的后院 顺利见到了李信 此时 是元昭元年的夏天 天气闷热 蜀王府因为新建没有多久 冰窖里没有储兵 颇为闷热 李信让人在屋子的地板上 洒满了水 才稍微清凉一些 李硕站在李信面前 微微低头 见过兄长 李信指了指自己对面 轻声道 坐下说话 李硕规规矩矩地 坐在了李信对面 然后轻声道 兄长从京城赶到锦城来 是为了林先生失踪的事情罢 林虎在西南无有职位 如果非要说有 只能说他是在替李信执掌天雷 因为没有职位 所以西南这边的人不好称呼他 只能称呼他为先生 李信点了点头 开口道 已经解决了 胡子被救了出来 现在在蜀王府里养伤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李硕一眼 听说你成婚了 还生了个儿子 当年锦城破城的时候 李硕才16岁 随后五年时间里 他带着平南军残部 在吐蕃边境苟延残喘 日子过得很不安稳 因此一直没有成婚 直到西南格局稳定下来之后 他得以驻扎在宁州 便娶了一个跟了他很久的女子 前几个月 生下了一个儿子 李硕微微低头 有劳兄长挂念 是生了个孩子 笑什么 单名一个虚字 李硕低头道 本来应该兄长来给这个孩子取名 但是兄长不在西南 千里迢迢送信去京城 也有些不妥就自作主张地取了 李硕虽然没有正式认下李硕这个兄弟 但是李硕这么些年 一直称呼他为兄长 按照血缘关系 他算是那个孩子的大爷 家里没有别的长辈了 的确应该他来取名字 李硕伸手 给李硕到了杯酒 儿子好 生了个儿子 你这一只 算是有后了 李硕苦笑着摇了摇头 日子过得风雨飘摇 能不能安稳还不一定 就不想着香火顺地了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意思是穆家人为难你了 李硕苦涩一笑 现在的这个格局 是兄长 你当初定下来的 小弟二话不说 就把平南军打散 编入了汉州军 驻扎到宁州之后 也一直本本愤愤 再没有见过宁州之外的 任何一个平南军旧部 但是穆英大将军 一直咄咄逼人 说是小弟 窜夺着平南军旧部惹事 更过分的是 还说是小弟我 绑走了林先生 李硕摇了摇头 叹气道 再这样下去 西南恐怕也没有 小弟容身之处了 用不着诉苦 李信淡淡地说道 西南现在是 赵家在打脸 他不会偏向穆家 你只要没有做坏事 四万宁州军 就永远是你的 李硕恭敬低头 兄长放心 小弟从来都不是 什么有野心的人 否则当初也不会 把废太子 送出景城交给兄长 小弟只想在西南 安安生生过日子 李硕这个人 总想着顾全 大多数人的利益 本质上其实有点圣武 的确没有太大的野心 李信自己给自己 倒了一杯酒 跟李硕碰了一杯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你可以安心在宁州生活 但是你手下的宁州军 也是西南的一部分 你们可以不听穆家的 但是要听赵家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又安先生这一两年时间 运筹帷幄 把西南打理得井井有条 宁州军自然听从 又安先生调欠 说到这里 李硕皱了皱眉头 他抬头看着李信 兄长 想要做什么 李硕虽然有些圣武 但是毫无疑义 他是个聪明人 从李信的言辞以及语气之中 他已经听出了一些不对 我想要西南同心协力 做一件大事 李硕有些紧张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这个深不可测的兄长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兄长你 该不会要重现大副故事吧 李信冷冷一笑 李甚是被人逼到造反的地步 我怎么会去学他 说着 李信自己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仰头一口干了 这一次 李硕有了眼色 立刻站了起来 拎起酒壶 帮李信到满 金安侯爷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准备让西南 彻底自成一体 不再受朝廷约束 李硕一时间没有听明白 他挠了挠头 兄长的意思是 罢税 李硕脸色骤变 所谓罢税的意思就是 不给朝廷交税了 要知道 哪怕是当年平南侯府割裂西南的时候 也没有停止过给朝廷的赋税 最多就是从中克扣 少交一些而已 而泰康九年 西南获封蜀王 名义上虽然是蜀王的藩国 甚至李信已经全盘掌握了西南的军政大权 但是西南还是要给朝廷上税 维系着朝廷最后的颜面 如果西南连税也不交了 那问题就大了 老实说 虽然西南几十个州府的赋税不少 可朝廷有江南附属之地在 未必就差这一点钱 可西南一天缴税 一天就还是大进的番薯 要是罢了税 这最后的纽带也就断了 这是在打朝廷的脸面 李硕苦笑道 兄长三思 西南各地并不是交不起赋税 而且兄长如果闲脚的多了 也可以让人从中做一座手段 就可以扫脚许多 西南都在兄长手里 朝廷不会派人来查 也查不出什么 兄长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应来 李硕叹了口气 兄长非要这么做 就是在逼着朝廷对西南动兵 当然不会这么生厌 李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缓缓说道 西南各州府一起上书 说今年遭了灾 请求朝廷免赴也就是了 如果朝廷受不了这个 就让他们对西南动兵就是了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老实说 西南并不是很缺钱 现如今 李信在朝堂上的地位 其实很尴尬 他不是俯臣 还放手了兵部 除去一个金光闪闪的太富头衔以外 手上其实只剩下一个 不能动用的禁军诱营而已 而且 经过上一次的禁军调令之事 他跟几位俯臣已经正式翻脸 俯臣里的宫阳书告老 尚书又蒲叶赵明州霸相 文官集团表面上看起来损失惨重 但是信任的尚书又蒲叶 其实也是文官 宫阳书空出来的中书令位置 也会使文官替补上 尚书台核心的左蒲叶省宽 地位分毫未动 算来算去 也就是失了一个俯臣的位置而已 原本四位俯臣里 尚书台就占了两个 现在剩下三个俯臣 尚书台与史台各一个 大都督府一个 虽然尚书台的确受影响不小 但是本质上 还是文官占据绝对优势 也就是说 他们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反观李信这一边 虽然在上一次的事情中 风光无限 但是他得罪了大都督府与尚书台 还没有得到原昭天子的信任 就算继续留在京城里 日子恐怕也会很不好过 所以 他才干脆离开了京城 避一避那个漩涡中心 而这一次 他要组织西南罢税 一方面是为了让西南完全独立于朝廷之外 另一方面也是要跟朝廷轻轻地碰一碰 看看几位府城主长之下的朝廷 对于西南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同时也看一看 双方的实力还悬殊多少 与李硕吃了会饭之后 李信就把李硕请到了蜀王府的书房 书房里 穆英与赵家都在 李硕走了进来 对他们两个人一一行礼 见过穆将军 见过佑安先生 赵家与穆英对视了一眼 也站了起来 对李硕还礼 李将军克解 李硕现在明面上的官职 是宁州将军 李信没有客气 大咧咧地坐在了主位上 开口道 关于罢税的事情 我已经与诸位都沟通过 如今已经是八月 再有一两个月 就朝廷争秋凉的时候了 按我的意思 现在西南三十一府的府尊 就可以给朝廷写奏书 请求朝廷免赴了 对于内政的事情 李硕与穆英都不太拿手 这一两年时间 主长西南的赵家 皱了皱眉头 陈生道 要我看 不用逼朝廷逼得这么紧 可以先有一半的西南官员上书 先看一看 朝廷作何反应再说 说到这里 他微微叹气 赴税是国之根本 也是朝廷的脸面 如果西南没有前两脚纳 朝廷恐怕也忍耐不住 要对西南动手了 动手便动手 李信坐在主位上 淡然道 从泰康九年年初 朝廷就开始抽掉 禁军左营的人 进入汉中驻守 如今汉中守军一共五万人 其中大半都是禁军 汉中是西南出入的门户 这五万人 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言自明 泰康皇帝的确是对理性妥协了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时间里 开始抽掉侯敬德 禁军左营的人 进入汉中驻守 禁军左营 最少有两个折冲府以上 差不多三万禁军 进入了汉中 要知道 禁军的战斗力 与前年培靖带领的 那些杂牌地方卷 是天差地别的 现在的大禁 是皇朝初年 朝廷还没有烂到一定的程度 当年武皇帝时期 叶盛就是带着禁军 一路向北 硬生生啃下了北州 随后叶盛离开禁军 禁军的战斗力略微下降 但是裴靖进入禁军之后 用了十来年时间 重新调教了禁军 别的不说 金姬左右两银加在一起 差不多有三十万的禁军 都是大禁最顶尖的精锐 李信在太康元年 就在禁军任职 中间虽然断了几年 但是也算是老禁军了 他比谁都知道禁军的精锐程度 当年他带着禁军牺牲的时候 只要一声令下 禁军上下都可以 义无反顾地去战场赴死 浮城之战打了三天三夜 是叶茂带着禁军 用强攻的法子硬啃下来的 其中几乎没有禁军往后退 足见其军纪严明 假若太康八年的时候 裴靖是带着禁军 攻打汉州府 就算是有火药 最多也就是勉强守住汉州城 根本不可能那样趁乱追出去 像杀小鸡一样 杀了裴靖麾下几万人 这一次罢税 朝廷如果没有反应 那么从此西南自成一体 虽然名义上不是程翰 但是实际上跟程翰也没有什么差别 以后我们几人也都有了退路 金安侯爷看了看书房里的三个人 继续说道 不过朝廷不做反应的可能性不大 朝廷现在主示的是几个府城 前不久在京城里 我把他们都得罪了一遍 他们估计正要找借口对西南下手 这一次罢税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多半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想要打掉我的根基 进军右营的人 他们不会动 只会动用侯敬德左营的人 左营这两年 已经被抽掉了两个折冲府到汉中 虽然填补尽了新兵 但是战斗力还没有跟上 这一次 他们最多再从侯敬德那里 抽掉出一个到两个折冲府 说到这里 李信自嘲一笑 毕竟进军右营的将军 还是我 他们怕我造反 要留下左营牵制进军右营 汉中有五万人 两个折冲府不会超过三万 再加上零零散散的地方军 加在一起 估计差不多十万人 这是朝廷现在 能够进攻西南的兵力 李信起身 看向了穆英 穆兄 有把握守得下来吗 穆英咧嘴笑了笑 正面打多半是打不过 但是守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况且我们手里 还有剑门关 李信面色平静 穆兄 剑门关可以守一守 但是也不一定要死守剑门关 我的意思 是剑门关守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放朝廷的军队 进入西南腹底 然后跟他们碰一碰 赵家大咒眉头 但是没有说话 李硕摇了摇头 苦笑道 侯爷 朝廷进军军纪严明 训练有素 有剑门关天险不守 放他们进来 犹如隐隆入室 太过冒险了 如果打不过他们 西南就会被他们 弄得一塌糊涂 他很懂事 在人前 并没有称呼李信为兄长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现在剑门关 耗掉他们一部分兵力 然后再放进来 从今天开始 锦城这边全力生产天雷 到时候你们借城而守 放他们进建门关 也没有关系 沐兄与李硕 现在就可以调兵 去建门关不防了 朝廷的人不来是好事 来了也是好事 此战要是赢了 对我 对西南都大有弊意 赵家终于忍不住了 周梅道 侯爷你不在西南主持 李信摇了摇头 呵呵一笑 我要回永州 给老母上坟 七小孩在那里等着我 西南与朝廷起冲突 李信当然是不能 也不应该在西南的 他在西南 这件事就是他主导的 脱不开这个责任 他不在西南 就给这件事留下了很多余地 他身上有很多职位 但是没有半个职位是 关于西南的 不管西南出什么事情 他都可以说不关他的事 因此 在蜀王府跟李硕等三个人 商量了一整个晚上之后 李信第二天就要动身离开锦城 本来他现在也不应该在锦城 而是应该在永州 给母亲上坟 他是半路离开的队伍 跑到锦城来的 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 朝廷那边的再蠢 也应该知道他不在永州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暗处的事情 只要不被摆到台面上 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天色亮起来的时候 李信伸着懒腰 从蜀王府的书房里走出来 李硕等三个人 跟在他身后 也走出了书房 慕英走到李信身后 无奈地说道 侯爷一晚上没有合眼 就算要走 也休息一天 明天再走 李信笑着摇了摇头 又不是我驾车 在马车里睡一会儿也就是了 我来景城 已经过了好些天 夫人还有两个孩子 都在永州 我怕他们出事 慕英也知道 李信的性格 只要做出了决定 轻易无法更改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那我送侯爷出城 静安侯爷笑着说道 恐怕慕兄 还要给我配一对护卫才成 咱们杀了这么多梅花卫 他们可能会寻我的麻烦 梅花卫是朝廷的人 按道理说 他们没有上面的命令 是不能抓李信 也不敢抓李信的 但是现在李信名面上 是在永州 他们如果在西南 补了李信 最多也就是个 同名同姓而已 梅花卫也是人 他们这段时间 最少有几十上百人 死在了汉州军手里 说不定就会做出什么 狗急跳墙的事情 这个自然 慕英低头道 这几年 属下从汉州军中 也临选出了一批少年 按照羽林卫的标准训练 现在已经出见模样 可以分派 五百人保护侯爷 李信摇了摇头 五百个太多 一两百个就成 几个人说这话 李信的马车 已经被沈刚给牵了过来 他对着李信深深低头 侯爷都准备好了 李信点了点头 弯身上了马车 上车之后 他掀开车帘 对着赵家招了招手 又安兄 上车一叙 赵家微微一愣 然后迈步走到了马车旁边 被李信伸手拽了进去 沈刚刚想上车驾车 就听到马车里 李信的声音 沈刚 你回避一下 沈刚立刻点头 离开了马车 接近七八米的样子 开始警戒四周 马车里 只剩下李信 与赵家两个人 李信很干脆地 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 递在了赵家手里 赵家皱了皱眉头 侯爷 这是何物 金安侯爷淡然一笑 天雷的方子 赵家被这一句话 吓得浑身一哆嗦 差点把这张纸给扔了出去 这是连天子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如今 整个天下除了灵虎之外 也只有李信 一个人知道 而现在 这个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东西 就这么被轻飘飘地 交到了自己手里 赵家身呼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番心情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侯爷 这是何意 李信面色平静 大夫说了 胡子的伤势 至少要两三个月 才能下床 完全恢复 估计要大半年的时间 眼下锦城需要制作天雷 胡子下不了床 就只能交给佑安兄去做 胡子带到锦城的 那一百多个工匠 也都交给佑安兄 这些人 是胡子在永州带出来的 佑安兄要善用才是 赵家看了看自己手里 这张薄薄的纸 只觉得 有千钧之众 他咽了口吐沫 苦笑道 侯爷把这种东西 交到我手里 便不怕我背叛西南 投向朝廷吗 用人不疑 静安侯爷 微微一笑 手底下这么多人 要是疑心 这个疑心那个 那就别想 睡个好觉了 说到这里 李信看了一眼 赵家手里的这张纸 自嘲一笑 况且这东西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 那么厉害 天雷 因为在最初的两次 亮相之中太过惊艳 以至于他的作用 在大多数人心里 被放大了 事实上这个东西 只有守城的时候 用处比较大 攻城的时候 或许也有奇效 但是如果两军拉锯战 或者在战场上 正面交锋的时候 它的作用 就没有那么大了 绝对赶不上 公母之类的冷兵器 换句话说 它不足以 改变一场正面战争的结果 即便如此 李信把这个东西 交给赵家 也是担了一些风险的 赵家虽然不长兵 但是基本上 已经是西南的最高行政长官 位高权重 他手里掌握了天雷 如果再跟穆英李硕 勾连在一起 西南其实就没有李信 什么事情了 但是这种担心 有些多余 就像是担心沈刚 会不会其实是梅花味的人 回头一刀罢 李信捅了一样 人生在世 心眼多一些 当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摆弄心机 疑神疑鬼 不仅会固步自封 还会一事无成 赵家低头沉默了很久 还是没有打开这张薄薄的纸 他低头说道 侯爷其实可以换一个人 来做这个事 我是最不好的一个选择 李信眯了眯眼睛 怎么 余安兄不愿意担这份责任 赵家薇薇摇头 我不太合适 每天井城里 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处置 我不可能白天处置完正午 晚上再去弄这个天雷 时间来不及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了这张纸一眼 侯爷 这个活还是 交给其他人比较好 比如说一直跟着您的沈刚 就是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李信摇头道 沈刚我考虑过 但是他跟着我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能一直留在井城 沈刚负责李信的人身安全 以及李信的情报网 他如果不在李信身边 李信恐怕就很难在耳从目明了 毕竟培养出一个 绝对信任的人不容易 赵家犹豫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要不然 我帮侯爷选一个人 选来做这件事 这张纸我就不看了 李信无奈摇头 又安兄何之于 小心到这种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 君子应当时进退 我在西南的权柄已经够重 不应该 也不能再进一步了 赵家叹了口气 对着李信抱了抱拳 我与侯爷相识一场 不想以后 因为这件事离心离德 还是善是善终比较好 李信不再坚持 开口道 那又安兄的意思是 侯爷身边 似乎有一个独臂的大管家 陈十六已经跟了李信十多年了 早先还是成的年间的时候 李信领着他的兄长 陈初一送东西去北江 死在了小陈集一战之中 后来李信为了补偿陈家 让只有15岁的陈十六 顶了他哥的位置 进入雨林卫做事 然后就赶上了仁臣宫变 那天晚上 连李信本人都豁出性命冲杀了 陈十六自然也没有逃 结果虽然性命无余 但是却在那场宫 便之中丢了一条胳膊 被李信安置在了静安侯府里 随后十余年 一直是李信的左膀右臂 陈十六是个话不多的人 但是办事很牢靠 也值得信任 不过因为他断了一条胳膊 李信不太愿意 让他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因此这一次把沈刚带在身边 没有带陈十六 他微微皱眉 十六他在永州 赶到锦城恐怕来不及 来得及 赵家开口道 锦城到永州 差不多两千里 走得慢 一点半个月也到了 侯爷让人快马 去永州送信 最多二十天也就到了 西南这边 请求朝廷免赴的奏书 送到朝廷那里 再送回来 也要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陈管家到锦城来 无论如何时间也够了 李信缓缓说道 十六他只剩下一只胳膊了 恐怕不太方便配药 那就让陈管家 再带两个人过来帮忙 就是左右都是侯爷府上的人 不会出什么岔子 方子交给陈管家 他只要居中指挥 带来的两个人 各负责一部分 应该就不会出什么错落 赵家开口道 我会给他们安排 让他们虽然一起做事 但是永远见不到面 这样当可以保证安稳 李信思锁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如此 就按右安兄的意见办 回头我让沈刚派人去永州 把十六接到锦城来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继续说道 十六他有些不太方便 右安兄帮忙照顾照顾 这么多年下来 李信早已经把陈十六一家人 当成了自己一家人 陈十六就跟他的兄弟 没有什么分别 赵家笑着说道 这个是自然 说着他把那张宝纸 放回了李信手里 笑着说道 这张纸侯爷 还是收回去 拿在手里 我觉得甚得慌 李信若伸手 收回这张宝纸 塞进了袖子里 无奈道 右安兄太过小心翼翼了 这东西 你看了又如何 我还能与你翻脸不成 赵家笑呵呵地说道 以侯爷现在的性格 肯定是不会与我翻脸的 但是人总是会变的 史书上不知道多少 大人物到后来 失去本心 谁也不知道 将来的侯爷会 是在什么位置 又是个什么模样 他坐在马车里 对着李信拱了拱手 赵家与侯爷 也差不多认识十年了 十年以来 互乘互信 有势感激 右安兄太客气了 李信也面色肃然 对着赵家拱手还礼 右安兄这些年 帮了李信甚多 无有右安兄 西南绝不会是 现在这个模样 赵家转身 走下马车 然后对着李信的马车 弯身一一 但愿再过十年 还能与侯爷 把酒烟欢 李信也跳下马车 笑着拍了拍赵家的肩膀 那右安兄 要好好练练酒量才是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李信便重新上了马车 朝着景城的城门走去 赵家等三个人 都骑马跟在李信的马车身后 要去城门处 送李信离开 三个人并马行 沐英与赵家相处了许多年 感情颇好 这个黑脸大将军 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赵家 右安先生 侯爷与你说什么了 一身白衣的赵家淡然一笑 侯爷 把天雷的方子写在了纸上 要交给我 让我主持景城天雷制作之事 听到天雷这两个字 不管是沐英还是李硕 眼皮子都跟着跳了跳 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西南如今 之所以有底气独立于朝廷之外 有六七成都 是因为这个 如同神物一样的天雷 在此之前 李信一直视天雷为禁忌 甚至专门派了自己的发小兄弟 来景城负责天雷之事 但是现在 却放手给了赵家 沐英沉默了一会儿 对着赵家笑道 那要恭喜先生啊 先生的侯爷 如此信任 真是让人艳险 话不是很多的李硕 也跟着拱了拱手 恭喜先生 赵家摇了摇头 我没有要 沐英愕然道 为何 饮满则亏 这时候 天气有些闷热 赵家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折扇 扇了扇风 我一届书生 连个功名也没有 能够主政西南 已经足够了 再想拿更多东西 就是不知足 很容易出事 说到这里 他左右看了看 李硕与沐英 笑着说道 况且 谁知道侯爷递过来的那张纸上 有没有写字 李硕与沐英同时一愣 然后都额头冒汗 沐英擦了擦汗水 摇头道 不至于 侯爷虽然有聪慧 但是不怎么会对自己人 使心机 又安先生想多了 赵家不置可否 只是眯了眯眼睛 我想的是多了一些 林先生 还在卧床养病 怕不能主持天雷制造 再过一段时间 侯爷身边的大管家 应该就会到西南来 暂时代替林先生 主持天雷议事 说到这里 赵家回头看了李硕 与沐英一眼 两位 侯爷对这件事期望甚重 要靠这件事打开局面 如果朝廷对西南用兵 无论如何 你们也要把这场仗给打好了 否则我们也不要再经营西南了 都把自己绑了 压到京城里请罪就是 沐英面色肃然 开口道 先生放心 一定不会出什么岔漏 咱们练兵练了这么些年 也是时候下场了 李硕话不是很多 只是对着赵家低头拱手 耀安先生 末将已经发令 调动宁州军 向剑门关靠近 末将今日 送完李侯爷之后 就动身去剑阁部房 赵家看了一眼李硕 颇为欣赏 李将军也是人杰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先生夸奖 几个人说话的功夫 李姓的马车 已经到了景城门口 一身黑衣的李姓 从马车上跳下 朝着他们三个人走来 三人连忙下马 朝着李姓走了过去 静安侯爷双手插袖 一阵大风吹来 把他身上的衣服 吹得烈烈作响 诸位 西南的事情 就拜托给你们了 如果真打起来了 打得赢自然好 打不赢也没有关系 总之一定要让朝廷 看到西南的站里 尽量少死人 三个人都低头还礼 属下听令 李姓点了点头 好了 景城诸事繁忙 你们就不要送了 回去忙你们的吧 他再次上了马车 回头看向这三个人 有什么事 让人送信到永州来 沈刚马边挥动 马车缓缓远去 景城距离京城 足有四千里地 而距离处在 大静正南的永州 就只有两千里了 两千里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算太远 如果骑马赶路 差不多十来天时间 也就到了 不过李姓是 坐着马车 相对就要慢一些 差不多要大半个月时间 才能到 大概二十多天之后 他才到了永州的 齐阳县城 本来他这个级别的官运到 齐阳县这种小地方来 不管是齐阳县牙 还是永州府牙 都得恭恭敬敬地 把他迎进去 但是现在真正的 静安侯 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到了齐阳县 自然没有人迎接他 沈刚驾着马车 从齐阳县城的 西城门入城 走到了齐阳县里的李府 这个老家的宅子 是李姓十年前 回齐阳之后 托人在老家修的 出钱是 静安侯府出的钱 位置距离齐山不远 占地差不多 有二十多亩 他当年请人 修这个宅子的时候 跟太康天子 还是蜜月期 那时候也没有想过 将来有一天会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修这个宅子的打算 就是 哪天做官做腻了 就回老家种种花 带带孩子 不过以李姓 现在的级别 这个占地二十多亩地的宅子 相对来说 是有些寒酸的 不过这么大的地方 住他们一家人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这十年时间 李姓不在齐阳县 这个宅子 是林虎在帮忙打理 林虎离开齐阳之后 宅子暂时空置 一个多月前 当朝的静安侯府 以及大长公主 带着家人回乡 住了进去 一时间 不管是县衙还是府衙 每天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要来李府 求见李侯爷 与清和大长公主 不过这尊贵至极的一家人 进了李府之后 除了上山 给萧夫人扫墓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过 哪怕是永州府的知府 也没能见到郑主 沈刚的马车 在李府的后门停了下来 李姓在沈刚的搀扶下 走下马车 迈步走向了李府的后门 负责看守后门的 是静安侯府 从京城带来的布局 都认得李姓 看到是李姓之后 立刻低头抱拳 侯爷 李姓点了点头 走进了这个宅子 左右打量 这里虽然是他的产业 但是他还一次都没有来过 当年这个宅子开建的时候 三品的兵部侍郎 因此宅子就按着 三品官的家宅修建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院子里趋近通幽 各种花草经过十年时间 也都长得很是繁盛 很适合居住 静安侯爷左右看了看 还是觉得很满意的 他们是从后门进的李府 穿过后花园之后 就进了李府的后宅 这个时候 九公主已经收到了下人的通报 牵着大女儿 阿涵迎了上来 李姓弯下腰 把这个已经五岁的大女儿 抱在怀里 笑着说道 阿涵 有没有想爹爹 在这里住的习惯吗 小阿涵搂着自己父亲的脖子 轻易地蹭了蹭 这里就是地方小了点 其他都挺好的 阿娘还带着我跟弟弟 去山上给祖母磕头了 小阿涵眨着大眼睛 脆声声地说道 阿娘还带着我们去看了看 山上的那个小木屋 说阿爹小的时候 就是跟祖母住在那个木屋里长大的 李姓伸手摸了摸 这个小丫头的脑袋 笑着说道 阿爹是在那里长大的 骑山山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明天阿爹带你去山上抓野兔 好不好 好 阿涵出生的时候 李姓在京城赋闲 她又喜欢女儿 因此小时候 阿涵几乎是李姓亲自抱大的 很是亲近李姓 父女俩腻歪了一会儿之后 九公主才把阿涵接回了自己怀里 然后看了一眼李姓 路上还没有吃饭吧 我让人去准备了 说着 她叹了口气 埋怨地看了李姓一眼 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连石榴也被你调了出去 没有她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操持 麻烦得很 提起陈石榴 李姓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开口道 石榴是去帮我做事去了 过些日子就回来 九公主点了点头 走 我离你去吃饭 夫妻两个人抱着孩子 朝着李府的客厅走去 李姓一边走一边问道 在这里住 有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大麻烦倒是没有 就是永州比京城要湿热一些 阿涵身上起了一身的肺子 她还受不了养 一直要去挠 有些地方都出血了 李姓伸手捏了捏自己大女儿的脸蛋 笑着问道 怎么不听阿娘的话 不许挠 会越来越严重的 阿涵有些委屈地低着头 可是很痒吗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件事 九公主继续说道 从我们来永州之后 永州各级官员一直要见你 甚至金湖南路的金略也来了一次 不过都被我挡了下来 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基本上那些当官的都散了 说到这里 长公主微微皱眉 不过 有一家本地的乡绅 仍旧每日派人上门 求着要见你 听到这里 李姓皱了皱眉头 萧家 长公主点了点头 叹气道 萧家的大家长萧明李 前些年已经去了 现在的萧家 是萧修琦主事 这位萧家的家长 已经来府上求见了好几次了 昨天还曾经来过 都被我给拒绝了 萧明李是李姓的外公 而这个萧家的新家长萧修琦 就是李姓的大舅了 他因为早年母亲与萧家的矛盾 十年前曾经大闹萧家 逼着他们一家人改了姓 如今十年过去 当初逼自己母亲出走的萧明李 已经撒手人寰 但是萧家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这么屈炎覆势 李姓皱了皱眉头 随即摇头道 罢了 不去管他们 爱怎么求怎么求 我懒得见他们家人 九公主点了点头 拉着李姓的手 轻声问道 你要在永州待多长时间 李姓先是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一家要在永州待上许久了 这里也很好 咱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享受清静 九公主不轻不重地 白了李姓一眼 你呀 总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 你一个当朝太傅 即便是回老家 又能在老家待多久 亲安侯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夫人 这次朝廷不来请我 我是不会回去了 九公主轻哼了一声 走得远了 就在李姓夫妻两个人 在永州打情骂俏的时候 来自西南的数十封奏书 已经通过驿站 送到了京城里 这些奏书会先送到上书台 再送到天子手中 很快 朝廷就会因为这些奏书 掀起又一波风浪 西南各府 送到上书台的奏书 一共是三十一份 也就是说 西南三十一个州府 全部给朝廷上了书 奏书里的内容 差不多重口一词 一起说 西南遭了旱灾 今年秋天 恐怕要颗粒无收 再加上前些年 平南侯府在西南作乱 兵灾让西南大伤元气 请朝廷减免三年的赋税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按规矩 哪里遭了灾 最多也就减免当年的赋税 没道理 今年遭灾 明年也遭灾 而且 就算是当地遭灾了 也应该是请求朝廷赈灾 而不是要朝廷一下子 减免三年的赋税 三十一份奏书 背对的老高 摆在了上书台 左相沈宽的面前 这位平日里风度翩翩的左相 此时肺都要气炸了 愤怒之下 他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这是何等的胆大妄为 他脸色涨红 怒声道 便是整个西南都遭了旱灾 也不至于三十一个州府 同时送奏书到朝廷里来 这些人不仅重口一词 连奏书里的说辞 都一般无二 他们想干什么 这是造反了 沈宽是上书台的主官 他这一拍桌子 整个上书台都静若寒蝉 过了片刻之后 才有继任公养书位置的 新任中书令徐顾站了起来 对着沈宽拱手道 沈相 西南的官员串联勾结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弄明白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以及应该如何应对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还有 要不要智慧陛下 徐顾原先是中书侍郎 老公养的副手 公养书被迫告老之后 他就顺理成章地 接任了中书令的位置 进入上书台拜相 他虽然是新晋拜相 但是资历并不低 年龄比沈宽还要年长几岁 因此才敢站出来说话 自然是要智慧陛下的 沈宽冷笑一声 那位李太傅 刚刚离境不过两个多月 西南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背后到底是谁在主使 不言自明 我与陛下不止一次地说过 李长安此人割裂西南 居心不轨 陛下念在旧日情分上 一直装作听不见 今日这位金安侯 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当然要告诉陛下 致他的罪过 说着 他回头对上书台里 一个书例吩咐道 立刻去御史台 请御史大夫严司空 来上书台议事 再去大都督府 请大都督进上书台议事 这个书例点了点头 立刻招呼了一个同伴 去请另外两位府城去了 几个衙门都在皇城里 因此没过多久 两位宰府就被请到了上书台 沈宽亲自抱着一堆 西南来的奏书 走出上书台 看了看两个府城 冷笑一声 两位 随我一同去为央公告状去也 大都督机灵 经过上一次的事情之后 谨慎了不少 尤其是对上书台提高了不少警惕 他看了看沈宽手里抱着的奏书 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眼手桌笑了笑 开口道 什么事情 惹沈相这么大火气 沈相要去告谁 自然是静安侯李长安 沈宽抱着一堆奏书 一边走一边冷笑道 主公都是老陈 他李长安在今十年 是个什么性格 主公应该清楚 这次仗着当年的功绩 向来嚣张跋扈 是绝不肯吃亏的 怎么可能甘心离开京城 灰溜溜地回老家去 他离京两个月 西南各州府一起上书 要朝廷免赴三年 沈相闷哼一声 西南自泰康九年开始 朝廷就已经很难约束 这一次 他们连赋税也不想交了 哪怕是当年造反的平南侯 在西南的时候 每年的赋税 也是分毫不少 他回头看了一眼大都督机灵 微微欠身 大都督 朝廷恐怕要立刻动手 收回西南了 大都督府可以调动天下兵马 您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不能不问世 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去见一见陛下 机灵脸皮子抖了抖 他闷声道 沈相 如果朝廷或者陛下有什么吩咐 派人送到大都督府就是了 大都督府不便参与正事 上一次进军又赢的调兵令 是他应审所请 从大都督府开具的举荐 结果被李姓大闹一番 上书台又甩锅给了大都督府 弄得他这个刚做了几年的大都督 里外不是人 差点就要滚回家养老了 这件事至今让他心里还有些后怕 决心不跟这些大头书生打交道了 如李姓所说 他是个武官与文官私混在一起 的确不太合适 说吧 机灵就要转身离开 机灵看了一眼 这位宗室出身的大都督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都督 你也是俯臣 遇事退三分 如何对得起先帝的信任 大都督闷哼了一声 大都督府是调兵的 如果朝廷决定要打仗了 本都自然会去卫阳公议事 商量怎么打 至于要不要打 不关我的事 说吧 这位大都督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沈宽有些愤愤地看了机灵一眼 怒道 亏他还是大静的宗室 先帝一命的俯臣 居然这样不计事 他回头看向御史大夫严守卓 开口问道 严司公司长御史台 负责监察百官 不会也要临时缩一头吧 严守卓本来也不想参与这件事 等天子的态度明确之后再说 被沈宽这么一击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我与沈相同去卫阳宫 好 沈宽将手中的西南奏书 分了十几本给严守卓 两个老头子 一人抱了十几本奏书 气冲冲地朝着卫阳宫去了 沈宽如今主持政事 他想见还未亲政的皇帝 自然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元昭天子本来正在听讲师授课 听到沈宽来了之后 连课也不听了 直接换了衣服 在书房接见了两位俯臣 两个老头子见了天子之后 先是把一堆奏书放在地上 然后下跪对天子行礼 严守卓没有说话 但是沈宽却声音吭腔 陛下 西南诸州府 同时尚书要求免赴三年 公然开始罢税了 此等行径 分明是在向陛下示威 向朝廷起信 静安侯李信 出京不过数月 西南就有此大便 臣请陛下立刻派近卫前往永州 拿李长安回京问罪 另外 西南诸州府 怕都已经不是跟朝廷一条心了 如今的西南 比起平南侯府主政西南之时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南侯府尚且在太康年间造反 依老臣看来 如今的西南 恐怕距离举弃造反也不远了 朝廷当先下手为强 即刻往西南调兵 宁可一时巨痛 也要弯掉西南这块烂窗 否则再这样下去 西南就要自成一国 成为大静将来的后顾之忧了 五皇帝披荆斩棘 才创下的锦绣江山 绝不能给贼人道了去 他对着元昭天子 深深叩头 请陛下圣断 如果是旁人对天子说出这番话 天子说不定会亲自拔刀砍了这人 但是说话的是朝堂三府城之中的两个 天子也没办法不重视 他让肖正把这三十多本奏书 都捧了上来 放在了他的预案上 天子翻开其中一本 细细看过一遍之后 和尚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翻开了第二本 总共三十多本奏书 哪怕是沈宽本人 也没有耐心一本一本地看完 到后来只是简单扫一眼了事 但是元昭天子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详细看了一遍 等他和尚最后一本奏书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时辰过去了 天子叹了口气 主公 西南那边的情况 朝廷应该派人去西南核实 如果西南真的闹汉灾了 朝廷该免赴的就免赴 该赈灾就赈灾 没必要这么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 元昭天子看了沈宽一眼 沈相以为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是太康天子说出来 那么下面的大臣 已经可以听出其中掩其西谷的味道 多半就不会再说下去了 但是说出这话的是 年幼的元昭天子 沈宽等人又是俯臣 理论上现在是几位俯臣在执政 而不是这个年幼的皇帝 于是沈相微微皱眉 陛下所言即逝 的确应该派人去西南核实情况 但是朝廷应当做的准备 也必须要做 不然再这样下去 西南便会再也无法控制了 他低头道 再有 远在永州的李侯爷 也应该抓到京城里来问罪 就算不问罪 也要带回京城来看着 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永州了 天子苦笑着看了一眼沈宽 沈相准备用什么罪名 带太傅回京 沈宽愣住了 的确 李幸明面上与西南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会儿 他正在永州老家静孝 朝廷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西南的事情 扣到他的头上去 就算朝廷蛮不讲理的去做了 那位李太傅 也不是吃亏的主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谁也想不清楚 沈宽默然无语 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严守卓 对着天子拱手行礼 恭声道 陛下的圣意是 元昭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个年仅14岁的少年人 学着理性的模样 两只手揣进袖子里 走到了两位俯臣面前 微微叹了口气 如今朝廷是沈相与严司空在主政 朕有什么意见 两位能听吗 哪怕是天子轻政之后 上书台都有制衡军权的权利 更何况如今的元昭天子尚未轻政 事实上 沈宽大可以跳过皇帝 直接对西南动兵 不过那样做 无疑会引起天子的嫉恨 两年以后 天子正是清政 就难逃牢狱之灾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几位俯臣对这个少年天子的意见 还是很尊重的 沈宽低头道 陛下玩笑了 无论是江山还是朝廷 都是陛下的 陛下的圣意 臣等自然遵从 元昭天子点了点头 很痛快地说道 一阵的意见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西南旱灾了 就派人去查救世 查个一年半载也没有关系 反正到最后 都会查出来 西南遭了灾 道理很简单 如果朝廷真派御史 去西南查明旱灾 那么无论是哪个御史去 只要回来 多半都会对朝廷报旱灾 因为如果说实话 多半走不出西南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两位的意思 朕心里都明白 但是现在不是跟西南翻脸的时候 咱们君臣且忍一忍 静等时机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有 西南与朕的老师有没有关系 没有真凭实据之前 两位还是不要到处乱说比较好 两位还在朝廷执掌中书 朕那个老师却黯然离京 交出了手中一切的权柄 回家乡赴贤去了 他既然已经认输 二位当宽容一些 沈宽眉头大皱 他低着头 对天子沉声道 陛下 李侯爷与西南有没有勾连 朝廷上下的人心里都清清楚楚 再说了 就算这件事可以暂且放下不提 但是西南的事情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若再不加以遏制 将来便更加艰难了 他低着头 咬牙道 陈寝增兵汉中 就算暂时不对西南动兵 也要守住西南门户 以备不时之虚 朝廷总不能对此事而不见 不然西南的那些人 将会更加猖獗 哪怕是元昭天子 被人顶撞了几句之后 心里也有些恼火 他甩了甩袖子 门横倒 罢了 两位是先帝一命的府城 镇尚未亲政 不便参与国事 沈相与严司空商量着办就是了 何必来问朕 说着 这位少年天子也来了脾气 转身副手离开 他这一发火 沈刚跟严守住两个老头 立刻跪在地上 叩手不语 元昭天子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静止 从书房走向魏阳宫的请殿 他刚走到自己的请殿 便愤怒地摘下了自己头上 刚患上不久的天子朝天官 随手丢在了地上 两个老匹夫 以为朕什么对西南都不知道 这两个人 一点也不了解老师 他发了一通脾气之后 又摔碎了几个瓷器 然后坐在请殿的台阶上 不住地喘着粗气 父皇不止一次要对西南动兵 甚至已经让裴静对西南动手了 到头来 西南安然无恙 老师也安然无恙 这两个老匹夫 论手段远不及父皇 如何就有这么大的胆气 元昭天子痛骂了几句之后 从台阶上坐了起来 有些颓然地坐在了自己的软榻上 老师说 他现在的权力远不如几位俯臣 如果几位俯臣要牺牲 他甚至没有办法阻止 想到这里 他看向了正南方的永州方向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 老师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管什么事情 都可以慢慢谈啊 天子喃喃自语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恢复了一些精神 从软榻上坐了起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睁开了眼睛 肖正 大太监肖正立刻恭恭敬敬地对着天子低头 奴婢在 天子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你去一趟大都督府 把大都督请进宫里来 就说 正找他意识 肖正立刻低头 奴婢这就去办 大都督机灵 论辈分 是跟成德天子积满同辈 也就是元昭天子的爷爷辈 不过血脉相隔的远 机灵很懂事 从来不拿辈分说事 只认自己是大静的臣子 他回到大都督府之后没多久 就收到了宫里的召见 这位大都督毫不犹豫 换了一身朝服之后 就赶到了魏阳公的书房里 毕恭毕敬地跪在了元昭天子面前 按理说他是府臣 又是天子的长辈 更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在朝中的权柄 可以说无人出其右 不应该是这个姿态 但是正因为他是宗士 对待小皇帝的态度 要比其他大臣恭敬得多 因为在他面前的 不只是大静的天子 还是姬家的家主 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血脉 已经隔了四五代人 舒淡很多了 陈姬林叩见陛下 元昭天子本来坐在椅子上 文言起身看着姬林 微微叹了口气 大都督起身罢 一家人不用这般客气 姬林站了起来 捶手道 陛下赵臣进攻 不知道是天子缓缓开口 今日左仆叶与严司空 一起进攻的事情 大都督应该知道了 回陛下 臣知道 姬林低头道 沈相还想拉着陈一起 进攻奏势 不过陈支掌大都督府 不方便干预政事 便没有掺和进来 少年天子皱了皱眉头 沈相与严司空 想要出兵西南 他看向姬林 沉声道 这件事朕不同意 最起码不能这么急躁 没有一点准备 就对西南动兵 姬林恭敬低头 陛下圣明 朕圣明没有用 天子缓缓说道 如今朕尚未亲政 朝政大权位在朕的手里 如果沈相与严司空 执意要出兵西南 朕恐怕 也不好多说什么 大都督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开口道 陛下如果不答应 另外两位府臣 想必也不会执意去做 服了陛下的面子 谁知道那帮大头书生 会不会犯倦 大头书生这个称呼 还是他从理性嘴里学来的 越长大 就越觉得这个词贴切 元昭天子冷笑一声 那些读书人 自以为自己惊天伟帝 有平定天下之才 向来以鼻孔看人 自视清高 如今政权在他们手里 尚书台里比较沉稳的老公羊 也致时回乡了 他审宽如果饭驴 谁能拦得住他 机灵低着头 没有说话 天子骂几句宰相 自然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这个做臣子的 就不太方便跟着骂了 元昭天子看了看机灵 周梅道 大都督 如果朝廷要再一次争悉 你怎么看 大都督掌管大进调兵之权 大都督的位置 更是被坊间称呼为大司马 对于战士 他自然最有发言权 机灵皱眉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论兵力 我大进朝廷 自然远胜西南 当年李侯爷指 带着一个进军右营 就可以扫平西南的 十数万平南军 足见我荆棘进军之勇武 但是如今的西南 并不比十年前的西南 好打多少 京城附近的两营进军 也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 进出一营 再加上西南有了 那个神秘莫测的天雷 到现在 朝廷还对他一筹莫展 总而言之 陈觉得 西南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 如果硬啃 朝廷恐怕要进出权力才行 所谓进出权力 就是京畿进军进出八成 只留下两成守卫国都 剩下的全部上战场 当年武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 京畿进军 就差不多是全出 在夜盛的带领下 才一举攻破北州国都 但是眼下 朝廷不可能也不会这么做 元昭天子虽然年纪小 但是他从济世开始 就是大靖储君 十几年来受的教育 也都是把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培养 因此 对于大靖的局势 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小皇帝看了机灵一眼 微微叹了口气 我大靖 已经没有夜老公一眼 那种历见了 此事可以从轻 从缓 不可从重 从疾 天子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向机灵 大嘟嘟的意思呢 机灵毫不犹豫 跪倒在地上 臣 一切听从陛下吩咐 天子挥了挥手 大嘟嘟不用如此 正照你进宫 是与你商量事情的 不是看你磕头的 机灵身为辅尘 本来是没必要 做这么低的姿态的 但是眼下 已经是元昭元年的秋天 眼见再过一年多的时间 天子就要轻正 因此 这个辅尘的位置 最多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了 机灵坐上大嘟嘟的位置 才两三年时间 他这个时候 是在跟天子表忠心 想着天子轻正之后 辅尘自然是做不成了 但是大嘟嘟府的大嘟嘟 还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要知道 大嘟嘟府的前任大嘟嘟基平 在这个位置上 足足坐了二十多年 机灵立刻起身 恭恭敬敬地站着 少年天子坐在椅子上 皱眉思索了好一会儿之后 陈寅道 大嘟嘟 沈相与严司空 多半要召开庭议 朕也会到场 到时候 你要站在朕这一边 这个自然 机灵低头道 陈宇陛下是一家人 自然不会与外人站在一处 年轻的天子面色严肃 朕的底线是 可以对汉中增兵 但是绝不可以轻易对西南动兵 西南的局势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要用十几二十年时间慢慢来 轻举妄动 可能就会动摇果本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李太夫那一边 朝廷不可能派人 去把他抓回京城 一切尽可能温和 他与李信的感情很深 而且泰康天子 也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 自己这个老师的可怕之处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他不想 也不可能与李信为敌 机灵沉默了一会儿 低头道 陛下的意思 陈明白了 陈一定全力 站在陛下这一边 但是 你只是一个俯臣 天子皱眉道 四俯臣原本可以互相节制 老公羊式的老臣谋国之相 但是如今老公羊走了 朝廷只剩下三个俯臣 那两个大头书生 可以强行施政 说到这里 天子看向机灵 大多多 你听好了 机灵神情一领 低头道 陈公听圣语 如果停一之时 沈宽宇严守卓 执意要西征 我等都拦不住他们的时候 朕便准备废相 提前清政了 机灵文言 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他重新跪倒在地上 低头道 陛下 此举太过冒险了 陛下三思 废相 确认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必须要前刚独断的皇帝 来做 才能做得成 一个未清政的天子 是做不成 也没有权利这么做的 反倒是 如果几个府城 统统觉得小皇帝不行 是可以废了皇帝 再立一个天子的 少年天子面色肃然 朕已经想了很多遍了 元昭天子神情坚毅 他面容严肃 三晋卫都在镇的手里 京城动荡不起来 不管怎么 这个仗打不得 内卫一直是肖正在打理 肖正是内庭大太监 也是皇帝身边的左右手 因此 内卫算是在元昭天子手中 剩下的千牛卫和羽灵卫 都是谢家人在打理 这两个晋卫 是京城城里 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 其他像是金吴卫 寻城司 皇城兵马司 以及各城门的兵马司 金兆府的府丁之类 加在一起 也不是三晋卫的对手 更何况这些衙门里 也有尊奉天子的人 天子如果费下 他们不太可能动弹 不过即便如此 这个举动 还是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 毕竟太康天子不止一个子嗣 还有叶家那位德妃娘娘 所出的皇子 以及种家皇妃所出的皇子 都因为年纪幼小 没有出京就翻 如果有有心之人 借着这个机会闹事 那么皇权就真有不稳的可能 本来 新帝即位初期 一切都要求平稳 保证皇权顺利成帝 这个过程 一般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皇帝才能彻底接过朝政 就连太康天子出即位的时候 面对裴敬 以及宰相张渠的时候 也是靠着理性的帮忙 才在最短的时间里 掌控了禁军 从而坐稳了地位 元昭天子下决心这么做 一方面是因为他 毕竟年幼 不太清楚其中的危险 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打心底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征伐西南 机灵低头叹了口气 沉声道 陛下的意思 臣已经明白了 如果真要提议 臣一定距离力争 大都督府 永远站在陛下这一边 元昭天子毕竟才十四岁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 但是他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按理性教他的法子 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开口道 大都督有这个心就好 既如此 大都督就先回去准备准备 朕还要见一个人 机灵起身告辞 臣告退 这位大都督离开魏阳宫 之后没有多久 一个身材高大的粗壮汉子 就在太监萧怀的带领下 进了魏阳宫 他在魏阳宫的书房里 见到了天子之后 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生如雷震 臣侯敬德 叩见陛下 作为当初太康朝的 从龙三功臣之一 侯敬德表面上 看起来不显山不漏水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悄悄地 执掌了进军左营很多年 在地位上 虽然不及理性 但是在职权上跟理性 其实差不到哪里去 比起在兵部 刚刚升任尚书的 叶林叶四少 还要混得好一些 侯敬德这个人 虽然有些聪明 但是不适合混迹朝堂 不然容易被人吃得尸骨无存 早在在太康初年 侯敬德刚刚被调到进军的时候 李信就跟他说过 让他专心深耕进军 不要想着插手朝堂上的事情 这十年时间 他一直按照李信的叮嘱 在进军兢兢业业的做事 朝廷只要不照他进京 他就一直住在进军大营里 安守本分 进军左营 距离京城只有三四十里 但是他有时候 甚至好几个月 都不会回京一趟 因此 虽然这位忠永侯 在大靖朝廷里不险山不漏水 但是他的实权在培靖下野之后 已经是大靖军方最顶尖的几个人之一 除了大都督姬林和李信之外 也就是他侯敬德了 元昭天子对侯敬德极为热情 他亲自把侯敬德扶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侯将军一路从城外赶来 辛苦了 进军是拱卫京城最有力的力量之一 也是天子手中的利剑 不然太康天子生前 也不会把一半进军交给李信 让他帮忙扶持自己的太子 坐稳地位 如今李信不在京城 进军右营是贺松在带长 那么元昭天子能够依靠的 也就只有进军左营了 因为太康初年的时候 进军右营征伐西南大获全胜 右营里不少将官 因此升官发财 获为风光 而同为进军的左营 这些年就有些沉寂 一直本本愤愤 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事实上 大靖朝廷以左为尊 左营各折冲府的精锐程度 甚至还要胜过右营一些 侯敬德身材高大 比起还有些瘦小的元昭天子 就像个巨人一样 他在天子的搀扶下 站了起来 恭敬道 陛下相照 臣不辛苦 太康天子笑呵呵地说道 李太傅回乡继母的事情 侯将军应该知道了 侯敬德犹豫了一下 低头问声问气地说道 回陛下 臣听说了 李信回乡已经两个多月了 这个时候 侯敬德如果说不知道 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天子点了点头 开口道 朕出即位 京城里恐有小人作祟 朕的意思是 晋军派出几个折冲府 往京城靠一靠 太傅不在京城 晋军又赢暂且不好动 所以只能动用侯将军的晋军左营了 三四十里的距离说远不远 说尽其实也不近 当年仁城宫变的时候 魏王府是差不多子叶十分动的手 随后晋军收到消息 晋京秦王 等他们到达皇城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晋城里已经尘埃落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元昭天子才会想着调动晋军 向京城靠拢 侯敬德神色微变 他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小皇帝 有些迟疑地问道 陛下 京城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吗 需要晋军晋城 接掌城防吗 天子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没有多大的事情 只是以备不测 侯将军按阵说的 向京城靠拢二十里就是了 侯敬德深深低头 陛下 乌有朝廷文书 臣擅自调动晋军便是死罪 臣需要大都度府的文书 才成 其实除了大都度府文书之外 朝廷的圣旨 甚至皇帝的宗旨 都可以调动晋军 但是眼下天子还年幼 不曾亲政 他发不出 不用经过上书台的宗旨 放心 元昭天子笑着说道 大都度府那边 朕打过招呼了 侯将军等会从卫阳宫出去 去大都度府 寻大都度讨要救世 尽管程序不太对 但是皇帝 都已经说出这种话了 侯敬德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他恭敬低头 臣 领命 天子又跟侯敬德 说了几句勉励的话 才放这个大个子离开了卫阳宫 天子甚至亲自相送 把他送到了书房门口 站在书房门口 元昭天子看着侯敬德离开的背影 心里没来由 出现了一股悔意 若李师在京城 这一切他应该都可以安排妥当 不需要正这个少年人 跟他们勾心斗角 想到这里 天子看了看南方 悠悠地叹了口气 但是 老师你比他们 更让朕害怕 庭义 是大进朝廷一直就有的规矩 朝廷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主要是将一些大事奏报皇帝 但是真正碰到 连皇帝也难以决定的事情 天子就会在宣政殿召集大臣 开始庭义 所谓庭义 就是朝中众臣才能参与的会议 除非皇帝特批某人与会 否则就只有三平以上的官员 才有资格参与 如今天子尚未亲政 庭义就是尚书台来主持 在尚书左仆叶沈宽 与御史大夫 严守卓状告理性未果之后的第三天 尚书台果然在宣政殿 召集众臣庭义 这一次庭义 要讨论的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朝廷要不要 对西南动兵 一大早宣政殿中的朝堂大佬们 就差不多到齐了 朝中九卿 以及六部的侍郎 再加上大都督府 以及各个衙门 三平以上的官员 差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统统奉召前往宣政殿议事 以往庭义 多时由皇帝召开 目的是一起商议 决定一些不太好处理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却是由尚书台发起的庭义 也是元昭朝改元以来第一次庭义 早知道 哪怕是个八九品的小官 对于小民百姓来说 都已经是头上的天 这些位列三品的朝堂大佬 每一个人跺跺脚 都能够镇死一玻璃术 而且三品官以上 还有一个说法 这些三品以上的官员里 除了礼部尚书之外 其他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加上一个参之正式的头衔 正而八经败相 进入中书 成为宰府 所以国家大事 才会有这些最顶层的官员 一起商量着解决 新任的兵部尚书叶林 也在此列 这位叶尚书赶到宣正殿之后 左右看了看 发现包括大理四卿在内的九卿 已经悉数到齐 尚书台的五个载府 也已经全部到了 御史台的严司空 垂手站在最前面 闭目不语 最出奇的是 宣正殿里站了一个黑脸的大个子 竟是进军左营的将军侯敬德 叶林微微皱眉 手捧朝护 迈步走到了侯敬德旁边 开口低声问道 侯兄怎么来了 侯敬德虽然也是三平以上 但是他是正儿八经的五官 还是长兵的五官 按理说 不应该参与靖廷一才是 叶林与侯敬德是老相识了 成德十七年的时候 成德十七年的时候 侯敬德在雨林卫任左狼将 而那时候的叶林 已经是雨林卫中狼将 是侯敬德的老上司 而且 尽管侯敬德现在混得不错 手里掌握了进军实权 但是叶林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 那位当今的陈国公叶少宝 以及叶家这些年曼开的枝叶 都不是侯家一个忠永侯府能够比拟的 坦白来说 当年仁臣宫变 出力最多的其实是叶家 叶林之所以手里没有兵权 是因为叶家本身太过庞大了 侯敬德听到叶林的声音 高大的身子微微低了低头 低声道 叶尚书是陛下换我来一试 具体因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叶林点了点头 便站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不再说话 很快 元昭天子就在宦官的 簇拥下 进入了宣政殿中 这位天子坐在了宣政殿的主位上 左右环顾了一遍 声音清脆 朱卿都到了 诸位大臣 毕恭毕敬地对着天子行礼 臣等 参见陛下 元昭天子驾轻就熟地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不是大朝会 用不着这么多礼 朱卿都坐下来说话 开始议事吧 大朝会是在卫阳宫里 不管什么品级 都要老老实实地站着 但是挺议事小型会议 而且到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因此一般都是坐着谈室的 那时间的宦官们 搬来了二十多把椅子 摆在了诸位大臣们的身后 大臣们对着天子谢恩之后 便坐了下来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这次庭议 是尚书台发起的 就由沈相主持 正旁听就是 说着 他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 坐在左侧第一位的沈宽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陈生开口 朱公 今日尚书台召集朱公议事 乃是因为西南诸州府 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奏书太多 不好一一传看 本官就代为转述 数日之前 西南三十一州府 齐齐尚书 说是西南遭了旱灾 要朝廷免赴三年 西南自先帝赤丰蜀王以来 便有些不受朝廷约束 此番尚书 更是居心叵测 尚书台无法决断 只能召集朱公停议 朱公以为 朝廷当如何 说完这句话 他便重新坐了下来 这几句话一说出口 这些朝堂大员纷纷交头接耳 一时间宣政殿里 颇为吵闹 如同市集 兵部尚书夜灵 微微皱眉 没有说话 时间大约过去了一炷香左右 沈宽见时间差不多了 就要起声问话 他刚刚站起来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坐在主位上的天子 就已经提前开口 他看向兵部尚书夜灵 夜尚书执掌兵部 以为此事当如何 天子既然问话了 沈宽就不再好问话 只能有些尴尬地坐了回去 夜灵站了起来 恭敬低头 回陛下 征税之事 似乎是户部的职份 陛下应当问户部卢尚书才对 如果朝廷要对西南动兵 才是我兵部的差事 天子不露声色地问道 那夜尚书觉得 朝廷应不应当对西南动兵吗 夜灵沉默了一会儿 再次低头 回陛下 兵者国之大事 不可妄动 臣以为要查清楚 西南旱灾是否属实 如不属实 也应当下旨意 惩罚西南各府官员 而不是对西南望动刀兵 西南是我大尽疆土 若西南官员谎报灾情 朝廷当降旨论罪 而不是妄动刀兵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恭敬低头 陛下 没有自己打自己的道理 的确 西南现在虽然实际上 已经不归朝廷管辖 但是名义上还是归属朝廷的 就算有错 也不应该喊打喊杀 沈宽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夜灵 门声道 敢问夜尚书 若朝廷降旨论罪 西南各府拒不听从 又当如何 夜灵不卑不亢地 看了一眼沈宽 淡淡地说道 沈相 西南各州府 有没有谎报灾情 还是未知之数 就算他们谎报了 会不会认罪扶珠 也是未知之数 沈相如何 就一口咬定 西南会公然反抗朝廷呢 六部归属上书台管辖 也就是说 沈宽其实是夜灵的上官 但是夜家家大夜大 跟夜繁茂 不是一个流水的宰相 能够动摇的 因此 夜灵并不害怕 这个当朝主政的左相 沈宽面带冷笑 太康八年秋 李太傅奉命北征的时候 朝廷队派遣时任 禁军大将军的裴靖 征伐西南汉州府之事 虽然后来密而不谈 但是在座的诸位 应该没有不清楚的 西南在那个时候 就公然反抗朝廷军队 还杀了朝廷数万将士 这一件事 在座的诸公 心里也应该明白 西南是什么态度 在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很明朗了 怎么到现在 夜上书还以为 西南是奉公守法之地吗 裴靖在西南大败 后来朝廷被迫 给西南封了一个蜀王 这都是泰康朝的丑事 事后一直没有人敢提起 就当做没有发生过 如果沈宽这话 在泰康朝说起 少不得要被休脑的泰康天子 拉下去 打个二十亭仗 也就是到了元昭朝 他才敢华明正大的说出来 坐在主位上的元昭天子 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 这件事公然提起 就是打他父亲的脸面 他这个做儿子的 自然有些不太舒服 沈宽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低头道 陛下 西南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今日宣政殿中诸公 大多心知肚明 如今他们要得寸进尺 朝廷必须要表露态度 臣的意思是 即便不对西南动兵 也要向汉中增兵 以震慑西南 对西南动兵 小皇帝无疑是接受不了的 一旦几个宰府强行要这么做 他就要着手霸相亲政了 不过向汉中增兵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朝廷不去打西南 西南也不太可能主动出 建门关攻打朝廷 因此朝廷增兵汉中 既可以稳固西南门户 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震动 元昭天子坐在主位上 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殿中诸位大臣 朱卿的意见呢 相较于沈宽 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严守卓 态度就没有那么强硬 他上前一步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陈以为派人去西南查明 到底有没有汉情 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不管西南有没有汉情 这三十多份奏书 一份也不能批 他沉声道 朝廷不会给西南免赴 在有几个月 就是朝廷征收秋粮的时候了 如果到时候 西南拒布那副 朝廷不管怎么做 都是理所应当 陈的意思是 现在可以向汉中增兵 有备无患 如果数月之后 西南拒布那副 朝廷当可以从汉中 兴起王师 讨伐不成 严守卓的这个方案 相对来说要温和一些 也是把皮球梯还给了西南 到时候 如果西南那边要强行罢税 便真的会打起来了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环顾殿中诸大臣 朱卿可还有别的想法 宣政殿里寂静无声 现在的朝堂 毕竟是几位府臣在主政 如今三府臣之中的 两个府臣都说了话 剩下的人自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就连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机灵 张了张嘴 也没有说话 坐在地座上的天子 微微皱眉 他挥了挥手 既如此 就按照沈相与严司空的法子 交给兵部拟定章城 具体的章城出来之后 送到魏阳宫来 朕要先看一看 说吧 这位天子起身 转头对着萧正说道 回魏阳宫 大太监萧正立刻低头 带着一群宦官 簇拥着天子 离开了宣正殿 留下了一群大臣 面面相去 让他们愕然的 不是天子要过问这件事 而是天子 已经在提前参政了 官场上 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 元昭天子短短的一句话 底下的大臣们 心里就会琢磨 皇帝是不是要提前轻政了 宣正殿里的这些人 最少也是三品官 说他们是人中龙凤 一点也不为过 只这一句话 其中有些人 已经在暗中打起了算盘 朝堂里 是有俯臣的呀 天子提前参政 是不是对着几个俯臣 不满意 瞬间 他们看向三位俯臣的眼光 就有些不太对劲了 沈宽微微低着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兵部尚书夜灵说道 夜尚书 陛下要你兵部拿章城出来 明日日落之前 具体的章城 要送到尚书台审核 夜灵皱了皱眉头 不过还是低头拱手 下官遵命 沈相大秀一挥 今日亭义到此为止 诸公各回之私 散了吧 他这一句话 宣政殿里的大臣 就都开始慢慢离场 没过多久 所有的官员便都散去 宣政殿里 只剩下包括基灵在内的三个俯臣 他们能坐到俯臣的位置上 自然有过人之处 旁人能听出来的意思 他们不会听不出来 沈宽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严守卓与基灵 二位 陛下已经参政了 本来亭义 应该是他这个左相来主持 问话之类的 也该是他这个左相来做 但是方才 年仅十四岁的元昭天子 基本上算是掌控了全场 完整地主持了这场庭议 基灵面色平静 陛下是天子 陛下如果要执政 我等还正于陛下就是了 他看向沈宽 呵呵一笑 怎么 沈相舍不得 沈宽微微皱眉 老夫本就是上书省左仆叶 多一个俯臣的头衔 权柄未必多到哪里去 但是责任却多了不少 若能归正天子 老夫也是乐意去做的 说着 他看了基灵一眼 但是现在 大事未定 陛下年纪又小 哄会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 不以设计大局为重 基灵冷冷一笑 沈相的大局 未必就比陛下高到哪里去了 他对着两位 俯臣拱了拱手 潇洒告辞 大都督府的意见很简单 一切听从圣意 两位俯臣如果想要折腾 就尽可能折腾去吧 本都还有军务要办 不奉陪了 说吧 基灵扬长而去 留下来的严司空 也微微叹了口气 对着沈宽拱手道 沈相 眼见就是秋天了 就算陛下无意参政 我等的俯臣也坐不了太久 沈相谋过日久 也要想一想谋身了 说吧 他叹了口气 也离开了宣政殿 与此同时 已经回到魏央宫的元昭天子 让人 把母族的两个舅舅 都请到了魏央宫里密谈 京城里风云涌动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一个月时间 就过去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朝廷从进军左营 调派了足足三个折冲府 用来增兵汉中 恶守西南门户 与此同时 朝廷拒绝西南免赴的文书 也早就 从京城送到了西南 文书在赵家手里走了一圈之后 就被快马送到了 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永州府 与这封信一起送到永州的 还有一封来自宁宁的书信 正在齐阳县离府里 陪老婆孩子的靖安侯爷 手里拿着这两封书信 没有急着拆开朝廷的那一封 而是先拆开了来自宁宁的书信 这封信 是陈国公页鸣亲笔所写 信里的内容也很简单 大意是 这位陈国公 在宁宁守灵的时候 听说了西南的事情 劝李信 不要把这件事闹大 见好就收 西南再起刀兵 对谁都不好 信的末尾 这位陈国公 听了最后一句话 西南已经自成一国 且给朝廷留些面子 李信扫视了几眼这封书信之后 就找了个火折子 把他点了 他现在与朝廷一敌一友 不太好跟叶家人有所牵扯 更不能留下书信 牵连到叶明 金安侯府复案 给叶明回了一封问候身体的书信之后 才拆开了第二封赵家寄过来的书信 信里的内容 是朝廷拒绝给西南免赴 以及朝廷要对汉中增兵的事情 大概扫了一遍之后 金安侯爷脸上就露出了冷笑 他随手把这封信也扔进了火炬里 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着 尽量两边都不得罪 结果两边都逃不了好 先帝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年纪太小了呀 转眼间 又是两个月过去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元昭元年的十月 秋收一般在八月底差不多收完 这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 到了朝廷争秋凉的时候了 户部一如既往的派了赴税官 到西南各府监察赴税 但是赵家那种滴水不漏的性子 自然不可能让这些人 把西南的粮食带走 红也好 骗也好 拖延 聚而不见 总之户部的官员 到了西南大半个月 愣是没有从西南带走一粒粮食 而且 西南各州府的态度 都出奇的一致 不是不想给 是实在没有 任这些户部官员怎么搜查 各府的粮仓是干干净净 一粒粮食也没有 这种软罢税 又把皮球踢回给了朝廷 朝廷那边也没了办法 只能就这样拖延下去 到了十月底的时候 有一行十余旗 赶到了永州府 在齐阳县里问了路之后 来到了齐珊珊脚下的李府 与门房通报姓名之后 没过多久 竟然侯爷李姓 就带着一家老小 亲自出正门迎接来人了 李侯爷走在最前面 对着站在最前面的中年人 拱手行礼 见过叶师兄 这十来个人 为首的正式大进宁林侯 兵部尚书叶林 李姓行礼之后 九公主还有她的一双儿女 也跟着对叶林行礼 叶林连忙还礼 长安客气了 她又对着九公主 深深作衣 不敢当大长公主礼数 因为经历的三代天子 如今的九公主 是天子的姑母 因此从长公主 升级成了大长公主 看着李姓身后的一双儿女 叶林又弯下身子 从怀里取出两块翡翠 挂在两个孩子的脖子上 作为师伯的见面里 客套完之后 李姓拉着叶林进了 自家的宅子 笑着说道 叶师兄不是长了兵部吗 按理说 应该事务繁忙才是 怎么有时间 跑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 叶林跟着她走进了这座宅子 左右看了看 只见庭院幽深 满院子的赤黄落叶 颇为雅致 她叹了口气 京城里这几个月暗流涌动 长安 你倒是在这里逍遥快活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笑道 惹不起自然躲得起 小弟得罪了京城里的几个俯尘 再待下去 恐怕身家不保 只能到这穷乡僻壤 来躲清静了 她看向叶林 笑着说道 师兄还没有告诉我 你来永州做什么 叶林叹了口气 再来说 李姓点了点头 给九公主打了个招呼 然后领着叶林一起 走向了李宅后院的一间静室 静室里有一张矮珠 两个蒲团 这是平日里 李姓与九公主喝茶的地方 师兄弟两个人 各自跪坐在蒲团上 李姓伸手 给叶林倒了杯茶 笑着说道 这些年不曾与师兄好生亲近过 师兄既然来了 就在我这里多住几天 咱们兄弟好好喝喝酒 叶林端起来 李姓给她倒的茶水 苦笑道 为兄是奉了黄命来的 李姓手上的动作顿了顿 然后接着给自己的杯子倒满茶水 呵呵一笑 天子不曾亲政 哪里有什么黄命 叶林微微摇头 天子准备亲政了 他抬头看着李姓 沉声道 所以他才会让为兄亲自赶到永州来 请长安你回京 朝中尚有三个府城 天子如果提前亲政 恐朝局不稳 因此 天子想请长安你回去 主持局面 说到这里 叶林顿了顿 继续开口道 天子说了 西南的赋税免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都没有关系 只要长安你回京 过往一切都再不提起 这位叶尚书叹了口气 静安侯府与我叶家同气连之 为兄也不想看到 长安你走到平南军的老路上 此时你回京城去 仍旧是大静的太父 李叶两家互相扶持 不用惧怕任何一个人 李姓端起茶杯 自己喝了一口 然后笑着说道 师兄能保证我回京之后 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叶林面色肃然 为兄以和府性命作保 静安侯爷咧嘴一笑 这样不过是多死一家人而已 叶林苦笑一声 长安 不管那些府城是怎么想的 最起码 陛下对你绝没有恶意 我来之前 陛下把我请进魏阳宫里 详谈了一个多时辰 他还是个少年人 但有什么坏心思 我不至于看不出来 如果陛下要害你 为兄绝不会来这一趟 李姓自己又喝了一杯茶 然后沉吟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叶林 师兄 最近一段时间 我是不会回京城了 叶林皱眉 为何 我夫人怀孕了 李姓呵呵笑道 上个月才发现的 大夫说 已经有三个月身孕 我要在永州 等着这个孩子出世 朝廷那边的职份 能辞的小弟都已经辞了 只有进军又赢的差事 交给了贺松 贺松是叶家的家将出身 做事很是牢靠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至于陛下亲政的事 李姓哑然一笑 现在已经是元昭元年的十月底 马上到十一月 眼见就是元昭二年了 再有一年多时间 陛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轻正 这么短的时间 没必要铤而走险 陛下年纪还小 慢慢等着就是了 师兄且写封信给陛下 把这句话说给他听 一年时间很短的 一眨眼也就过去了 叶玲苦笑着对着李姓拱了拱手 恭喜 李姓对着叶玲眨了眨眼睛 微笑道 师兄就在我这里多住几日 叶玲深呼吸了一口气 摇头道 我想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到现在这个局面 先帝与你一起冲突 是因为西南 为兄还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 陛下已经同意不再约束西南 长安你为什么 他话说到一半 就被李姓给打断了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淡然道 若叶师还在 我这就可以收拾东西 跟你回京城去 但是叶师现在不在了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没有人真的能够护住我 李姓看向了叶玲 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我是如何得罪几个俯臣的 师兄也应该明白 当时只要陛下点一点头 半年前 他就已经亲政了 我与俯臣起了冲突 大闹一通之后 俯臣仍旧在位 我应当如何自处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师兄不妨猜一猜 自我回齐阳之后 永州府与齐阳县里 莫名其妙多了多少人出来 叶玲沉默不语 金安侯爷再度伸手 给叶玲倒了杯茶 齐山不说山清水秀 但是也算是个风景不错的好地方 小弟在这里住得很习惯 暂时就不回京了 等我那第三个孩儿出生之后 再考虑回不回京城 李姓从京城离开 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他中间去了一趟西南 京城那边恐怕也都知道 但是最近几个月 尤其是在他回到永州之后 齐阳县里 就多了来路不明的人物 或明或暗地盯着李家 齐阳县是李姓的老家 沈刚带着手下 还在这里常住过一段时间 县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自然瞒不过他的眼睛 不过对于这些人 李姓没有怎么在意 只是装作没有看到 这些人 九成九是朝廷的人 如今朝廷对李姓的态度晦涩不明 具体是个什么模样 李姓也拿捏不准 在局势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他是不可能回京城的 九公主刚怀孕三个月 等孩子出生 至少也是来年的五六月了 到时候距离元昭天子亲政不远 西南那边的局势 也该稳定下来了 叶尚书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沉声道 长安 老爷子生前带你入柚子 你也是我妇如老妇 帮着忙里忙外不说 这些年对也叶家颇多照顾 你我两家人 可以说是一家人 为兄貌没问你一句话 提起叶盛 金安侯爷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他微微低头道 师兄请问 叶林满脸严肃 此时指你我兄弟二人 我不是兵不上书 而是叶家的老四 我只问一句 他看着李姓沉声道 你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皇帝 李姓愣了愣 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 自嘲一笑 师兄围观比我早不少 对于大进朝廷的了解 也比我深得多 师兄看来 如果我想要造反做皇帝 有几成胜份 我不知道 叶林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李家李之杰李慎两代人杰 经营西南三十多年 把西南经营的牢不可破 就连父亲也觉得 西南很难再重新打下来 但是你偏偏打下来了 收复西南之后 先帝可以说是历经图治 大进在太康朝到达盛世 按理说 没有人能够在盛世 抵抗朝廷天威 更不要说 从朝廷手里 硬生生割裂出三十余府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 叶林苦笑道 事到如今 不管是大兄还是我 都不知道你将来能做到什么地步 也不清楚 你将来要做什么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开口道 我临来永州之前 回宁林见了一趟大兄 大兄要我问清楚 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他在考虑 叶家应该做什么 金安侯爷沉默了一会儿 端起茶杯刚抿了一小口 突然把手中的茶杯 随手丢在了青石地板上 砰的一声摔的粉碎 杯中的茶水和茶叶 撒了一地 叶尚书吓了一跳 差点以为理性 这是要摔杯为号吧 金安侯爷笑了笑 喝茶无趣 师兄陪我喝两杯 叶林松了口气 没好气地说道 维兄还以为你在家里 埋伏了几百刀扶手 要出来把我绑了祭祺 金安侯爷哈哈一笑 看不出来 师兄还挺有想象力 茶杯很快撤了下去 李府的下人们 只用了不到一炷香时间 就在矮桌上摆了一桌韭菜 李姓提起酒壶 给叶林倒满了酒 也给自己满上 两个人碰了一杯 这是京城玉酒司出产的 芝蓉酒 全天下最烈的烈酒 李姓府上的 还是八年以上的陈酒 整个大镜都不剩下几谈了 毕竟满打满算 这芝蓉酒 也就十年历史而已 一杯烈酒下肚 李姓心里畅快了不少 他放下酒杯 再一次倒满 打了个酒鸽 成的十七年 我进京寻清 那时候 小弟是靠着卖假寿炭 给秦淮河边上的青楼 才勉强在那个冬天活下来 当时心里想的是攒点钱 等来年开春之后 带着小小还有他爷爷离开京城 找个富庶一些的江南城市定居 做点小生意 过点好日子 成的十七年的时候 李姓差点冻死在了那个冬天 那时候他每天进城卖炭 并不觉得自己能跟平南侯府相抗衡 他那个时候 想的就是靠卖攒点钱 然后等开春暖和一些了 带着刚认识的麦探翁 还有麦探妞离开京城 跑到姑苏或者扬州去 挣点钱好好过日子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 又跟叶玲碰了一杯 后来 阴差阳错卷进了 昭皇帝与李慎之间的争斗之中 当时的情况 外人看不明白 但是小弟自己是清楚的 李姓回想起当年的旧事 闭上了眼睛 那时 不管是昭皇帝 还是平南侯李慎 都不曾把我看在眼里 我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还是昭皇帝闲来无视 在边角上落下的一颗无用子 在那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之下 他们任何一方不高兴了 我都会死 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 是走一步看一步 尽量保住性命 把我家里那个妹子带长大 说到这里 李姓笑了笑 再后来 就是人成功变的事情了 师兄也都是知道的 叶玲沉默着点了点头 与李姓碰了碰杯 两个人又把一杯烈酒饮下猴 喝完酒之后 金安侯爷吐出了一口酒气 继续说道 人成功变之后 我在京城里 才算说话有了一点生意 做事也不再被动 不再受制于人 算是摆脱了棋子的身份 那时候我就在想 能不能给母亲讨回一些公道 李姓一边喝酒 一边说话 这之后就是西征 具体的事情 师兄也都知道 西南平南侯府覆灭 李慎死在了昭陵 与昭皇帝在地下相伴了 说着 他抬头看向叶玲 笑了笑 按理说 李慎死了之后 我差不多已经未及人臣 那时候 我才二十岁出头 这辈子该做的事情 就已经做完 又迎娶了公主 下半辈子 只要安心躺在功劳部上 享福就行了 师兄弟两个人再次碰杯 一个说话 另一个静静地听着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西征归来之后 叶师劝我不要聚工资奥 也不要那么张扬 我就乖乖地在家 带了五年孩子 哪里也没有去 乖乖地做了五年闲程 叶玲微微皱眉 可是 可是我不该在西南留下试炼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西南汉州府的人 是当年南鼠的旧部 是我出面 让他们归降了大镜 我如果撒手不管 他们这些与朝廷 做对了三十多年的鼠人 没有几个人 会有好下场 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 心里的私心 就是留一个后手 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他这一次 没有敬叶玲酒 而是自顾自地喝了一杯 目的是可以均让臣死 臣不太想死 叶尚书欲言又止 李星笑眯眯地说道 我知道这个想法在师兄看来 可能有些大逆不道 但是我这个人 与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对朝廷 或者说 对天子没有太死心塌地 他用筷子夹了口菜 又跟叶玲喝了一杯 再之后 先帝就死了 提起这件事 李星叹了口气 老实说 他死了我 还是挺难过的 我本来以为 要跟他重复昭皇帝与李慎之间的故事 相爱相杀个几十年 谁知道 故事刚刚起了个头 他就去了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对着叶玲温和一笑 这些都是我曾经想做的事情 如今先帝已经病天大半年 新帝登基 俯臣设政 师兄问我要做什么 李星仰头喝了一杯酒 年初 几位俯臣不由分说 就要对禁军诱营下手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当时我想的是 如果陛下能站在我这一边 提前清正式朝 废了这几个俯臣 我就安安心心地想我的福 不再操心其他事情 喝到这里 金安侯爷的脸色 已经有些潮红 他端起酒杯 与叶玲碰了碰 我算是半个叶家人 与师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既然他不信我 李星说了半句话 仰头喝了口酒 打了个酒鸽 那我也不信他 哪怕到现在十多年时间过去 就连李星自己 也分不清 自己究竟是哪个李星 但是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依旧深深地影响着他 尤其是影响着他的价值观 在这个地质时代 人人都觉得 忠君是道德标准之一 一个好人一定是要忠君的 否则就是反贼 逆贼 但是李星不太一样 他从骨子里 就跟这个世界的普世观念 有些冲突 比如说 这个时代 人人都觉得 天子是九五至尊 就应该高过所有人 贵不可言 虽然李星在朝廷里 也经常贵皇帝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 不管是承德天子 还是太康天子 亦或是现在的元昭天子 都是活生生的人 并不真的是老天的儿子 因此 他在内心深处 是把自己跟几个皇帝 摆在对等的位置上的 也就是说 皇帝对他不好 他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个观念 在太康年间 李星就一直有意无意地 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沈刚手底下的人 是一股势力 西南是他手下的另一股势力 无一例外的是 这两股力量 都是独立于朝堂之外的 其他在兵部 或者在禁军 这种要冲的位置上 李星并没有插手太多事情 甚至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做起了甩手掌柜 到如今 他虽然暂时 还没有推翻 大进朝廷的能力 但是已经足以做到 在朝廷这个国家机器面前 自保 比如 他现在从永州 跑到西南去 立刻就可以在西南 做他的土皇帝 别的不说 至少他这一代人 朝廷绝对拿他没有办法 将来土皇帝做烦了 甚至还可以自立为帝 直接建立一个 类似大理国的小国 而且 以西南现在的实力 如果他的后代不怎么蠢 这个小国 维系个两三代人 问题应该不大 这也是 他能潇洒离开京城 这个权力中心的底气 毕竟他现在随时 可以另起炉灶 不用非要跟朝廷的 那些人一起玩 叶玲没有说话 而是埋头吃了几口菜 又自己喝了一口酒之后 叹了口气 长安 叶茂还在寄门关 依你看北边的事情 北边估计 不会有太多进展了 李信也喝了口酒 笑着说道 当初我与宇文昭约定 一起攻打宇文浮屠部 后来我有事离开了寄门关 是叶茂替我完成了这个约定 那时候定下这个约定的目的 是为了消耗宇文部整体的力量 等宇文昭与浮屠部 两败俱伤的时候 云州城的总家军 再出点血 吃下起归布 这样 只要朝廷能下点狠心 死个四五万人 就能够换来北江数十年太平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自嘲一笑 当初小弟 把目光看向北边的时候 曾经很是花了一番心思 研究北边的这些宇文残部 常常跑去陈国公府请教 把叶师凡的不胜其扰 丢了不少关于北江的地理制 和有关宇文部的书籍给我 本来事情 都已经做成一半了 说到这里 李信微微摇了摇头 举起酒杯 不说了 来师兄 喝一杯 当初他在北江 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运作 朝廷就拍了裴静对西南下手 他不得不丢下计门关的事情 紧赶慢赶跑到西南救场 北江的事情 就这么搁置了下来 后来虽然叶茂帮着他 做完了蒸伐浮屠布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本人来做 会做得更精细一些 而且叶茂多半叫不动 云州城的种家军 而李信的面子 要比他大一些 而李信说不定就可以 如果顺利的话 只需要三年时间 李信就可以 把北江打扫干净 让大静治世 免去五十年外患 其实朝廷仍有平定 宇文部的实力与机会 这会儿宇文昭还在消化浮屠布 而且前两年战死的兵力 想要完全恢复 也还需要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 是宇文部的虚弱期 如果继门关的镇北军 能够与云州城的种家军合兵 就算灭不掉宇文昭 双方狠狠地硬碰一下 宇文部就会再一次元气大伤 最起码二三十年不会动弹 但是很可惜 这基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叶玲喝了一杯酒之后 苦笑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 朝廷如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西南 不太可能再有余力北征了 金安侯爷微微一笑 如果浮屠布刚灭的时候 朝廷趁势进攻 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 就可以重创宇文部 换来北疆太平 但是宇文昭攻打浮屠布 是泰康九年的春天 如今元昭元年都已经快入冬 接近两年时间过去 宇文昭多半已经恢复了不少元气 这个时候再想打个大胜 恐怕镇北军或者种家军两家 两家都要把自己打残 才有机会 现在朝廷 向汉中派了大概三个折冲府 相应的粮草补给 也已经送到了汉中 按我收到的情报 恐怕足够汉中那边的军队 吃三年以上 说到这里 李星自嘲一笑 当年我西征的时候 朝廷的补给 都没有送得这么勤快 朝廷调动了这么多力量 看住西南 自然就不可能再有精力北顾 况且天子尚未亲政 那几个大头书生 都是能想一日服 便想一日服的人 半点也不会往后看 他们更不会在意宇文部的隐患 尽管埋着头做他们的宰府 等到天子清政 掌握朝政 又要一两年时间 到时候 宇文昭部 已经把浮屠部吃干抹净 全部消化进了肚子里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那时 只要宇文昭再吞并掉赫兰部 宇文珠部就会彻底一统 到时候 当年北周入关时 纵横天下的铁骑 距离腹线就不远了 曾经的北周 是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国家 这些鲜卑人入关之时 便是八岁小儿 也能飞马拉弓 极为汉勇 他们入关之后 铁骑横扫 一路打到了淮水边上 才被浩浩商商的天嵌拦住 从此与大晋隔淮水而至 之后的百年时间 南晋一直被北周压着打 两国的战力 是有很大一解差距的 但是那些鲜卑贵族 享过百年之后 迅速腐化堕落 只三四代人下来 上层贵族 基本全部上不了马蹄不动刀了 以至于被卧心肠胆的武皇帝 派夜圣北伐 一举杀进国都 把这些鲜卑人 重新赶回了关外 这段历史并不是很远 到现在也不过四十多年 叶琳很清楚 北周铁骑的可怕之处 他无奈道 宇文诸部就算一统 也远不如当年入关之时 横扫天下的宇文部 长安你用不着威严耸听 不过这的确是一桩大麻烦 他叹了口气 奈何 如今朝正在你口中 那几个大头书生手里 咱们这些丘八 插不上话 李信哈哈一笑 我是丘八差不多 师兄你现在是兵部尚书 是文官之中的大九卿 可算不上是丘八 叶琳微笑道 我父是丘八出身 他老人家生前常说 在官场上 也要有做丘八的脾气 不要缩手缩脚 到头来 咱们这些后人里 只有你李长安 继承了他老人家身上的脾气 李信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初代创业之人 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脾气在 因为本就一无所有 自然就敢打敢拼 反而像叶琳之类的第二代 因为家大业大了 就会有一些顾忌 不管再洒脱的性子 做起事情来 都会束手束脚 师兄弟两个人推杯换战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一个时辰过去 李信酒量不是很好 这会儿已经满脸通红 而叶琳早年 是京城里有名的浪子 在酒厂里打混了十多年 身上又有一些叶老头的遗传在 这会儿 脸色虽然也有些微红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他拉着李信的袖子 开口问道 长安你 打算就在永州府待着吗 李信有些迷糊地点了点头 是准备在老家待上几年 好生歇一歇 李信虽然头有点疼 但是神志清醒 他开口道 如今京城局势不明朗 那几个大头书生 多半觉得 我是乱臣贼子 千方百计要寻我的麻烦 我也瞧不上他们 懒得回京城跟他们斗 且在老家躲一躲 等陛下清政了 我再看一看 如果合适 会考虑回京的 叶琳点了点头 然后又叹了口气 他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对着李信开口说道 长安 为兄以为 如果你不愿意回京 他咬了咬牙 那就干脆带着大长公主 一起去西南去 不管怎么样 西南那边还要安全一些 你待在永州 朝廷里要是哪个人 想要对你不利 只要派一个校尉营过来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攻下齐阳县城 到时候再推脱到山贼头上 干脆就躲到锦城去 这样不管怎么样 最起码长安你一家老小 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叶四少作为这个世界 土生土长的土著 能够说出这番话 已经十分难得了 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这是在窜多李信 与朝廷散伙 自己单干 李信笑了笑 师兄放心 我是个谨慎的信子 我敢带着一家老小在这里住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除非有几个都卫营来打西洋县 否则 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雨林卫里一个校卫营是200人 一个都卫营是400 进军要稍多一些 校卫营250人 都卫营500人 早年沈刚手底下的人数 就不止500人了 如今就算还有一些 留在京城里探听消息 但是剩下的几百个人 也足以保护齐阳县的礼宅 而且 齐阳县里李信的人手有不少 就算真有人要掀桌子杀他 他也可以离开齐阳县 更何况 在李信看来 朝廷明面上 是绝对不可能公然派人杀他的 只要没有公文调动大批军队 京城里没有哪家人 有实力调私兵到永州来 一旦动手 就算是彻底撕破脸皮 小皇帝现在两边都不想得罪 他不可能有决心干出这档子事 至于尚书台里的那些大头书生 他们手握朝纲的时候 自然厉害 但是一旦调不动朝廷的兵力 他们基本威胁不到李信 而大靖的军方 与李信有仇的不多 也不会有人敢派人来杀他 叶尚书摇了摇头 罢了 我劝你不动 他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面色复杂 长安 我此来永州 不是专门看你来的 金安侯爷虽然脸色通红 但是神志清醒 他对着叶灵笑了笑 师兄是要去汉中上任 叶灵先是愕然看了李信一眼 随即苦笑一声 你都知道了 我猜的 靖安侯爷摇头晃脑地说道 朝廷对汉中增兵 三个折冲服少说有四万多人 再加上汉中本来就差不多有五万人 加在一起 接近十万的兵力 朝中没几个人有资格来带 裴靖被先帝打了五十板子 赶回了老家 重家军种横年龄身份都够 但是他没有功劳 带不了这么多兵 思来想去 也只有师兄这个叶家的四爷 有资格去汉中带兵 师兄仁成功变中从龙有功 又在北江带过几年镇北军 去汉中带个几万的汉中军 还不是轻而易举 叶尚书微微摇头 莫要取笑为兄了 这些年东奔西跑 论功劳 不及你十之一二 李信举杯敬了一杯叶灵 笑着说道 没有猜错的话 师兄身边应该还跟了一个监军 叶灵也跟着笑了笑 举杯与李信碰了碰 不是监军 是副将 叶家在北江有兵马 陈国公叶明卫列少保 而且叶家还跟李信这般亲近 朝廷虽然无将可用 让叶灵带兵汉中 但是不可能不加以约束 两个人说说笑笑 气氛轻松了不少 叶尚书看了李信一眼 长安你这般能掐会算 不妨算一算 这个副将是谁 我又不是神仙 哪里算得出来 金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微笑道 不过多半新鲜 是不是 叶尚书没有说话 只是对李信竖起了一个拇指 要不 怎么你李长安这些年风水生日 微兄只能南北奔波 还不讨好呢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是如今正儿八经的的国旧爷 太后娘娘的包地谢敬 李信吃了口菜 淡淡地说道 我不太喜欢这个国旧爷 既不聪明 又喜欢装聪明 谢家的那个谢代 比他要强得多 不喜欢也没有办法 叶灵苦笑一声 没有这个亲娘就跟着 陛下绝不放心 我叶家人在统兵了 说着 叶尚书抬头看向李信 脸上的笑意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长安 尚书台那边已经有了决断 年前 如果西南仍旧拒不缴付 西南三十一州府 就都是反贼了 他微微低头 默然道 不管是陈国公府的家人 还是我宁林侯府的家人 此时都在京城里 言下之意 已经很明白了 叶家的家人都在京城里为之 叶灵被派出来推到风口上 一旦西南仍旧不缴付 叶灵硬着头皮 也要对西南动兵 打得赢自然是皆大欢喜 打不赢朝廷 也要拿叶灵问罪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无奈地笑了笑 尚书台的大头书生 还真是有点门道 他伸手拍了拍 叶灵的肩膀 面色平静 师兄 真要是打起来了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不用留守 叶灵这个兵部尚书 不远几千里 从京城南下 说他专门来永州看望李信 是不太现实的 兵部总览全国军机要事 每天兵部里的文书 多得像山一样 前些年李信任兵部上书的时候 如果不是做了甩手掌柜 恐怕他未必能很好地处理兵部 那些山一样的事物 叶灵将门出身 坐这个位置绰绰有余 但是他也不可能 说出京城就出京城 他是受了朝廷诏命 到汉中任汉中将军的 一旦西南有什么异动 汉中驻军首当其冲 就会第一个与西南冲突起来 到时候 这位叶四少就不得不与李信正面冲突了 所以他才在去汉中之前 绕道来了永州 代表叶家 也代表元昭天子 劝李信回京 平息这一场局面 这是个很难解的局 汉中如今加上 禁军调过来的三个折冲府 恐怕有接近十万兵马 但是如果真的 跟西南打起来 他们攻不破见门关 如果西南按照先前的计划 放汉中军队入属 把这支汉中军打残 甚至打掉 那作为主将的叶灵 一定会吃醉果 甚至会被人说是串通西南 故意将汉中军带入死地 如果这个罪名落实 连叶家的身份都护不住他 宁林侯府都要家破人亡 更为关键的是 还有一个跟他一起到汉中的副将 谢敬盯着 这场仗该怎么打就要怎么打 这是朝廷里那几位相公给李信 或者说给西南出的难题 师兄弟两个人 在禁室里 喝了足足两三个时辰 两个人都喝得不省人事 四仰八叉地睡在了 这间禁室里 到李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快中午 他揉了揉自己有些疼痛 郁裂的脑袋 倒吸了一口的凉气 左右看了看 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没过多久 九公主就端了一碗醒酒汤过来 放在了床边 轻声道 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 喝成这个样子 李信端起白碗喝了一口之后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开口问道 叶师兄呢 一大早就走了 九公主摇了摇头 拦都拦不住 非要说自己有什么事情 我与他说 怎么也要等你醒了再走 他也不听 留下一张纸条之后 就离开了 金安侯爷摇了摇头 苦笑道 论喝酒 还是喝不赢叶家人 他抬头看了一眼九公主 问道 纸条呢 九公主从袖子里 取出一张白纸 递在了李信手里 我亲自收着的 没人看过 他看了李信一眼 轻声说道 萧家的萧修奇又来了 最近几个月 他几乎隔两天就来一次 见不到人就坐在门口等着 要不你就见他一次 有什么话跟他说清楚 省得他每日过来烦人 说话间 李信已经把一碗醒酒汤喝完 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闷声道 我一会儿见见他 夫人把沈刚叫过来 我有事情让他去办 九公主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他走了之后 李信才展开夜灵留下来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不多 只短短几行 大兄身体日衰 恐年命不永 几位俯臣命我出任汗中 意图不善 叶茂只占领镇北军 叶家风雨飘摇 天下局势如何 全在长安一念之间 只短短几行字 似有千军之重 陈国公叶明的身子 一直不太好 回老家宁龄 一来是给老国公叶盛守孝 二来也是将养身体 现在看来 这位叶少宝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叶茂虽然在寄门关主事 但是他资历不够 只能暂待镇北大将军一职 也就是说 如果朝廷愿意 是可以再派一个大将军过去的 叶玲留下这个纸条 意思是 劝李兴在稳重一些 尽量不要让西南与朝廷起冲突 金安侯爷看完这张纸条之后 微微叹了口气 随手找了个火折子 点燃之后 扔在了房间里的火炉里 这种东西留下来 没有什么用处 他是无所谓 但是对叶玲不好 他正在闭目沉思的功夫 沈刚已经低头走了进来 沉声道 侯爷 李兴抬头看了沈刚一眼 缓缓开口 去一趟景城 告诉赵家和穆英 如果打起来 让他们守住建门关 不要放朝廷的人进来了 沈刚很利落地低头道 卑职这就去 沈刚走了之后 李兴起身洗了把脸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醒了一会儿酒之后 晃悠悠地走到了前厅 对着下人招呼了一番 开口道 去把那个姓萧的叫进来 不一会儿 就有一个家丁 把身材微微有些发福的 萧修奇带了进来 萧修奇是萧家的长子 也就是李兴的大舅 萧明李死了之后 他作为大宗 继承了萧家的家主 几年时间下来 他已经有些发福了 进了正厅之后 萧修奇有些色缩了 抬头看了李兴一眼 随即恭恭敬敬地低头行李 萧明李见过静安侯爷 李兴坐在主位上 动也没有动 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事情快说 我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是十年前 李兴说不定会把他给赶出去 再派人打他一顿 但是十年时间过去 当初的怒气怨气 都已经消散了七七八八 他在看向这些萧家人 只觉得像是路人 与十年前大不一样了 萧修奇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侯爷 我萧家有一个子弟 前年高中了进士 但是在京城等了两年 一直补不到缺 侯爷您看 李兴抬头看了萧修奇一眼 你儿子 萧修奇低头 涉地的儿子 泰康八年侥幸高中 静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三甲 萧修奇苦笑点头 进士分三甲 第三甲就是最差的进士 不过一般也可以补到关缺 像这种等了两年补不到缺的 要么是缺钱 要么就是倒霉 萧家虽然不富 但是也不穷 那么这个萧家子 多半就是运气不好 李兴本来以为 这个萧修奇 是来找自己要关的 但是萧家主跪在了地上 苦笑道 李侯爷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十多年 萧家该改姓也改姓了 您也曾经说过 不再追究我们当年的过错 李兴这才反应过来 他皱着眉头 看了萧修奇一眼 你该不会以为 是我给谁打了招呼 才让你们家的人 补不到关缺吧 萧修奇瞪大了眼睛 看着李兴 两只眼睛里都是迷惑 他的意思很明显 难道不是吗 金安侯爷又好气又好笑 一来 我不管吏不得是 二来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萧家出了个进士 赶紧滚蛋 再过来搅闹 夺了他的进士功名 大金历经三代天子 都可以算是明君的情况下 在太康朝达到盛事 如今天下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京城里找到癥结所在 比如说 如今西南错综复杂的局势 就是因为朝中的几位府臣 尤其是尚书台 以沈宽为首的几位仔府 对待西南的强硬措施 这与还没有正式亲政的新天子 发生了强烈的理念冲突 比如说 这次派叶林出京任汉中将军 就是天子强烈反对的 他很清楚这个举动 很可能会进一步激怒 自己那个远在永州的老师 导致局势更加恶化 不过三位府城中 有两个定下了这个决定 天子也没有权利否掉 因此 叶林还是被迫出京了 临别之前 天子还特意把叶林照进了宫里 嘱托他去汉中之前 先去一趟永州 见一见李信 劝李信冷静 所以这才有叶林赶往永州 去见李信的事情 叶林与李信说天子要提前亲政 李信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只说 要天子在安心等一年 但是实际上 天子等不了这么久了 这位年仅14岁的天子心里很明白 一旦汉中与西南真的打起来 那么且不说双方胜负 从此朝廷与西南 就彻底处在了对立面 而且有天雷的原因 朝廷在想要像太康三年那样 短时间内推平西南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到时候 西南泥足深陷 而北边的宇文部又在飞速壮大 南北千志之下 大静的国势将会急转直下 两代人甚至一代人 就会出天大的问题 所以他才想让叶林请李信回京 有李信在京城 天子亲政十拿九稳 因为有这么个军方大佬 站在身后 再有叶家人的支持 京城里 没有人会动歪心思 但是李信拒绝回京 叶林离开永州之后 用六百里夹记给京城送了一封信 把李信的答复 送到了魏阳宫里天子的桌案上 年轻的天子 手里捧着这封书信 发呆了很久 两久之后 他才喃喃自语 再等一年 就不可收拾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从桌案旁边站了起来 对一旁的工人说道 去把萧正喊过来 萧正作为内侍间大太监 并不是一天到头 都在魏阳宫做事 他需要在内侍间处理事情 不过内侍间距离 长了魏阳两宫都不远 几乎是随叫随到 很快 萧正就跪在了天子面前 陛下换奴婢和事 元昭天子看了萧正一眼 随即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萧公公 你执掌内侍间 应该有十多年了吧 萧正摇了摇头 恭敬道 回陛下 奴婢是在太康三年正式执掌内侍间 到现在七年有余了 太康三年的时候 前任大太监陈举卸任 萧正才正式接过内侍间 天子皱了皱眉头 开口问道 那位可在朕的手中 萧正立刻低头 五体投地 当然在陛下手中 京城三进位 竟是天子羽翼 那位归内卫奸掌管 但是内卫奸受内侍间截至 内卫奸的太监 还是萧正的干儿子之一 天子问萧正这句话 是要肯定那位是在他手里的 袁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萧正 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天目剑全力搜查沈宽 严守卓 以及尚书台诸相的罪行 最多十天时间 朕就要在卫阳宫里看到 在朝廷里做官 不管是谁 屁股就没有几个是干净的 毕竟 如果众人皆贪 哪怕你不贪 都是罪过 像沈宽还有严守卓这些人 能够爬到这么高的高度 屁股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干净 天目剑负责监查天下 京城里的大半官员 在天目剑里都有案底 袁昭天子冷声道 如果追查不到罪过 就查一查 他们有什么丑事说出来 查明之后 统统送到镇这里来 再有 去京城里寻一个补缺的官员 送到御史台里去 过些日子 镇要用它 萧正在朝堂里 臣服了这么多年 听到这些话之后 自然明白 天子要做什么 他叹了口气 低头道 陛下 朝正在那几位手里 如果妄动 可能会有风险 况且 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陛下不用着急 袁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瞥眼看向萧正 朕已经想清楚了 让你做事 你自去做事就是 萧正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下去安排去了 皇帝想要罢相 自然要搜罗这些宰相的罪过 不然就无从罢气 就连太康天子 也不好无缘无故的罢相 更何况 一个还没有清正的天子 但是罢相是有风险的 他虽然即位 但是母族根基太浅 李姓又不在京城 身边还没有亲信的重臣 贸然对几位宰府动手 可能会出问题 萧正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 三进卫都在陛下手中 进军与大都度府 应该也是站在陛下这一边的 只要拿住了这些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 他有些担心的 看了一眼上书台方向 能在众多读书人里脱颖而出 爬到那个位置上的人 论行军打仗 或者天下大势 可能看不分明 但是说到争权夺势 勾心斗角 尚书台里的那些人 可都是老祖宗级别的 一个十四岁的天子 当真能够斗得过他们 不过 尽管心里这么想 皇帝交代的事情 他不能不干 还是让人把天目间 还有内卫间的两个干儿子 叫到了那时间 一场核心权力的争夺 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边是十四岁的天子 一边是几个加在一起 超过两百岁的老头 就这样 到了四五天之后 尚书台里的气氛 终于有些异常 不过还是没有人敢说话 太阳落山 尚书台里的几位宰府们 也都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伸了个懒腰 准备放班回家 左向沈宽最后一个起身 走到尚书台门口的时候 他左右看了看 笑着问道 今日是谁在尚书台轮值 门下势中 房子微起身道 是老夫轮值 沈宽眼睛眨了眨 笑着说道 有房兄在 明日我等 当会轻快许多 前些日子 某位兄台在这里轮值 听说睡了一晚上大叫 第二天早上一堆事情堆着 弄得我等四人忙碌不堪 新任的中书令 面色尴尬 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 沈相且放过我爸 众人哈哈一笑 一起走出了尚书台 到了尚书台门口 沈宽眼珠子转了转 笑着说道 听说严司空今日过寿 同朝为官 我等一同去严司空家里 给他注意助寿如何 三位宰府对视了一眼 都对着沈宽微微低头 自然要去 严司空今天自然是不过寿臣的 他身为御史台御史大夫 又是三府臣之一 如果他要是过寿 那是轰动朝野的大事 闻五百官都要去严府助寿 沈宽只是随口一说 目的是暗示这几个宰府 让他们一起去一趟严府 这些人都是人精 一点就透 自然纷纷应从 几位宰府结伴出了永安门 在永安门门口上了轿子 朝着永乐坊附近的柳树房走去 御史大夫严守卓 出身不是太富贵 只能算是中人之家出身 因此 哪怕他坐到了司空的位置 依旧不能住在永乐坊里 只能在柳树芳安家 不过柳树芳距离皇城也不算太远 没过多久 尚书台四位宰府 就到了严府门口 下人通报四位宰府驾到之后 严司空立刻亲自迎了出来 对着四位宰府拱手行礼 几位宰相驾到 严某有失远迎 沈宽带头还礼 笑着说道 严司空客气了 今日是严司空受淡 我等同朝为官 自然应该过来庆贺一番 严守卓微微皱眉 他的确是本月生辰 不过生辰 距离今天还有六天才对 如果说一个宰相 记错那还情有可原 没有道理 四个宰相一起记错 他反应极快 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唉 这些日子忙于朝政 沈相不提 老夫差点都忘了 今日是老夫生辰 现在都将日落 恐怕也来不及办寿宴了 沈相微微一笑 人多反而不美 我等来给严司空助寿 岂不是好 严守卓让开身子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几位宰相大驾光临 严府不胜荣幸 很快 四位宰府加上严守卓 一共五个人 就在严府的书房里坐了下来 严府的下人摆好韭菜 五个人各自坐在一张矮桌旁边 举杯桶拧 一杯烈酒下肚之后 严守卓左右看了看四个人 沉申开口 诸公携手同来 不知事 四位宰相对视了一眼 还是左相沈宽 第一个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淡淡地看了严守卓一眼 司空最近几天 没有察觉到不对劲吗 严守卓微皱眉 摇了摇头 未曾 沈宽左右看了看 对着其他三个宰相问道 三位呢 新任的右相成义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是有些不对劲 有人已经给我写信了 沈宽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开口 我与主公不太一样 我是礼部出身 在礼部做了许多年的侍郎 认了三任春为主口 朝堂里有不少我的学生 礼部与其他五部不太一样 其他五部是历属尚书台的 但是礼部多少有点超然无外的意思 直属皇帝 因为礼部主长科考 所以礼部尚书门身顾立无数 所以有默认礼部尚书不败相的规矩 沈宽在礼部做了十几年侍郎 也做了几届主考官 也就是说 但凡是在他任主考的那一届中了进士 那就都可以算是他的学生 以后在朝廷里 也不得不与自己的老师一派 不然就是大逆不道 因此 这位沈相在朝野上下 人脉极广 而且 他入尚书台是继任张渠的位置 也就是说 在泰康八年 他就已经成为了大静的宰相 这几年时间他的门生 各自都得了不少的好处 自然心里都向着这位诗相 如今京城上下个直思衙门里 几乎都有他的学生在 这就是文官集团的抱团行为 尚书台里的宰府 仅仅只有五个人 但是他们背后用师徒关系 同乡关系 同科关系织起来的利益网 是非常庞大的 这五个人 最少可以牵动六七成 甚至更多的文官 沈宽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闭目 朱公都是三朝老臣 也都共事多年 老夫也不拐弯抹角 有话就直说了 他瞥了一眼这几个人 开口道 近几日 有人在查一些旧事 沈宽低眉道 不只是在查我 包括在座朱公早年的旧账 看来那人也想翻出来重新戏算 说着 他看向严守卓 淡淡地说道 其中也包括严司空 严司空大皱眉头 沈相 老夫是严官出身 一辈子都在干御史 哪里有什么旧账 那就要问严司空自己了 沈宽叹了口气 记得严司空早年不是金官 而是负责监察地方的御史 可能那个时候 与地方官有些不清不楚吧 严守卓脸色一黑 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早年 是负责江南东路的监察御史 那时候三十多岁 在地方上行走 有太多诱惑摆在他面前 难免会犯一点错误 不过他在调回京城 做到大理寺少卿之后 为了官场上的前途 做事就收敛许多了 基本不再拿明面上的任何东西 他做监察御史 都是承德朝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严司空抬头看向沈宽 苦笑道 沈相 这里没有外人 朱公既然找到了我的府上 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沈宽声音沉重 他缓缓开口 应该是 宫里的人在查 他们的目标很明显 主要是严司空与我二人 上书台里的朱兄也都在其中 但是只是顺带着查一查 沈宽缓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现在 那位的意思已经很明朗了 严司空先是瞪大了眼睛 然后看向沈宽 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沈相的意思是 是 那位在查 已经有人往江南东路去了 沈宽看了眼手桌一眼 缓缓开口 事情已经很明朗 就看严司空如何应对了 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沈宽不紧不慢地说道 第一个选择 就是趁现在那位还没有拿到证据 我们率先认输 直接上书请那位亲政 然后再上书请辞 这样虽然保不住官位 但是性命或许无余 说到这里 他自嘲一笑 当然了 这还要看那位是不是个人君 以及日后金安侯回京 肯不肯放过我们 说完这句话 在场的其他四个人 脸色都跟着一遍 皇帝是不是人君倒还不一定 但是那位金安侯爷 可不是什么好人 还是个牙子必报的性子 你得罪他一下 他就要狠狠咬回来一口 以那一次 他们得罪金安侯的程度 如果失了官位 恐怕性命难保 严司空脸色殷勤不定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抬头看向沈宽 色声道 沈相 那第二条路呢 沈宽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举杯喝了一口茶 这第二条路 可以让我等再多做几年的俯陈 如果事情顺利 这件事当有七八成的把握 只是不知道 诸公有没有胆量 元昭元年十一月初七 距离大朝会 还有三天时间 天目间的工作做得极为顺利 只十来天时间 就有满满一大堆罪证 堆在了魏阳宫里 这其中严守着的罪证最薄 只有一张薄薄的册子 是六百里加急 从江南东路送到京城里来的 其他的宰府 包括沈宽在内 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 最离谱的是 那位新上任的中书令徐顾 这些年累计贪末 有数百万贯 寄进朝廷调拨给总家军 足足一年的军费 沈宽虽然没有那么过分 但是差不多也有十万贯以上的烂账 而且他基本上不收钱 只收一些古董字画 笔墨纸验之类 也就是说 这十万贯的账 比其他拿的东西 不值一提 其实这算是官场上的常态了 大晋自成德朝开始 开始慢慢消化掉了五皇帝打下来的江山 变得一天比一天附属 这些朝中重臣的日子 也就慢慢好过了起来 不要说这些位列中书的宰府 就是拿兵部来说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 如果是五选司的 一年拿得四五万贯 十来万贯 轻而易举 也就是说 沈宽这种 还属于清白如水的类型 这些东西 几代天子都是心知肚明的 成德天子自然不用多说 就连太康天子 也对这种事情心知肚明 早年兵部负责 送往云州城的三百万贯物资 太康天子也只是对李庆说 让兵部不要过分 一般只要不踩红线 或者说不得罪人 这种都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但是 如果有人想要搞你 这些东西 就是天大的不是了 元昭天子看着 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些罪证 兴奋地直搓手 他对着萧正夸奖道 天幕间还真有一套 这么快就把正要的东西找齐了 萧正恭敬低头 都是奴婢等分内之士 天子毫无形象地 坐在了魏阳宫的台阶上 手里翻看着这些罪证 一边看 一边嘴里嘖嘖有声 这些老家伙 表面上一个个道貌黯然 背地里没有几个干净的 除了一个严手桌 还算洁身自好 上书台里的几个人 一个比一个黑 全是贪腐之臣 萧正苦笑道 若以贪腐计 朝中便无有成功了 这个朕知道 元昭天子摆了摆手 淡然道 父皇与我说过用人的学问 该用能处用能 该用贤处用贤 如果有人二者皆备 说到这里 元昭天子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太康天子的原话是 如果有人二者皆备 就要事用之了 少年天子摇了摇头 把手里的罪证丢到一边 开口道 让那世间的人 把这些东西 都给朕整理出来 朕三日之后的大潮会要用 传令 让雨林卫中郎将懈怠 千牛卫中郎将基础 来卫阳宫见阵 千牛卫的中郎将 原本应该是天子的亲舅舅谢靖 但是谢靖 被朝廷派去汉中做副将去了 因此 天子从宗室之中的 年轻一代里选了个人 暂待了这个位置 萧正点了点头 功声应事 天子闭目沉思了一会儿 继续吩咐道 从现在开始 那位与千牛卫 日夜轮值进攻 雨林卫在皇城外乘警戒 如发现有什么异动 可以就地正法 先斩后坐 再有 传阵旨意给城外的侯敬德 让他带两个折冲府 驻扎在京城城外二十里处 随时待命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传令给禁军幼营的贺松 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谁的命令 没有朕的喜张 禁军幼营 不得妄动一兵一卒 唯令者已 图谋不轨论罪 萧正听完了之后 功敬低头 奴婢这就去办 说完 他功敬退了下去 老实说 这次元昭天子做的准备 已经足够充足了 他先是掌握了几个府城的罪证 有了霸相的由头和借口 又牢牢地掌握了城里城外的主要武装力量 就算那几个老头子不服 有禁卫与禁军阵场子 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李信不在京城 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天子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十分不易 接下来 就看这一套王八拳 能不能打死尚书台的这几个老师傅了 吩咐完这一切之后 天子坐回了自己的床榻上 按着从李信那里学来的办法 闭上眼睛 把整件事情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捋清楚 哪里有没有出现什么疏漏 突然 他睁开了眼睛 想到了一个错漏之处 他把在魏阳公伺候的萧怀换了过来 吩咐道 去一趟大都督府 请大都督机灵进宫一趟 萧怀恭敬英氏 奴婢这就去 说吧 萧怀也退了下去 天子重新躺回了自己的软榻上 一个少年人 在几乎没有外人参谋的情况下 要独立谋划这一场大事 无疑是非常费心费力的 天子躺在床榻上 闭目休息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 就进入了梦乡 而在他入梦的时候 一桩天大的事情 正悄无声息地 在魏阳公里发生着 魏阳公的后殿是天子寝殿 也是整个皇城里最核心的区域 这里的宦官 大半都是来自于内世间 也只有内世间的宦官 才有资格在魏阳公里伺候 不过因为天子 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 魏阳公里除了宦官之外 还有不少宫女 这些宫女大多是 十三四岁到十五六岁 最大也就是十七八岁 负责天子的饮食起居 如果这个少年天子 有了什么冲动 这些宫女 也就负责帮天子解决 一旦被天子灵性 就会被记下来 从奴婢变成了宫里的贵人 因此 在魏阳公里做宫女 是一件很抢手的差事 而负责领选宫女 进入魏阳公的内世间管事太监 自然也就是个天大的肥缺 在这天 一个中年宦官 领着一个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宫女 给管事太监 递了五万贯的汇票 雁明正身之后 成功把这个原本在后宫 一个贵人身边伺候的宫女 送进了魏阳公 天子才十四岁 不曾娶妻 后宫里的贵人 自然是先帝的女人 一个六品的贵人 连贫也不是 在后宫里非常不起眼 跟在贵人身边没有前途 能进魏阳公 自然是前途无量 这个宫女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进了魏阳公 前些天有人告诉她 只要能够博取新天子欢心 就不用待在后宫那座 类似冷宫的宫殿里 守一辈子活寡 她只考虑了一会儿 就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她今年才十八岁 没理由要永远待在那座 不起眼的小宫殿里 所以 当有人真的把她 带进了魏阳公之后 这个宫女激动万分 她怀着坠坠不安地 行走在魏阳公里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卷进了一件 天大的漩涡之中 还是漩涡的正中间 天子只在软榻上 睡了一个十分左右 就醒了过来 她睡醒之后洗了把脸 才知道大都督基灵 还有千牛魏中狼将基础 雨林魏中狼将懈怠 已经在宫门外等候许久了 事关大事 她连忙振奋精神 在书房把这三个分别指掌了 京城近卫 与大都督府的重要人物见了一遍 嘱托他们三天之后的大朝会 一定小心仔细 不要让有心之人 有可趁之机 三日之后 朕要做一件大事 京城内外不能有任何异动 千牛魏与雨林魏 负责京城防卫 一定要稳住京城局面 三个人都是聪明人 天子这么一说 他们三个都明白 三天之后的大朝会 可能会发生大事 于是都郑重点头 陛下放心 无论发生何事 京城绝不会有任何异动 大都督也恭敬低头 陛下 大都督府始终站在天子这一边 再三确认之后 天子才放心了下来 对着这三个人开口道 既如此 朕便放心了 忙碌了一整天 这会儿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天子有些疲累地挥了挥手 罢了 今日就到这里 你们都先回去吧 三个人都毕恭毕敬地对天子拱手 沉等告退 三个人离开之后 天子也离开书房 回到了自己的寝殿 今天忙碌了一整天 他才十四岁的身子 有些经受不住 直接就躺在了床上 他闭上眼睛 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思量了一遍 然后睁眼缓缓吐出一口气 喃喃自语 老师 朕已经按着法子 你教得来来回回推算了许多遍 应该不会有什么疏漏了 他微微皱眉 至少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疏漏了 想到这里 小皇帝只觉得一身轻松 他对着旁边的小宫女招了招手 但然道 打盆水来 朕要泡脚 小宫女有些笨拙地点了点头 手忙脚乱地下去打水去了 他今天晚上能在寝殿里伺候 是那个老宦官花了五万罐买来的 自然应该珍惜 于是 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宫女 慌慌张张地打来了一盆热水 蹲下身子 为小皇帝洗脚 天子有些疲累 也没有怎么在意 这个面生的宫女 洗完脚之后 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小宫女就站在床边伺候着 按照魏阳宫的规矩 她要在床边站一整个晚上 虽然辛苦 但是却是整个皇宫里所有宫女 都梦寐以求的差事 不过小宫女显然没有吃过这种苦 只站了一两个时辰 便有些承受不住了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已经熟睡的天子 从那个偏僻宫殿里来的时候 有人曾经告诉过她 天子曾经在后宫见过她一面 一见钟情 于是 天子派了一个老宦官 去后宫寻找她 找到了之后 就让她先扮作宫女 混进卫阳宫 她并没有犹豫很久 毕竟是在那个冷清的宫殿里 守一辈子活寡 还是出来拼一拼前程 是个很好选的选择题 本来她答应了之后 还是将信将疑 但是那个老宦官 果然把她带到了卫阳宫 还把她安排在了天子身边伺候 她这才放下心来 信以为真 不过此时的小宫女有些费解 怎么这位新天子 似乎完全不认得她 并且对她完全无动于衷呢 她皱着眉头想了想 最终在心底微微叹了口气 可能是她太累了 于是她就这么在天子寝殿里站着 到了子夜时分 她已经开始打哈欠了 不过 这一天晚上 注定不会平静 到了后半夜 刚过子时 一个一身红衣的大太监 突然迈着碎步 走进了天子寝殿 跪在了天子床边 轻声开口 陛下 两位俯臣 还有上书台的几个宰府 在外面要见您 任谁大半夜被人吵醒 多少都会有些不高兴 天子睁开睡眼心疯的眼睛 看了看跪在自己床边的萧正 这我没问到 谁要见朕 萧正跪在地上 重复了一遍 天子微微冷笑 这几个老家伙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萧正苦笑道 奴婢不知 元昭天子摇了摇头 开口道 放他们进来吧 两位俯臣 还有几位宰府一起前来 不管什么时候 皇帝都不得不见 早年武皇帝指挥南征北战的时候 只要有军报送来京城 不管是什么时辰 武皇帝都会爬起来翻看军报 后面的成德太康两代天子 也都可以说是勤奋 萧正低头问道 是在这里见 还是在书房间 天子打了的大大的哈欠 就在这里吧 懒得跑了 奴婢遵命 萧正恭敬退下 没过多久 就领着宰相沈宽 御使大夫严守卓 以及尚书台的另外几位宰府 到达了魏阳宫请殿 他们恭敬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行礼 元昭天子坐在软榻上 看着这些贸然闯进来的老头 心里冷笑 最多 你们也只能再得意三天了 当然 这会儿明面上不能这么说 天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开口问道 这么晚了 诸公进宫何事啊 沈宽等人互相看了看 最终还是由沈宽咬了咬牙 走上前去 低头沉声道 陛下 臣等冒死进宫禁言 请陛下念及宗庙设计 顾及祖宗德信 早日回头 元昭天子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他皱眉问道 沈相这话是什么意思 朕何时败坏祖宗德信了 沈宽看了一眼眼手桌 后者叹了口气 上前跪在地上 长叹了一口气 陛下 我等今天晚上各收到一封书信 信里说了一些陛下的坏话 说吧 他把袖子里的书信取了出来 然后双手捧在手心里 恭敬道 请陛下预览 大皱眉头 让肖正把这书信递了上来 只简单扫了一眼之后 少年人便一把把这张纸丢在了地上 直接拍了桌子 他雷霆大怒 胡说八道 朕何时以子欺慕 淫乱后宫了 他愤怒地看了这几个老头一眼 怒声道 这东西是谁写的 朕会让天目间去查 查出了究竟之后 朕要一塌三足 陛下息怒 诸位宰相 俯臣一起下拜 沈宽低头道 陛下纯良 自然不会做这种事情 只是如果这信在坊间流传 将会大为影响陛下的圣语 他转头看向沈宽 低头拱手道 大公公 这信里说陛下请殿里有先帝妃嫔 后宫的事情大公公熟悉 请大公公把他们都找来 认一认 也好还陛下清白 萧正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沈相多虑了 我大敬的后宫不比北周 一直都井井有条 不可能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回头突然看到了天子床边不远处 站着的一个怯生生的宫女 这位大公公目瞪口呆 他瞪大了眼睛 声音都颤抖了 楚 楚贵人 大敬是正统的中原王朝 无有一子夺母的先例 但是北周却是有的 北周立国百多年 多有皇帝霸占乃夫妃嫔之举 甚至还有一个被立为皇后 因为当年的北周太过强大 这些故事 一度被作为风流运势 在大敬流传 因此 这个年仅18岁的楚贵人 才会听信了旁人的话 偷偷进了魏阳宫 她是14岁选秀女入宫 入宫之后 只侍奉了先皇一次 就被封了个六品贵人 随意扔在了后宫之中 不起眼玉秀宫里 一直苦苦等待 泰康天子的第二次灵性 谁知道没有等到 泰康天子的灵性 反而等到了泰康天子的死讯 让她在17岁就做了寡妇 这个年纪的女人 自然是不安分的 但是她的前途 随着泰康天子的病逝 已经宣告结束 不出意外的话 她这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玉秀宫里 做一个无人问津的前朝贵人 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半点光亮 但是前些日子 有人跑到玉秀宫里 与她说当今的新天子 对她一见倾心 北周那位侍奉了两代皇帝 后来被封为皇后的女人 故事至今还在大井流传 这种诱惑摆在面前 没有哪个少女能够拒绝 就算做不成皇后 做一个普通的妃子 也比在玉秀宫里 守一辈子寡要强 她才18岁 这辈子还很长 因此 她就勇敢地来了 但是现在 站在她面前的大太监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 出奇的地步 楚贵人也愣住了 她本来就没有什么城府 这一下愣在原地 手足无措 这个时候 元昭天子还在发呆 那世间的大太监萧正 已经反应了过来 上前抄起一个烛台 直接走到了楚贵人身边 她下手裹绝 朝着这位贵人后脑勺 直接砸了下去 顿时鲜血横流 少女连哼也没有哼 直接软倒在了地上 血流了一地 几位宰府脸色骤变 纷纷站了起来 怒喝道 萧公公 你做什么 萧正脸色阴沉 缓缓转过头 看着几个宰府 微微低头 主委 方才是咱家认错了 这人应该是 玉秀宫里的一个宫女 不知道为什么 跑到了卫阳宫中 咱家田长进宫 适才只是行驶宫里的规矩 让几位相爷见笑了 沈宽脸色发黑 上前一步 怒喝道 宫里出了这等事情 萧公公身为天子进士 不仅不加以劝谏 反而当着我等的面 抱起杀人 全然没有把我等看在眼里 他正气凛然 喝道 萧公公既然想毁灭证据 何不把我们几个一起打杀了 今日的事情就干干净净 再也不会 有外人知道 杀宰相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不仅仅是在 朝为官的宰相这么简单 他们背后 都是一个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 有些还是文坛大宗师 用正当的理由 把他们罢官夺职 甚至抄家灭门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今日在宫里的 不只是上书台的宰府 还有沈宽与严守卓两个府城 一旦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大进的官场立刻大乱 到时候 事态只会更加严重 萧正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几位 宰府恭敬低头 诸位相爷 咱家处理宫里的事情 似乎没有触碰国法 就是触犯了 至多咱家一命 抵他一命就是了 这位在任何人面前 都狠守规矩的大太监 这一次出奇的强硬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诸位都是治国的相公 区区一条人命 交给三法司来查办好了 用不着几位相公亲自过问 严守卓上前一步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储贵人 又看了看挡在天子面前的萧正 沉声道 萧公公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储贵人 你抱起杀人 总是我们亲眼所见 我等几人都是 在朝为官几十年的人 我与沈相 更是先帝任命的俯陈 你当着我们的面 易于销毁证据 将大进国法置于何地 今日这件事 若是没有一个说法 我等的官 不作也罢 他掌御史台 平日里管的就是闲事 更何况这件事 已经不是闲事 他开口喝道 本官便不信了 你一个烟焕 还能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不成 这个时候 站在萧正身后的元昭天子 终于反应过来 这位少年天子气得满脸通红 他一把推开萧正 恶狠狠地看向这几个府城 朕从不知道 自己的宫里 还有这么个储贵人 今日几位宰府一起到了 这储贵人就莫名其妙地跑了出来 可真是巧得很啊 听到这话 萧正皱了皱眉头 政治上的东西 有些是即便知道了 也不能直接说出来 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妥协的余地 比如说 现在这个局面 完全可以 向几位宰府妥协 付出一些代价 把这件事压下去 但是 天子这句话一说出口 妥协的余地就没有了 沈宽手捧朝户 陈生道 陛下 我等都是外臣 宫里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今日不是旁人送信 我等对此事 根本毫不知情 他左右看了看其他几个人 继续低头道 今日我等结伴来 本意也不是来找什么储贵人 而是来劝谏陛下 修身修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陛下反而把事情 推托到我等头上 实在是让人心寒 臣者建军 本分也 此事武皇帝胜叙 陛下尚未亲政 就要背逆武皇帝吗 这个时代讲究尊卑有序 也就是说 地位比你高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说他的 天子永远没有错处 所以文官们在跟皇帝兑现的时候 就会拿老天还有祖宗来说事 老天就是天子师德 苍天震慕 至于祖宗就更简单了 他们会把历代先帝的语录给背下来 然后或者掐头去尾 或者摒弃背景 单独拿出来用 这样这些语录的解释权 就掌握在了他们文官手里 一个孝字 一个德字 就能压得皇帝动弹不得 更何况如今的元昭天子 还没有亲政 他甚至没有办法 对这几个宰相动用武力 小皇帝气得满脸通红 他愤怒地指着几个宰相 怒喝道 你们今日来 是要逼宫吗 几位宰相一起跪了下来 齐声道 臣等不敢 严守捉扣手道 陛下 今日之事一定要有一个说法 否则大尽公道何在 说着 他看了那个躺在地上 还在流血的楚贵人一眼 臣声道 那个女子 臣等要带出宫去 我三法司 会把这件事查个明明白白 肖正默默上前一步 面无表情 严司空 这不可能 18 1 18 4 dude